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洞穴外面隐隐又有狼的长啸传来,其中夹杂着一声格外粗犷的怒吼。 看样子是默克瓦格化成火焰死去之后,又在某个地方苏醒了。 自称艾娜的男人听此明显焦急起来:"两位大师,我们还是快走吧。独身者有着不死之身,他现在已经复活了。 兰恩突然打断掉艾娜的话:"你们不就是来杀死他的吗?为什么现在又想要逃走呢? 你刚刚撞死趴在地上的时候,应该知道狼人对我们造不成丝毫危险。这不正好能够达成你们来此的初衷吗?" 艾娜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兰恩等人打算继续待在这里。他身上抖得更厉害了。洞穴外面的狼嚎声音更响亮了,说明野兽正在接近他们。 兰恩和格德对视一眼,心下有了计较。他们不再费力气,想去寻找答案了:"艾娜,对吧?你带路,我们离开这里吧。 男人听闻大喜,猛然抬头,入目的却是一只掐着奇异首饰的左手。白光笼罩了他的双眼,毫无阻碍地侵蚀了他的神志。 亚克洗法印,魅惑术。兰恩面无表情地询问道:"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你对默克瓦格了解多少?我是艾娜,托尔达之子。但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叫做雷蒙德。 男人开口就否定了自己刚刚报给猎魔人的名字。他继续说道:"我曾经是默克瓦格的手下。我跟着他,一起打家劫舍,残杀妇孺。 这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有一天,默克瓦格突然带着我们去攻下了弗雷亚的神殿,残杀了大批的女祭司。 女祭司。哪怕对于我来说,这也太过火了。常年作恶的海盗因为残杀了女祭司而产生了愧疚。 格德冷笑一声:"你还挺有底线。被法印催眠的人没有给格德做出回应,只是继续解答着蓝恩的问题。我也早就厌倦了默克瓦格的作风。 所以我在他庆祝的时候,拿出了我父亲给予我的宝物。那是一条狼牙项链,传说被他割上的人都会遭到诅咒。而果然,默克瓦格随后就变成了怪物。 格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所以是你把他从人诅咒成了狼人,而不是弗雷亚的祭司。雷蒙德无视了格德的问题。 兰恩想了想,问道:"你们为什么返回这里?"雷蒙德之无不言,默克瓦格将所有的劫掠收获都锁在了神殿的屋子里。 而我在诅咒他之后就把钥匙藏了起来。但是我没想到被诅咒的他格外强大。所以当时我仓皇出头,没能带走那些财宝。所以,你这回是想找机会带走他们。 格德总结了一下。思索过后,他突然问道:"怎么解除默克瓦格的诅咒?"雷蒙德没有理格德。 兰恩微抬下河,回答他的问题:"让被诅咒者再次接触狼牙项链就好了。现在我正把他戴在身上。 洞穴外面的狼嚎声更静了。而其中,那四人飞狼的咆哮格外引人注意。 格德拍了拍兰恩的肩膀,后退一步。兰恩领会了同伴的意思,停下了手中的法印。作为人类的艾娜,或者说雷纳德,并没有如狼人一般很快恢复神志。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洞穴里面已经能够听见狼群的呼吸声了。男人迷茫地打量了一下自己,才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以及现场即将会发生什么。 他猛地瘫倒在地,朝着两人大声求饶着。两位大师,发发慈悲吧。我是说谎了,但我承接了默克瓦格呀,是我收拾了这暴徒,让他不再害人了。 我现在是弗雷亚圣母的忠实信徒,忠实信徒。我每天都会祷告,我每周都会去传教。我每月都会捐责。 一个血盆大口猛然没洞穴中的烛光照亮,打断了男人求饶的话语。那匕首一般的獠牙甚至还能够反光。 郭躁的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一下子就被狼吻拖入黑暗之中。猎魔人的双眼闪闪发光,在光线找不到的地方。 他们能够看到那具身体在狼人的口中迅速地化为飞灰,根本没有变成食物去填爆怪物肚子的资格。 信仰暂且不提,收拾暴徒更不用说。格德冷冷地说着,已经听不到的话。你现在的下场,才是符合你行为的结果。 竟在眼前的食物化成了飞灰,鸡肠鹿鹿的狼人脸色更加猙獰了。他把目光投向两名猎魔人,绿幽幽的目光在黑暗中比猎魔人的眼睛还要夺目。 然而下一秒,狼人的身体突然开始颤抖。他刚刚似乎确实把什么东西吞下了肚子,而那东西不是肉。 他开始狂热地呻吟,身体开始扭曲,膨胀以及变形。一股激烈的能量从他的身上升腾,慢慢地转化为光线。 随着光芒愈来愈亮,狼人的身体开始逐渐变形。尖刻的爪子退缩,身体的毛发逐渐消失,耳朵开始缩回头顶。 然后,眼中的野性也逐渐消失。一个面目凶恶的男人躺在地上,他剧烈地喘息着,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我,自由了。啊,我自由了。巨量的惊喜冲击着他的大脑,让他一时间都忘了自己身处何处。 刚刚又发生了什么?酒馆在哪里?我饿得能够吃掉一头猪,再加上半头牛,以及一整桶啤酒。 哈哈,我要出海,外面的人肯定已经忘掉了我的名字。我要让他们好好回想起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默克瓦格回来了。男人爬起来,冲着兰恩和格德高喊起来。干得漂亮,猎魔人。我会付给你们一笔丰厚的赏金的,我要……。 默克瓦格的兴奋戛然而止。又几张血盆大口被烛光照亮,他们的牙齿不能反光,但是足够尖利凿进血肉之中。那是刚刚跟着默克瓦格一起来到山洞中的狼群。强大的狼人默克瓦格拥有号令群狼的能力,但是人类默克瓦格却没有。 革德一动不动地看着被撕扯成为碎片的默克瓦格,冷声说道:"这就是我想要的赏金,也只有这种下场,才符合我朴素的价值观。任务,以狼皮为一,已完成。 兰恩看着接连以相似的方式被审判的雷蒙德和默克瓦格,沉默一会,格德。 怎么?你真的不像那熊派?嗯?但是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施凯利格人这么喜欢你了。 兰恩朝着格德笑了一下,随后大步上前将已经把默克瓦格吞噬干净的狼群用,易格尼法印驱赶干净。 在血泊中,一个狼牙项链格外醒目。 格德凑上前来,一边打量一边评价道:"上面有着很多符文,看样子似乎是上古语,但是也有着很多其他的文字。难以想象,这种宝物会出现在一个海盗的手里。 兰恩伸手捡起项链,系统适时地响起提示音,发现魔力之源。 但是兰恩想了想,没有把这个项链吸收掉。 能够通过划伤就制造出拥有不死之身的狼人。 这样的魔法物品就这么吸收掉,实在是过于浪费了一点。 带回去给莫斯萨克和杰隆他们研究一下,说不定还会有意外收获呢。 话说,现在他们手头的魔法实验项目已经积压了多少格勒来着。 正思索间,格德却突然拍了拍脑袋,懊恼地开始大喊。 哎呀,那个雷蒙德好像有什么钥匙,默克瓦格截掠过来的财宝都在里面呢。 快找找,除了狼牙项链之外,地上还有没有钥匙什么的?快快。 兰恩,这里面赏金也有你的一份。 事后,兰恩和格德回到了弗雷亚神殿,见到了上在那里的大祭司和多娜。 在得知默克瓦格的下场之后,大祭司如释重负。 而兰恩他们此行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知道了斯瓦伯洛教派的藏身之处,下一步也有了明确的方向。 虽然默克瓦格给出的情报是许久以前的,如今的斯瓦伯洛教派不知道还在不在原地,但是去是一定要去的。 哪怕敌人已经转移了大本营,凭借着数名猎魔人敏锐的感官,怎么着也能够察觉出蛛丝马迹来,比起现在无头苍蝇一般的情况肯定要好上太多太多。 不过话虽如此,兰恩等人也不能够排除掉敌人依旧还在原地的情况。 所以,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够草率。 单凭着兰恩此次带来印达尔斯菲尔岛的人手,是绝对不够的。 因此,兰恩原路折返了小石凯利格岛。 这里,伊斯特正在集结部队整理装备。 而在听到兰恩带回来的消息之后,伊斯特当即拍板,带着家族的侍卫准备一起出发。 而兰恩也紧急召回了在外的杰洛特,科恩,寇格林姆,以及自己的侍从们带人尽数前往目的地。 斯瓦伯洛教派和维尔卡人居然还在大石凯利格岛。 而我却一直没有发现,这可真是,耻辱。 克拉茨紧紧攥着手上的斧头,脸上净是羞愧,眼中饱含怒火。 在得知兰恩和伊斯特等人的到来后,克拉茨第一时间迎接了他们。 而在得知自己一行人一直苦苦搜寻的敌人就在自己的领地上之后,他更是第一时间集结了部队。 整个石凯利格的敌人这么多年居然一直藏匿在自己的地盘。 这让克拉茨格外抵忆。 兰恩拍了拍表兄的肩膀表示安慰,接着若有所思地看着摊开的地图。 福尔哈拉村庄,在群山之巅,很偏僻。 而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块地方位于南部半岛,是疯子卢哥的地盘。 克拉茨愤愤不平,在那个疯子的口中,整个大石凯利格都快要变成他的领地了。 群岛人不会长久地沉浸在懊恼的情绪中,雷厉风行的克拉茨已经等不及地想要洗刷自己失职的耻辱了。 一路上那积极的样子比兰恩和伊斯特还要迫切。 一行人很快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附近。 眼前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山脉。不高,但是绵延不绝。 封顶如刀刃,一般锋利。山峰间的缝隙深不见底,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层栏叠杖的山林。 仰望山巅,颤巍巍的悬崖峭斜地轻挂着,仿佛每一个碎石都会掉下来。 峭壁边上,隐隐还能够见到几只形状如鹰粉的野青绕着石峰在盘旋。 靠着内岛的崖壁上面的是鹰身女妖,靠海的一侧应该是海妖。 克拉茨介绍道,这些会飞的怪物最难对付。 猎魔人们很有默契地对视了几眼。 熊派的装备中有专门配置十字弓,格德对此表是没有问题。 兰恩之前通过凯亚恩获得的猫派装备蓝图中也有十字弓的设计图。 他早就靠此生寄过自己的装备,甚至给自己麾下的猎魔人也都一样配置了一把。 他们甚至还有点期待碰上这些飞天的怪物。 比如兰恩,鹰身女妖在凯尔莫涵已经见过了,有点倒胃口。 但是女海妖就不一样了。 要知道,她们在飞战斗时候的姿态可是能够吸引水手们自投罗网的。 那是最原始,最自然的姿态。 伊斯特的声音把众人的思维拉了回来。 兰恩的情报是通过长时间离乡的维尔卡人问出来的。 真正的维尔卡人现在可能已经转移。 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周围依旧存在大批敌人的可能性。 因此,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克拉茨,你对附近的比较熟悉。 我需要你的人作为向导探索群山,寻找可能藏在山脉中的维尔卡人。 兰恩,你的士兵都是骑兵。 我需要他们沿路封锁住各个道路, 防止克拉茨他们发现目标后爆发战斗,导致敌人逃窜离开。 剩下的人原地待命,如果见到信号,随时支援。 对于伊斯特的命令,众人没有丝毫意义。 辛特拉人站在兰恩的身后,他们看着卡兰瑟女王曾经的丈夫, 一时间甚至生起了难言的感慨。 我有个建议。 兰恩在思考议会后,朝着伊斯特补充道, 我想要带着猎魔人们去福尔哈拉村庄看看。 那里,毕竟是维尔卡人曾经的大本营, 肯定会留下一些他们的蛛丝马迹。 而猎魔人最擅长的就是寻找这些肉眼难辨的线索,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说完,他指了指豪斯,辛特拉骑兵队有他指挥就行了。 伊斯特看着豪斯,若有所思,我对他有点印象, 他是你以前的三世从之一对吧? 原来有统兵的才能,那真是好事。 迎着伊斯特审视的目光,豪斯的胸膛突然就停起来了。 我相信你的判断,也相信辛特拉的勇士。 伊斯特点头,蓝恩,不过是, 我还是觉得你要不多点几个人跟你一起。 虽然我知道你现在的力量已经到了我难以理解的层次, 但还是要万事小心。 蓝恩笑着摇摇头,转身看向身后的杰洛特, 叩格林姆,科恩,格德,加上自己共舞名列魔人。 有我们就足够了。 第227章,爱丽丝的独特能力。 福尔哈拉村位于山巅,本就不是繁华的村子。 也恰恰是因为它原始,而且环境恶劣,异于磨练战士, 因此才会被选择成为斯瓦伯洛教派修建神殿的场所。 而在这里遭到石凯利格人的攻打之后, 福尔哈拉村现在更是彻底变成了废墟。 村庄里面已经找不到任何完整的墙体,只有残缘了。 顶着灰黑色的天空,废墟村庄的影子在演映着黄昏。 落日的余晖照射着荒芜的地面,渲染在坚硬的眼缝中, 唯一让人感觉到活力和生命的事物, 是那些无声无息地飘落的与山崖之间的风声。 然而,在猎魔人眼中, 这荒芜的废墟却展现出了别的样子。 三双琥珀色和一双暗精的眼睛闪闪发光。 周围环境中所有的性稀素都经过通感转化成可见的视觉因子,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明明只是废墟, 但是兰安一行人却仿佛看见了频繁路过的人群。 劣质的啤酒味,半生不熟的烤肉,还有口臭。 寇格林姆踢踏着一堆已经只剩下碎片的篝火堆, 应该是哪个寻找庇护的流浪汉。 松木香味,麦芽面包, 地上的干柴有斧头劈砍的痕迹。 科恩抚摸这一层明显比周围干净的台阶是路过此地歇脚的山明。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 兰安摇头总结道, 兰安的发现寥寥, 论起这些侦查手段, 他还真的不如这些习惯了独自狩猎几十年的老猎魔人。 格德, 你有什么发现吗? 兰安的声音传出去, 却没有获得回应。 远远的, 他看到熊一般的男人和白狼正凑在一起, 打量着一块黑乎乎的地面。 看到他们似有发现, 兰安也凑了上去。 这是血。 杰洛特指着地上黑色的痕迹, 已经有几天了。 当时这里应该不止一个人爆发了战斗。 硬合着杰洛特的解说, 格德从地上挑起一块衣料。 这是狼阁柔制的皮衣。 韧性很强, 甚至用刀割都费劲。 虽然比不上专门加工过的皮甲, 但是也不是可以轻易撕碎的。 兰安若有所思的结果, 暗金色的眼睛左右打量。 而如果它真的那么结实的话, 就只有一种解释。 是野兽, 或者是食食鬼一类有着尖爪的魔物。 格德深吸了一口气, 打量着四周的深浅不一的红色性吸引子。 补充道, 但是周围没有任何野兽的体位。 除非这是特别注重干净的野兽。 你有想到什么吗? 答案很明显了。 兰安露出兴奋的神色, 斩钉截铁地说道, 维尔卡狂战士。 在宴会上阻止那些巨熊的时候, 兰安就有所感应。 那些狂战士所化的巨熊比起真正的野生熊要干净不少。 毕竟再怎么不修蝙蝠的人, 也邋遢不过根本没有洗漱这个概念的猛兽。 这是狂战士和真正野生熊的最大区别。 而当时在现场亲手搏杀了一头巨熊的格德, 显然也是了解这一点的人。 他迅速地打量起周围的痕迹寻找有用的信息。 现场不止一个人, 这里爆发了一场小型的战斗。 但是战斗的痕迹很克制。 只有少量,好吧。 中量的血。 格德分析道, 没有人死, 至少没有当场死在这里。 根据这里的痕迹,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当时在对战维尔卡狂战士的人。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猎魔人们顿时一起围了上来, 开始记录附近的信息素。 这里有人逃跑的痕迹。 寇格林姆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指向一个方向, 在那里。 地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 但是兰安的尸童能够看到点点暗色的红色光点, 在地上浅浅地标寄出了一条路。 时间过了很久, 痕迹即将消失, 但是不会错的, 这是写的痕迹。 一个模糊的人影恍惚间出现在兰安的眼前。 他是一个山民, 和同伴们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了这里, 结果居然遭遇了维尔卡的狂战士。 人类之躯在他面前化为巨雄, 顿时引起了骚乱。 他在慌乱之中受伤, 于是便丢下同伴逃离此处, 希望可以在这断壁残垣之中找到些许的庇护。 兰安顺着这个透明的人影一路向前, 直到看着他消失在一栋建筑中。 眼前的是村子最中心的神殿, 维尔卡人为斯瓦伯洛邪神建造的神殿。 他也是整个村子中最为结实的一栋建筑, 是最强大的战士搬运山间最坚固的石头修砌而成的。 也是因此, 在石凯利格人的进攻下, 他才能够勉强保存下一个轮廓。 不至于像村子里面的其他建筑一样, 最多只剩下两三堵墙。 众人寻找的目标就在里面了。 格德正想往里面冲, 却突然被兰安一把拉住。 怎么了? 因为某些原因, 我对于妖灵的存在特别明胆。 兰安右手拔出狐女之剑, 左手做出法印的姿势。 我有一个猫派的同伴也有类似的能力, 回头可以介绍给你认识。 你的意思是, 里面有妖灵? 格德文言立刻顿住脚步, 顺着神殿墙上的破洞朝里面望去。 此时天色即将入夜, 仅剩下的光线勉强让人可以看到, 神殿内的四处散落的不规则石块, 破败的石柱立在原地, 需要它支撑的屋顶却早就已经坍塌。 更多的地方是没有光线的, 只能够看到阴森的黑暗。 这确实很像是会转角遇到妖灵的场地。 兰安微微下蹲, 正想施展一个足够把神殿整个笼罩进去的法印。 身后的猎魔人们也纷纷抽出各式银剑, 准备给自己的长剑抹上专门克制这些虚幻怪物的鬼灵游。 然而就在此时, 兰安身后的黑魔法弯刀却突然亮了起来。 身穿素色哥特黑裙的画中, 魂灵在这山巅的破败村庄显出身形。 他双手交叠于小腹之前, 黑纱负面, 气质空气。 而他温柔的声音则好似在散发幽香, 让我来吧。 画音落下, 亮翡翠色的火焰将他的身体包裹。 下一秒, 破败的神殿内似乎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 在兰安的身后, 格德目瞪口呆。 熊派猎魔人捂着自己不断颤抖的徽章, 看了看兰安身后的黑魔法弯刀, 又看了看神殿的废墟, 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指。 刚刚, 那个是妖灵? 不对, 似乎很不一样,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妖灵, 都不会生得这么好看。 那不是妖灵。 兰安很严肃地指出了格德语言中的错误, 是魂灵, 由强烈的情感连结而留在世间的美好存在。 不要拿那种魔物的名字跟他相提并论。 格德缩了缩手指。 你这么生气干嘛? 我知道, 就是了。 兰安丝毫不担心爱丽丝的战斗力问题。 在目前所有的随从里面, 爱丽丝的综合基础属性是最高的。 她甚至还掌握着大量的高级技能, 以及兰安至今不知道怎么发挥作用的天赋, 春。 尤其是现在里面的敌人还是妖灵, 由身为独一无二的, 画中魂灵, 的爱丽丝来对付他们。 压制作用不要太明显。 可是, 哪怕兰安在心里已经非常高估爱丽丝了。 等她进入神殿后, 里面的景象依旧让她大吃一惊。 如果说, 有人想出办法能将火焰埋进软玉里面的话, 发出来的光一定是陷在神殿里面的样子。 爱丽丝站在神殿大厅的中央, 浑身散发着翡翠色的温暖光芒。 四只幽灵匍匐在她的脚边, 燃烧着幽绿色火焰的提灯都被他们丢到了一旁。 兰安此刻, 居然还能够隐隐从那些恶灵身上感知到情绪, 那里面有畏惧, 有崇敬, 还有一丝遥不可及的憧憬和羞愧。 爱丽丝面对着这些妖灵, 她的脸上保持着端庄的表情, 直到看到兰安进来才露出淡淡的笑容。 屋内的翡翠光芒也更加柔和了。 她指着其中把头埋得最低的一头妖灵说道, 她就是你们正在寻找的那位遭到巨熊攻击的岛鸣, 或者说她曾经是岛鸣。 兰安快速地打量着四周, 神殿的角落中有好几具骸骨, 其中最新鲜的一具正好与她猎魔人感官中记忆下来的信息素相匹配, 就是她了。 爱丽丝继续说道, 她的记忆很模糊, 只记得和同伴一起来到福尔哈拉村。 至于为什么来, 怎么来的, 全部记不清了。 记忆中最清晰的, 只有一头巨熊。 随后她仓皇跑到这里, 希望可以暂时躲藏, 结果却被这里的妖灵所杀。 除了这头妖灵之外, 匍匐在爱丽丝身边的还有四头妖灵, 他们的颜色更加深邃, 显然年代更加久远。 他们应该是当初死在史凯利格人进攻中的某几位祭司, 因为怨气不消, 所以化身妖灵。 而兰安他们寻找的岛鸣, 显然在死亡之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样的信息, 还不足以让我们找到维尔卡人。 兰安指了指那些有年头了的妖灵, 既然他们以前都是神殿的人, 那么能不能问他们呢? 说不定更够给我们一些情报呢。 爱丽丝却摇了摇头, 妖灵本身都是怨气和仇恨没能消散才产生的, 就算有什么神智也不会太清晰。 尤其是他们这些亡固已久的, 跟野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爱丽丝伸出羞肠而迷蒙的手指, 只向那头倒名画称的妖灵, 现在还能够勉强跟人沟通的也只有她了。 似乎是感受到了爱丽丝的苦恼, 地上的妖灵突然动了动。 紧接着, 她身上的幽绿色火焰变得更加凝实了起来。 爱丽丝微抬下河, 闭眼凝神似乎在倾听什么。 半晌后才跟兰安说道, 她说其他的都忘记了, 但是自己出生的村子却忘不掉。 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 如果当时她的同伴有逃生成功的话, 说不定可以被我们找到, 接着了解当时事情的详情。 兰安露出惊喜的眼神。 那个村庄的名字是? 艾格罗村。 具体的方位呢? 爱丽丝闭上眼睛。 好看的眉毛微微颤动几下之后, 话中魂灵无奈地说道, 她忘了。 好吧。 兰安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至少现在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线索。 总比之前无头苍蝇的状态要好得多。 事不宜迟, 她正准备招呼同伴们离开这里。 一转头, 却看到爱丽丝犹豫的表情欲言又止。 兰安? 艾丽丝轻轻咬了咬嘴唇。 我在想, 我们能不能帮这些妖灵解脱? 嗯? 我是因为被你们猎魔人称为春的特殊现象而得以存在的, 让我如今维持着感情, 提供给我力量的, 是爱。 但哪怕如此, 在画中世界沉眠的那些年里面, 我也生活得很痛苦。 艾丽丝低下头, 右手攒住了胸口的衣服。 而她们这些普通的妖灵是靠着怨和恨维持存在的, 她们很痛苦, 我能感受到。 所以, 你想要给予她们解脱。 兰安和众烈魔人对视了一眼, 对于这种要求, 自然不会拒绝。 甚至哪怕艾丽丝不说, 科恩自己都打算等问完话之后, 让这些妖灵解脱一下。 她们欲用烈魔人感官, 在神殿里面寻找着这些妖灵死去的骸骨。 其中的几副, 在此时已经化成碎片了, 和地上的碎石和灰尘混杂在一起, 几乎分辨不出以前居然还是人形。 四只手一起掐出, 伊格尼法印的姿态对准了地上的骸骨。 艾丽丝的眼神却是一变。 因为除了那头兰恩等人寻找的 倒明化身的妖灵之外, 原本就在神殿中的年代已久的那些妖灵, 此刻居然齐齐嘶吼一声化成绿色火焰, 在原地消失不见。 看她们的架势, 居然是要朝着猎魔人攻击过来。 靠着怨与恨, 苟延残喘, 确实让妖灵们痛苦。 但是已经神智尽失的妖灵们, 又有着魔物的生存本能。 此刻看到猎魔人们企图消灭自己的行为, 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一边在怨恨之中挣扎, 一边又维系着这样的痛苦。 勇士沉沦, 不得解脱。 这就是妖灵。 好在今天在场的, 都是猎魔人。 在爱丽丝求助的目光中, 兰恩左手掐出奇异的手势, 一开始就已经酝酿好的法印, 终究还是被她打出。 呀!等法意! 整个神殿都被笼罩在了沙漏符纹圈起来的魔法阵之中, 妖灵们燃烧着绿色的火焰在半空中刚刚显现, 立刻就被紫色的光滑攀附上了身体。 迎接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猎魔人迎剑。 凄厉的惨嚎在神殿之中响起, 被山巅的冷风带去悬崖和绝壁, 恐吓可能出现在那里的山民。 四名猎魔人缓缓收剑, 他们的面前只剩下粉末状的炼金材料, 运气好的还能见到小块的突变又发雾。 而兰恩转身看着最后一头匍匐在地上的妖灵。 一直到兰恩将她的海骨坟烧成了灰烬, 她都没有起身, 只是不住地颤抖着身上的幽绿色火焰忽明忽暗。 她说话了, 兰恩! 爱丽丝突然出声道。 她说:"谢谢你!" 翡翠色的光滑亮的好似太阳, 从许久无人的神殿废墟中投射而出。 若是路过的山民见到此景此光, 不知道又会延伸出什么新的传说。 和猎魔人同伴最后搜索了一次福尔哈拉村, 确定这里再没有什么其他被遗漏的线索之后, 兰恩等人转身下山。 兰恩一行人的动作极快, 他们此时已经完成了登山、搜索、战斗、搜索、 下山的这样一整个流程。 而负责寻找维尔卡人线索的史凯利格士兵们 现在还在群山之中摸索。 远远地看到了山下驻守的机动部队, 兰恩他们正准备回去跟伊斯特他们交流自己这边获得的情报, 却发现山脚下的部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多了。 再仔细看过去, 还能够发现在场的居然不止伊斯特和科拉茨两个家族的士兵, 现场居然还出现了另外一支部队, 他们拿着风格迥异的刻有家族文章的盾牌。 看那个标记,是德拉蒙家族家族。 领头的那个是, 疯子卢哥? 兰恩顿时乐了, 这人是不是还欠他一场拳击赛来着? 疯子卢哥所在的德拉蒙家族和科拉茨所在的克莱特家族是有点世仇在里面的。 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就是土地争端。 而事情的原委其实很明显, 从正常的事件发展角度来看, 肯定是从外地过来, 不打招呼就在大史凯利格岛定居的德拉蒙家族里亏。 但是他们偏偏里不值气也壮。 所以, 克莱特家族也格外愤怒。 只不过, 出于史凯利格七大家族团结的目的, 饶氏克莱特家族这样的强盛家族, 面对同伴依旧不能够贸然起兵戈, 只能够把争斗一直维持在比较克制的程度。 最后让这场争端居然交着了几代人的时间。 而矛盾也愈演愈烈。 就比如此时的克拉茨, 本来他是带着人准备进山的, 但是在知道疯子卢哥居然到了山下之后, 直接把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副官, 带着三个人就直冲冲地跑了过来, 和疯子卢哥开始当面对碰。 远远的, 滚开,疯子,你这个没有荣誉的窃贼, 这里不欢迎你们。 克拉茨此时已经把斧头都提在手上了。 大使凯利格岛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德拉蒙家族的, 是我们不欢迎你们才对。 克拉茨。 疯子卢哥一边咆哮着也一边拔出了武器, 毫不相让。 反而是他们身后的家族士兵们都比较克制, 只是把手放在剑柄上, 不如自己的两位家主这么剑拔弩张。 伊斯特冷眼看着怒目元征的疯子卢哥, 冷冷道, 不用演戏了, 卢哥, 你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 绝对不是只为了找克拉茨打一架。 你我都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而你又想做什么? 痛快一点, 像个真正的岛民一样。 疯子卢哥狠狠地笑了一声, 朝着脚边催了一口。 我为什么会过来? 大使凯利格岛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尤其是克拉茨的踪迹更是如此。 伊斯特, 我尊敬你。 那是因为你以前的功绩。 但是过去的成绩不足以让我对未来让步。 疯子凶狠的眼睛打亮了一下伊斯特和克拉茨。 这两大家族的联军威势惊人, 纵然是他现在也颇为忌惮。 整个群岛感和他们两大家族同时对峙的, 估计也就是这个疯子了。 伊斯特突然问道, 你忌惮尼弗加德? 不愿意以后让史凯利格跟黑日帝国成为敌人。 哈? 疯子卢哥好像听到了什么滑稽的事情。 能够劫尼弗加德才是刺激的事情不是吗? 那可是整合了南方的帝国。 他们国民的惨叫声一定比一般村庄的渔民更加悦耳。 他们的宝石肯定也比一般的小国更加闪耀。 这话说的很符合疯子的思维。 但是, 疯子卢哥突然加重了语气。 他还有有话没说完。 如果这样一直令人心旷神医的截略队由我来领导, 那不是更加令人陶醉吗? 所以, 你想要成为国王。 伊斯特和疯子对视着。 反驳道, 我承认你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就连我也没有把握说自己能够完全压制你。 但是你不适合当国王, 你不会治国。 史凯利格是个国家, 而不仅仅是个海盗家族。 却没想到疯子卢哥听了伊斯特的话之后, 情绪突然就激动起来。 我没有资格成为国王, 我不适合当国王。 那你就有资格, 你就适合吗? 卢哥大叫起来, 曾经的你或许是的, 海上骑士。 我曾经追随过你, 拥护你为王。 但是, 你放弃了属于你的荣誉, 跑去北方给一个女王当了丈夫, 放弃了大海与群山。 布兰是你的弟弟, 我原以为他能够承担起你的责任, 所以我当时给他投了票。 但是, 没想到他跟你是一路货色, 也把国王这样的荣誉, 当成孩童的风车一样用来嬉戏。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这些家伙了, 七大家族里面 再没有其他人可以获得我的拥护。 能够带领史凯利格杀进大陆的只有我, 卢哥, 德拉蒙。 第228章, 关于爱情, 种族不是局限。 这一段咆哮似乎很耗费卢哥的力气。 在宣泄完情绪之后, 他就大口大口地开始喘息着。 而听完疯子卢哥的控诉之后, 伊斯特也说不出话来了。 他的前半生是传奇的, 值得传送的, 与卡兰斯的故事更是不知道令多少人陶醉其中的。 但是对于岛民, 对于曾经拥护自己为王的人来说, 伊斯特确实是亏欠的。 也是因此, 他才会这么执着地去寻求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挑不出毛病的荣誉, 来让自己重登王位。 比如之前那个讨伐寒冰巨人的计划。 这种在兰恩、布兰王、 克拉茨眼中近乎送死的计划, 对于伊斯特来说更像是给曾经的老伙计们一个交代。 卢哥喘了几口气, 终于把情绪平复下来, 重新调整回了那张被人称为疯子的脸。 废话已经说了太多了。 伊斯特,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新克拉的女王, 那史凯利格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克拉茨, 今天就算伊斯特在这里, 我也。 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疯子卢哥的话。 那个声音并不在疯子卢哥他们此刻正在对峙的队伍中。 喂, 你, 对我的姑姑有什么意见吗? 被打断了话, 一口气咽住了的卢哥把脸色涨得通红, 显得表情更加猙獰。 他大怒地回过深圳准备跳脚, 却看到了身披大师就披风的金发骑士在刚刚发出声音的地方。 暗金色的狮童在闪光, 同时这名骑士也在隐晦地活动着拳脚, 似乎在为一场拳击赛做准备。 空气中, 隐隐有熊的惨豪在回荡。 克拉茨, 今天有伊斯特在场, 所以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我们德拉蒙与克莱特之间的事情, 永远不会了解。 摔下狠话之后, 德拉蒙家族的现任领主带着自己的下属, 绝尘而去。 看着远去的疯子卢哥, 一行人的神色莫名。 伊斯特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也就是自己在石凯利格曾经封王的时期, 疯子卢哥才能够给自己所谓的面子。 而如今的自己在场, 说不定反而还会激化卢哥和克拉茨之间的矛盾。 于是, 伊斯特的视线缓缓一向兰恩。 随后, 看向兰恩的是克拉茨, 这么多年了, 他在各种场合不知道打败了卢哥多少次, 但是从来没有打负过这个疯子。 每次一见面, 对方都会跟疯狗一样朝自己攀咬过来。 现在, 这种光石放狠话, 而没有实打实地搏击发生的情况, 在两个家族相处的历史中还真的少见。 而兰恩面色不渝地看着疯子卢哥离去的方向, 一回头, 正好看到离自己表兄和姑父的眼神。 他露出了阳光一般灿烂的笑容, 我找了一点线索。 正式要紧, 伊斯特和克拉茨的注意力马上被兰恩吸引过去, 开始分析一行人在福尔哈拉村神殿废墟中的收获。 不过兰恩没有跟两人说起爱丽丝的情况, 只是说自己等人发现了巨熊袭击人的痕迹, 随后找到了被袭击人化身而成的尚有理智的妖灵, 随后获得了相关的情报。 爱格罗村吗? 克拉茨拍了拍手, 只要是在大使凯利格岛的地界里面, 那就都好说。 兰恩点头, 这是我获得的线索, 所以, 理应由我负责继续追查下去。 只是我需要向导, 这就需要克拉茨你来帮帮忙了。 对于众人来说, 这次获得的线索算是突破性的进展了。 唯一的问题, 就是那场巨熊的袭击中到底有没有生还者? 而生还者最后到底有没有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 伊斯特点头安排道, 那我们继续兵分两路。 兰恩你去追查你获得的线索, 我们继续搜索这附近的山脉。 既然有巨熊出没, 那么维尔卡人在这里一定还有部落存在, 一定会留下让我们可以深入搜寻的痕迹。 兰恩也说道, 我把我的人留下给您帮忙。 您这边是需要人手的。 我的侍从和士兵们都是熟悉。 尊敬您的人, 也愿意听从您的号令。 我只用带上猎魔人们就行。 豪斯站在兰恩的身后, 听此言立刻朝着伊斯特, 行了一礼。 伊斯特担心于兰恩的安全, 似乎还想要补充什么。 但是他看了看兰恩身后的四双琥珀色眼睛, 又联想到兰恩目前所展示出来的战斗力, 最终还是选择了给予兰恩信任。 见到计划已定, 克拉茨伸手喊过队伍里面的艺人。 这人有着典型的岛民长相, 留着胡子,身体健壮, 但是身上的气质却不甚粗犷。 反而很严谨, 让兰恩一时间有些想到自己的老管家恩斯。 果然, 克拉茨接着就朝兰恩介绍起来。 他叫古斯拉夫, 以前是我的副官。 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之后, 就跟着我城堡中的总管, 学习一些管理方面的事务, 成为了管家团的一员, 甚至很快就仅次于我的总管。 但是他忘不了, 拿着盾牌和斧头的生活。 所以我时不时就会把他带出来, 他会带你去爱格罗村的。 古斯拉夫管家朝着兰恩, 行了标准的北方宫廷礼仪。 很荣幸作为您的向导, 兰尼斯特公爵。 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让已经在石凯利格待了一段时间的兰恩 甚至有点不适应。 兰尼斯特公爵深吸一口气, 我也很荣幸。 之后便拜托你了, 古斯拉夫先生。 爱格罗村背靠大山, 面朝大海, 与外界的联系非常寡淡。 如果想要到达这座村子, 就要翻过山头, 经过一条狭窄的, 甚至时不时会有水鬼经过的山道。 或者用更加倒民的方式, 也就是古斯拉夫此刻带着兰恩他们选择的方式, 坐船。 一条小舟, 载着五名猎魔人和科拉茨派遣的管家, 来到了这少有人问津的村落。 没等他们靠岸, 就远远的有村民看到了他们。 兰恩他们看到, 这些村民突然变得非常激动, 远远的朝着这边大喊大叫什么, 双手不住的挥舞着。 他们在说什么? 格德疑惑的问道。 众人摇头。 唯有寇格林姆眯起眼睛, 远远的盯着那几个人的口型。 他在让我们快点靠岸。 有过刺客经历的蛇派猎魔人能够读出唇语。 他还在警告我们, 小心, 海里有, 海妖。 听到寇格林姆的翻译后, 猎魔人们的表情顿时一变。 他们太知道, 一条小船在海面上遇到海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了。 海妖的智商可不低, 相较于人, 他们更加喜欢攻击船, 轻易就能够把众人脚下的载具撕成碎片。 尤其猎魔人们此刻还习惯性的全副武装着, 身上有着不少的铁甲钢片。 除了兰恩可以随时把盔甲收回, 物品兰, 以外, 其他人一落水就会直接沉底。 在大石凯利格岛土生土长的古斯拉夫管家, 连忙安慰变了脸色的猎魔人们。 不用担心, 海妖一般只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出现, 这里是近海不会遭到袭击的。 理论上如此, 但是兰恩他们看着慌张的村民, 又觉得他们脸上的焦急做不得假。 好在最终事情如古斯拉夫管家所料, 海妖终究还是没有出现, 一行人有惊无险的驾船靠岸了。 原本在岸边的村民们立刻围拢了上来, 似乎热心地想要查看这些贸然来村陌生人的情况。 不远处还有几个村民往这边跑过来, 不过他们的手上都拿着鱼叉。 岛民热心尝试一回事, 但是他们的防备心也是顶级的。 岛民属于是那种会提着斧头问倒在地上的 你有事没事的那种人。 要是你说你一切安好, 那么他们拉你一把。 要是你趁机想起什么坏心思, 那么斧头就会落下。 在看到船上下来的五双诡异的眼睛之后, 他们握着鱼叉的手紧了紧。 但是, 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身披三船顿文章的古斯拉夫, 于是又很轻松地把鱼叉放下来了。 人群低声讨论了几句, 很快就有一个年老却见数的长者上前问道, 古斯拉夫先生, 没想到您亲自过来了, 但是距离收税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吧。 说话的是村子的村长, 他显然是熟识古斯拉夫的, 因此节省了很多的交流时间成本。 我这次是带着科拉茨大人的命令来的, 需要询问你们一些事情。 说着, 古斯拉夫让过身子, 这位是兰恩·兰尼斯特·雷安伦大人·辛特拉的公爵。 村长很有礼貌地朝着兰恩行礼, 但是眼睛还是看着古斯拉夫。 古斯拉夫管家皱了皱眉头, 补充道, 他是科拉茨大人的表情。 这回村长露出了如梦出行的表情, 朝着兰恩再次行礼, 做出等待吩咐的姿势。 对于老者, 兰恩先是露出亲和的微笑。 我从大陆北方前来拜访我的表兄, 这段时间在参观大使凯利格岛。 前段时间听说福尔哈拉村有值得纪念的古迹, 所以前去瞻仰。 对于斯瓦伯洛和维尔卡狂战士的事情, 兰恩没有明说, 这些不是随便找个人过来都能够告诉的事情。 但是兰恩却敏锐地观察到, 这老村长在听到福尔哈拉这个名字后, 表情猛地变换了。 有问题。 兰恩不动声色地继续, 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名受伤颇重的年轻人。 他告诉我他来自爱格罗村。 同时告诉我当时还有几名同行的伙伴, 或许逃出来了。 说到这里, 兰恩摇了摇头, 可惜他受伤颇重, 没意会就咽了气。 但是直到最后, 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同伴, 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回村。 听闻兰恩的话, 村长没有立即回答, 反而露出了非常为难的神色, 开始左右固执而言他。 不知道兰尼斯特大人, 为什么会对我们这样小村子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呢? 古斯拉夫非常顺畅地接过兰恩的话, 这是发生在大师凯利格岛上面的事情。 克拉茨大人非常关注, 便派遣我前来了解详情。 而兰尼斯特大人有人心, 希望完成勇士的遗愿。 所以你们前段时间, 有没有年轻人去福尔哈拉村? 事后有没有人回来? 村长的脸色猛然变换了几下, 开始支支吾吾起来。 古斯拉夫有些在意地看了一眼兰恩的方向, 皱起眉头, 不再客气地朝着村长训斥道, 有就有, 没有就是没有, 快说。 有。 肯定的回答传过来, 却不是村长说出来的。 而是站在古斯拉夫管家身后的兰恩。 他的尸童微微亮起, 村庄中的一切都在他的眼中变成了尸真的灰色。 但是, 这一片昏暗的世界之中, 却有一缕缕红色的信息素在飘荡。 这正是猎魔人们在福尔哈拉村记录下来的信息素。 这说明, 确实有人在被巨熊袭击之后, 回到了这个村子里面。 除了兰恩之外, 其他的猎魔人们也都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他们直接掠过村长和村民, 朝着红雾指引的方向前进过去。 但是兰恩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个红雾最终指引的方向却不是村子内部。 他们一路穿过了爱格罗村, 到了离村子大概有一百米左右的一个小木屋。 这个木屋就像是被整个村子排斥了一般, 孤零零地立在这里。 木屋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上面用绳索系着一条破旧的小船。 兰恩在门口重重敲了两下, 等了十几个呼吸之后依旧没有人回应。 没有了耐心的他直接破门而入。 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渔民家的小屋, 没有什么家具, 只有破旧的床和一张鱼网, 一条自制的鱼竿, 简陋的餐具, 还有几个被撬开之后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贝壳。 没有人, 地上有凌乱的衣服, 看样子屋子的主人平时不是很擅长收拾。 兰恩还注意到, 这个房子虽然破旧, 但是不久前似乎简单地经过翻新。 杰洛特用发光的眼睛四处打亮着, 气味到这里就结束了。 显然他在屋子里面清理过了自己, 把血和其他的味道都弄干净了。 没有酒, 没有血, 没有什么香料或者其他气味浓郁的东西。 唯一味道大一点的就是海鲜, 但是这个村子里面到处都是海鲜, 我们没有办法单靠感官去追踪它了。 不, 足够了, 确认确实有人回来了就可以, 接下来就有别人给我们解答了。 兰恩说道。 他转过头, 看向被强行押过来的村长, 还有在村长身后脸色难看的古斯拉夫。 跟着兰尼斯特大人的可是猎魔人大师, 他们什么都知道。 你以为不说话有用吗? 古斯拉夫大声训斥村长。 这里住着的是谁? 你为什么要对兰尼斯特大人隐瞒他? 快说! 村长的脸清一阵白一阵, 反复变化了好几次, 才终于长叹一声开了口。 房屋的主人叫做比尔。 爱格罗村和岛上大多数靠海的村子一样, 都靠着打鱼为生。 但是和那些村子不同, 因为爱格罗村地处偏僻, 因此经常受到魔物的侵扰。 有水鬼, 逆鬼, 这些小型的魔物还好, 村民们三五截队一起出海, 拿着鱼叉也能够勉强应付。 但是真正困扰渔民的, 是另一种魔物, 海妖, 也称作海科纳。 这种魔物被认为是阴身女妖的近亲, 除了同样可以在空中翱翔的能力之外, 还能够在水下潜游, 对于任何的船只都是致命的威胁。 也是因此, 爱格罗村的渔民们日子过得格外清贫。 要么, 他们得冒着生命危险在村子附近打鱼,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什么的, 就要返航, 一天下来收获寥寥。 要么, 他们得跋山涉水到人际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 那里的魔物们比较少。 但是这样不说路上耗费的时间, 人际繁华的地方渔民也多, 谁会愿意外村人过来抢自己的渔货。 每一代村长都头疼于村民的生活和村子的发展。 如果不是碍于客观的原因, 村长甚至还动过千村的念头,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就是兰恩他们所在的屋子的主人, 比尔。 比尔每次出海都能够有超过别人不知道多少倍的收获。 有的时候, 他一个人就能够抵得上一个村子。 老村长支支吾吾的说道, 后来有渔民去找他请教方法, 但是他不说, 只邀请其他人跟他同船一起出海。 老村长明明说着高兴的事情, 却还是一句话一叹息。 于是, 每个跟随比尔一起出海的人都能够满载而归。 兰恩看着村长的表情, 困苦的村民获得生活的改善, 村子里面出了有能力的年轻人, 这不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可是, 为什么你的语气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为村子的好转感到欣喜呢? 科恩打量着破旧的屋子, 一己之力改善了村子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居住在这种地方? 不但远离人群, 而且屋子还这么破旧, 不像是有太多财产的样子。 寇格林姆看着地上脱下来的破旧衣服, 而且, 为什么他和人登上山巅? 捡了一条命跑回村子之后,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们隐瞒他的存在? 村长又沉默了, 古斯拉夫见此大为火光, 只觉得, 今天大师凯利格岛的人在兰恩面前实在丢了太多的面子, 一点都不荣耀。 没听到兰尼斯特大人和猎魔人大师们的问题吗? 快说! 村长如动了几下嘴唇, 最终任命一般的抱住脑袋, 哀叹道。 比尔虽然一直带着同伴出海, 但是一直不告诉我们他能够避开怪物的秘诀。 我们好奇不已, 却又不想太过逼迫他, 所以被安排人轮番监视他。 除了兰恩之外的猎魔人们很整齐地轻笑一声, 似乎对于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意外。 而古斯拉夫的脸色更差了。 村长偷眼看了一眼兰恩他们, 继续说道:"直到我们等到一个夜晚, 看到比尔悄悄地溜了出去, 看到他在海边就着月光宰杀白天捕捉到的渔祸。 他在那里旁若无人地放血, 朝着海中投食, 还在唱一些旋律诡异的歌谣一样的东西。 兰恩一行人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 联想到自己之前收集到的情报, 在结合比尔的行为, 一个念头从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这个比尔, 难道在用海货进行血迹? 他是斯瓦伯洛的信徒。 格德惊呼出声, 村长却扑通一声朝着古斯拉夫跪了下来。 他太知道在史凯利格祭祀斯斯瓦伯洛意味着什么了。 不, 就算是整个村子都破败了, 我们也做不出祭祀邪神的事情来的。 村长连忙朝着克莱特家族的管家解释, 担心对方误会。 古斯拉夫原本都准备拔斧头了, 这才强行按捺住, 但是他的手依旧按在斧柄之上。 那么你告诉我, 你们的那个有能力的比尔, 为什么要在晚上将自己好不容易捕捞到的渔祸投进大海? 村长颤颤巍巍地从地上起来, 那一晚知道比尔有秘密的行动之后, 他也跟着一起去了海边。 直到现在, 他回忆起那一幕还是说不出的, 诡异。 我看到, 在比尔唱出那奇怪的歌之后, 一个东西从海里面游了出来。 那是一条美人鱼。 村长捂住了脑袋。 我原本以为, 比尔是掌握了什么训养怪物的方法。 但是, 随后我就看到他们互相依偎, 互相拥抱, 亲吻。 乃至于更加亲密的动作, 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死! 兰恩猛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阵抽冷气的声音。 回头一看, 只见到寇格林姆和柯恩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甚至还带着一点点羡慕。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杰洛特和格德, 此刻脸上也满是惊叹。 美人鱼的图片就不好发了。 我担心, 连着这一张都被审核掉。 大家自助一下好了。 第229章, 这年头适合杀魅正道。 美人鱼, Siren, 被认为是女海妖中的特殊个体, 与阴神女妖是远亲。 后者或许有几分可信, 但是前者却被学者和术士们所怀疑。 因为女海妖虽然有着如同人类女性一般自然而美丽的上半身, 但是在捕食的时候, 她们依旧会露出宛若深海恶兽的真容。 反观美人鱼, 她们虽然也有捕食行为, 但是她们时刻美丽。 而最重要的是, 女海妖更接近野兽, 魔物, 少有理智和智慧。 而美人鱼, 它们其实是有语言的。 精通语言学的学者们确信, 美人鱼的语言是上古语的某只遍体, 有着独特的旋律, 讲起话来更像唱歌。 而既然有语言, 由此就可以延伸出一个更加令人细思恐急的猜测。 美人鱼是有文明的, 或许就在深海之中。 不过普通的老百姓们不会关心这个。 他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关于美人鱼的爱情传说。 据说他们有时会跃出水面, 坐在礁石上, 接受男性人类的求爱。 杰洛特就曾经见证过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原著的短篇小说集中, 某地的公爵, 曾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条美人鱼, 委托精通上古语的杰洛特, 来帮忙转达自己的心意。 再次感叹一声狼拍猎魔人的知识渊博, 公爵希望美人鱼能够放弃海洋的生活, 与自己成婚, 结果遭到了拒绝。 随后, 闷闷不乐的公爵委托杰洛特调查几桩凶杀案, 却发现凶兽来自于某个神秘的水下智慧种族。 很快, 这群被称为海洋居民的种族和地上的人发生了冲突, 战争一触即发。 幸好最终公爵所爱的那条美人鱼及时出现, 他用魔法将自己的尾巴变成了双腿, 与公爵成婚, 阻止了陆地与海洋的冲突。 一个读起来相当美好的故事。 不过到了现在, 美人鱼已经很少在接受水手们笨拙地求爱或者达官贵人们的示好, 可能是因为有太多寂寞的水手绑架他们。 自从我记事起, 我的父亲就告诫过我。 海上如果你听到有美丽的女人唱歌, 就要马上掉头, 即使会往暴风雨前进, 也是。 人鱼的外表只是伪装, 他们凶残至极。 遇到他们的第一时间就应该拔出斧头。 老村长信誓旦旦地说道, 那条人鱼的最终目的一定是我们全村老小的性命, 比尔被那有着下流外表的怪物所蛊惑了。 兰安与身后的几名猎魔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尤其是杰洛特。 经验丰富的狼拍猎魔人摇了摇头。 他不排除那条美人鱼本性善良的猜想, 但是还是需要亲眼见到才能够确定。 对于魔物或者其他神秘种族的任何绝对化刻板印象都可能招致悲剧。 兰安顺着老村长的话继续往下问。 你们看到, 那个比尔在夜会美人鱼, 后来呢? 你们把美人鱼杀了, 然后让村里的青年绑着比尔去了福尔哈拉村, 想把他喂熊。 古斯拉夫管家的眼神非常配合的顺着兰安的画变得凌厉起来, 让老村长扑通一声再次跪了下来。 两位大人, 我们可没有那种本事啊。 就在我们看到那条美人鱼的那一刻, 美人鱼也发现了我们, 立刻就前进海里, 消失不见了。 老村长哀叹地说道, 而比尔发现我们之后, 他居然跟我们说, 那条美人鱼是善良的, 就是因为他, 我们村子的生活, 才得以改善。 他说他正在想办法让那条美人鱼获得上岸的能力, 实在不行的话, 就想办法让自己获得水下呼吸的能力, 无论是哪一种方法, 最终他们都会留下来继续帮助村子, 让我们成为大师凯利格岛最富有的村子。 猎魔人们再次对视一眼, 杰洛特这次微微点头, 表示, 就和美人鱼能够获得双腿一样, 人类也能够在某些宛如树精转换一般的魔法中, 获得水下生活的能力, 和自己的美人鱼伴侣, 双宿双漆。 而老村长还在感叹着, 这孩子, 就是看了太多外面的故事, 我们史凯利格人会相信这种滑稽的荒诞传闻吗? 小孩子都不信。 兰恩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是为了这座村子, 还是为了那个青年比尔, 亦或者是那条不知名的美人鱼, 为什么比尔会上福尔哈拉村, 而且还有着你们村子的青年陪同? 那是他的荣耀试炼, 我居然听信了他的鬼话。 老村长满脸懊悔, 为了不让村子被人鱼毁掉, 我们打算组织人手, 并且向领主求援对人鱼进行捕杀。 但是比尔阻止了我们, 说他愿意去福尔哈拉村探索真相, 获得荣耀, 以此换取我们不去捕杀人鱼。 虽然斯瓦伯洛教派被覆灭, 但是试图找回走势羔羊的牧人, 和试图躲避风雪的旅人都赌咒发誓过, 新鲜的血液在斯瓦伯洛的祭坛上反射着阳光, 地下的洞穴里仍然响彻着巨熊的咆哮, 比尔就发誓他会带回巨熊的头颅。 老村长懊悔得垂胸顿足, 石凯利格人不能阻止岛民去获得荣耀, 所以我们同意了并且派出了村子里面最健壮的四个小伙子监督他, 防止他逃跑。 结果却没想到只有比尔一个人逃了回来, 一定是那条人鱼用了邪恶的魔法。 而比尔和他同流合污。 兰安一行人却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知道是维尔卡人所画的巨熊杀死了这一对希望获得荣耀的小队, 而比尔自己也是死里逃生。 只是不知道比尔这么信心十足地上山的底气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希望通过爱情给予他力量? 亦或者他想着倘若自己死在福尔哈拉村, 就能够一命换一命让乡亲们放弃捕杀美人鱼。 兰安摇摇头追问道:"那么比尔现在人呢?" 老村长的眼神中流露出仇恨。 那个没有荣誉的卑劣之徒居然还赶回村子。 我们原本准备出绝他, 让他对欺骗我们付出代价。 结果他却跑进了我们附近山区里面一个复杂的山洞之中, 那里栖息着大量的海妖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我们村子的近海也开始出现海妖了。 老村长愤愤不平, 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看根本不是比尔被人鱼诱惑了, 而是他们串通在一起要毁灭我们的村子。 兰安再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为了这个村子,也为了比尔。 不过现在至少能够证明, 比尔暂时还活着了。 希望他和人鱼之间的爱情, 能够让他在女海妖出没的地方, 安然无恙吧。 把那个遍布着海妖的洞穴位置指给我, 我需要找到他。 史凯利格有很多与眼前洞穴相似的地形。 洞穴的入口宽广而深邃, 两侧的岩墙依托着山崖, 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人高的空洞。 一些幽暗而令人不安的阳光透过岩石洞壁的裂缝和这些空洞里面射净, 把这山洞照亮成迷幻的样子。 啪啪一声, 穿着钢铁护镜的脚踩进了水中。 海水没过脚踝, 带来不舒服的浸泡感。 就是这里的大人, 还有大师们。 老村长朝着猎魔人们和古斯拉夫管家说道。 兰恩看着洞穴内部伴随着岩石的低翁和微光的闪烁。 山洞深处时不时还会传来声声低思。 这些思鸣让本来就在发抖的老村长抖得更加厉害了。 你先回去吧。 辛苦待路了。 兰恩淡淡地说道。 老村长忙不迭地鞠躬跑开, 再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一秒。 随后, 兰恩把视线转向古斯拉夫。 这明克拉茨曾经的副官坚定地摇头。 伯爵大人派遣我为您的向导。 那么我就没有让您独自探索险地的道理。 兰恩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膀。 那就准备好你的武器。 走入洞穴, 施贤魏的气息顿时朝着众人扑面而来。 众人踩踏着海水的声音在洞穴里面很快开始回荡。 而那隐隐约约的嘶鸣之声却马上就停止了。 显然, 洞穴里面的怪物察觉到了兰恩一行人的存在。 但是, 他们没有立刻朝着众人袭击过来。 似乎是想要施展什么其他的手段。 兰恩注意到, 寇格林姆似乎格外的兴奋, 其中还掺杂着一丝好奇。 我是南方人。 寇格林姆解释道, 哪怕后来北上寻找学派装备图纸, 遇到的也多是阴神女妖, 却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妖。 我听说这种魔物格外的懂得, 诱惑人, 早就想见识见识了。 另外四双猎魔人的眼睛, 视线到了寇格林姆的身上。 但是随后又颇为认同且了然地点了点头。 兰恩鼓励道, 那一会你打头阵。 寇格林姆欣然阴韵, 脸上浮起一阵不正常的嘲红, 但是她手上的动作却不慢, 快速而稳定地给自己的营件上了一层蛇派特制的混合寿箭油。 随着众人的前进, 前方很快出现了一个好似天井一般的空地, 以及一个靓丽的身影。 她有着与群岛女人截然不同的白皙皮肤, 上面撒着晶莹的水珠, 在洞穴微光的照射下更显娇柔。 她有着一头略微卷曲的金色长发, 上面有着微微的湿感, 贴在修长的脖子上面又显魅惑。 最重要的是, 她的穿着非常的海洋, 寂静的自然, 甚至连传说中那样用贝壳作为遮挡物这样的行为都没有。 就这么把有着美好弧度的肌肤暴露在从天而降的阳光和众人聚焦的目光之中。 水珠从头发上滴落, 从肌肤上面缓缓划过, 最后深入到了她腰部以下的鳞片中。 这就是海妖。 吟? 有声音在众人的耳畔开始回荡。 不是歌声, 因为眼前的不是美人鱼。 传入众人耳中的是, 恍若鲸鱼轻盈一般的回响, 空气悠然, 足够让听者放下警惕。 寇格林姆张开双臂拦住身后的同伴, 表示自己此时择无旁贷, 自领先锋。 再给自己刷上一层, 昆恩法印。 之后, 她倒提着蛇手迎剑将剑刃藏在自己的身后, 缓缓接近眼前的海妖。 毒蛇一般的猎魔人收起了力尺, 反而开始频繁地吐信, 眼颈贪婪地观察着海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 啊, 上半身是这样的, 果然与人类没有什么区别。 这反而是最大的区别, 因为生长着的一切都太过标准了, 恍若雕塑一般。 至于这下半身,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狩猎的器官。 不是鱼尾, 因为是海妖嘛, 看着更像长着其的蛇尾。 琥珀色的蛇童越来越亮, 蛇拍猎魔人的表情也越来越专注。 而正被寇格林姆用眼神审视着的海妖, 则极其少女姿态地歪了歪头, 似乎极为好奇眼前人的动作和口中念叨的话。 她从仰面朝天的半躺姿势突然换成了坐姿, 同时, 身体缓缓地开始朝着寇格林姆前倾。 那张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但是那双恍若湖水一般纯净的眼睛中, 却映照出了没有掺杂一丝被世间污染的纯净。 至于她的身体, 则因为骤然变大的动作, 让头发、肌肤, 以及上面的露珠都开始好似被风吹动的水面一样, 微微波动了起来。 兰恩听到身边猛然传来了喉咙吞咽的声音, 回头一看, 狼, 熊, 施救三名猎魔人都是面无表情。 发出声音的是古斯拉夫管家。 岛民是知道海妖的厉害的, 这明克拉茨曾经的副官在进入洞穴之后就是武器握得最紧的一个人。 但是此刻, 哪怕做足了心理建设, 古斯拉夫管家依旧因为海妖的动作而心神俱阵。 啊, 熙溜, 连动作都是这么的女人化。 她们是有专门观察过, 学习过人类的姿态吗? 还是本能的反应? 不过看她, 是她的动作, 怎么觉得这么熟悉呢? 有点像是, 寇格林姆极具学术探索的自言自语, 还没有结束。 眼前有着亮丽上半身的海妖, 猛然化成了一条黑影。 有点像是蛇类捕食的前奏啊。 猎魔人的话姗姗来迟, 化成黑影, 是因为常人肉眼难以捕捉到海妖的弹射速度。 她刚刚那让浑身开始波动的身体前倾, 其实是捕食之前的蓄力。 而在猎魔人的琥珀蛇童中, 则清楚地印照出了海妖的每一寸变化。 她的嘴角猛然裂开, 露出了不满尖利细齿的鱼唇。 脸上和身上的皮肤好似波浪一阵翻涌, 竖起了蓝紫色的细鳞。 与上半身鳞片颜色一致的尾巴则用力在半空甩动, 猛然弹射出了手掌掌的骨刺。 她的背后则展开了巨大的阴影,露出了一对蝙蝠一般猙獰的奇异。 四嘎! 空气的吟唱变成了刺耳的吼叫。 场景一下子从朦胧梦幻转变成了众口猎奇。 如果真的是一个在海上漂泊了许久的寂寞水手, 经过了这么一趟诱惑, 肯定早就已经放下了戒备。 而哪怕是心思沉稳之人, 经过了这梦幻到猎奇的转变, 惊吓之下肯定也会忘记了反抗。 好在站在这头海妖面前的, 是一星座学术探讨的寇格林姆。 如果是科恩或者兰恩, 此刻会选择用阿尔德法印, 或者伊格尼法印直接胡到那张吓人的脸上。 但是寇格林姆的法印没有这么强, 她担心对方可能会冲破自己的法印攻击到自己身上。 于是她一个轻巧的转身, 就好像一条更加灵活的毒蛇在戏弄一条鱿鱼。 接着她反手像是挥舞一把大号的匕首一样, 挥出了倒提着的银剑。 湖光闪烁, 血光蹦践, 寇格林姆没有用多大的力气, 仅仅划开了已经被灵片覆盖的海妖被捕。 但是海妖却淒厉地惨叫起来, 因为那被划开的血肉, 好似被泼了强酸一样开始冒出浓郁的白烟, 紧接着就有黑紫色的纹路开始朝着伤口的四周蔓延。 毒蛇一般的猎魔人缓缓后退两步, 甩了甩徒满学派特制剑游的银剑, 她有自信再过十个呼吸左右, 这只海妖就会自己断气。 看着好像一条海鱼一般在地上扑腾的海妖, 寇格林姆叹了一口气。 我突然对他们没什么研究的心思了。 下一秒, 那自知生命垂危的海妖突然死死地扣住了地面, 那变得好似阴损一般的利爪, 转瞬间又变回了少女的青葱模样。 等她抬头的时候, 脸上细密的鳞片也重新变回了娇嫩的皮肤。 那双湖水一般的眼睛真正开始溢出了水, 连原本没有丝毫波澜的表情都变得楚楚可怜了起来。 赢! 听着包含七婉情感的哭声, 寇格林姆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 居然还会求饶吗? 联想到之前还会进行伪装和诱惑的行为, 果然海妖的智商不是一般的高啊。 兰恩眯起了眼睛。 她抬头, 若有所思地看着山洞顶端的那些裂缝和空洞, 原本照射阳光进来的地方突然被转瞬即逝的阴影遮盖了一下。 回头, 兰恩看向正兴致勃勃的寇格林姆说道, 我并不觉得她是在求饶。 斯嘎! 下一秒, 七八个游蛇一般的身影从岩壁的空洞之中挤了进来。 随后, 他们猛然张开双翼, 沿着岩壁发出刺耳的嘶吼。 似是在回应下面冰死的同伴, 又像是在恐吓杀气腾腾的猎魔人们。 猎魔人们同一时间举起手中的十字弩, 开始瞄准天上的海妖。 寇格林姆, 你还想要继续研究吗? 蛇派猎魔人看了看地上七碗的海妖, 又看了看天上猎气外貌的海妖们, 满脸遗憾地摇了摇头。 那好, 兰恩轻笑一声, 朝着天上抬起了左手。 对付这些飞在天上的敌人, 搅乱空气的流动让他们失去平衡而坠地, 就效率上来说远比射箭击中他们要高。 省一省见识吧, 尚嫌也挺麻烦的。 兰恩回头劝道, 又叮嘱了两句, 裹好衣服, 一会儿会比较冷。 说完, 不等杰洛特他们反应, 巨量的魔力已经凝聚在兰恩的手中之中。 阿尔德法印, 刺骨, 魔力爆发。 明明还没到冬天, 明明是在山洞内部, 此刻却突然席卷起了暴风雪。 仅仅只是一瞬间, 半空中迅捷的黑影都因为风压的作用摊了开来, 被紧紧地压制在岩壁之上, 无法动弹。 而紧接着, 由于特殊的地形, 念力冲击形成的风暴围绕着岩壁开始旋转起来, 居然形成了一场小型的龙卷。 刚刚还贴在岩壁上面的海妖, 此刻再次在自己巨大双翼的带动下, 不受控制地滚动起来, 沿途不时刻到石块咕噜噜地滚下来。 四名猎魔人微微眯上了眼睛, 往兰恩的方向靠拢两步。 古斯拉夫紧紧钻住自己的衣领和袖口, 牙齿打颤, 却面色潮红。 这就是辛克拉的雄狮。 格德好像想起了什么, 突然靠近科恩, 问道, 蓝恩有很多神奇的法印, 他的亚登不会攻击自己人, 他的亚克席能够催眠魔法生物, 现在他的阿尔德还有着冰冻的效果。 我之前想找他探讨一下这些法印, 但是他说, 这些是施旧学派的特长, 推脱了。 你能教教我吗? 我拿熊派的昆恩秘诀跟你换。 天井内的风暴很大, 格德的声音很快就被气流带走, 根本传不到科恩的耳朵里面。 你说什么? 我只能看到你的嘴唇在动。 施旧学派的前辈大声喊着, 面色迷茫。 格德愣了一下, 把双手像是喇叭一样在嘴边合拢。 我说, 你能够教教这些神奇的法印吗? 我拿熊派的昆恩秘诀来换。 科恩在暴风雪中猛然打了个哆嗦。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蓝恩并没有持续地喷射风暴, 实在是这个圆筒状的天然地形太适合阿尔德法印的施展, 居然把自己的法印变成了持续性的攻击。 噗通,噗通。 当风暴好不容易减弱一点之后, 天上的海妖终于掉落在了地上。 它们甚至还被残存的风流带着在地上滑动, 被尖利的石头时不时地划开皮肤。 它们的身上裹着一层薄薄的冰晶, 流出来的血也很快就凝固起来, 翅膀更是彻底冻僵, 短时间内肯定是飞不起来了。 猎魔人们收起十字弩, 动作整齐地拔出背后银剑, 缓步上前。 面目猙獰的海妖们似乎连皮肤和鳞片都冻僵了, 连转换成少女的姿态求饶,迷惑都做不到了。 只剩下一开始被寇格铃母划伤的那只海妖在七晚的哀嚎。 咦? 她的声音猛然高炕起来, 好似回光返照。 她体内的蛇派毒素也在这一时刻彻底爆发出来, 给予了她超量的痛苦, 即将夺走她的生命。 然而, 就在兰安他们提见正要刺进海妖们的身体中的时候, 一个青年的声音突然在山洞之中响起。 住手, 请住手, 仁慈的大人们, 发发慈悲吧。 猎魔人们停住脚步, 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第230章 草莽英雄 五双颜色各异的眼睛一起看向这个刚刚跑出来, 企图阻止猎魔人杀死海妖的陌生青年。 他有着非常典型的倒民特征, 棕灰色头发, 身材健硕, 皮肤屈黑。 要是说, 有什么不同的话。 他的脸很俊, 浓眉大眼, 又带着一点小村青年独有的纯真, 一眼纯真的那种纯真。 与那些外貌粗犷, 甚至是五官随便长长的村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此时, 他那张俊脸上面满是血痕, 双颊村裂而发灰, 肮脏不堪, 还有着浓重的黑眼圈。 那一瞬间, 甚至让兰安想起了布洛克伐家族的领主乌达瑞克。 这又是一张好似麻药粉磕多了脸。 而在众烈魔人的视线中, 浓重的红色烟雾围绕在他的身旁, 那是烈魔人感官视野中的性稀疏。 他就是众人一直寻找的死里逃生的青年与美人与交往亲密的勇士。 比尔, 兰安没有把剑收回来, 只是盯着青年的脸, 朝他确定道。 寇格林姆和格德对着比尔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上下打量着这个青年, 却发现他的状态实在算不上好。 除了那张显得人格外虚弱的脸之外,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 甚至可以说只剩下布条裹住了丝处一样, 上面满是撕扯的痕迹, 而且鲜血淋漓。 但是, 比尔却对自己的状态置若罔闻。 他大步跑上前来似乎想要阻止兰恩等人残杀海妖, 但是又被猎魔人们身上的气势所射。 于是他只能在离着兰恩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手足无措。 不知道这位大人是如何知道我的名字的。 但是我, 确实是比尔。 青年焦急地看着侧躺在地上哀鸣的海妖, 那温柔和焦急的眼神就好像在看自己的妹妹。 不过, 青年转头就看到了穿着克莱特家族文章的古斯拉夫, 立刻向着他拜了下来, 希望他能够下令解救饶过这些海妖。 古斯拉夫还沉浸在兰恩刚刚施展出来的暴风雪中, 那是德鲁伊之环中的强者才能够媲美的能力。 而且根据传闻, 辛特拉的雄狮更加擅长刀剑技艺。 他板着脸, 朝着兰恩的方向示意。 这位是辛特拉的公爵, 兰恩, 兰尼斯特, 雷安伦大人, 克拉茨大人的表亲。 于是, 青年比尔再次朝着兰恩的方向拜下, 不住地求饶。 兰尼斯特大人, 这些海妖并没有恶意的, 他们只是想要保护我而已。 他们只是由他拜托过来保护我的而已。 就在青年比尔说话的时候, 众烈魔人注意到, 这些海妖似乎看到了什么极其厌恶又极其惧怕的东西。 为了远离比尔, 他们甚至都主动朝着猎魔人们的方向, 逃窜, 挣扎。 这很反常。 他们的反应可不像是要保护你啊。 兰恩摇了摇头, 环顾四周说道:" 我听说过关于你的传闻, 关于美人鱼的评价我不置可否。 但是你看看四周。 兰恩用手指了指天井的几个方向, 这里是海妖的巢穴, 而这里遍布着血迹。 我不管你是为了爱情还是什么, 但是身为人类, 你的立场也必须是人类。 他们是吃了人的魔物, 那么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比尔还是败在地上, 头也不抬, 不会的, 这位大人。 自从我来了之后, 他们从来没有外出捕猎过, 甚至数量还越来越少了。 他们没有伤害别人, 反而是人在伤害他们。 古斯拉夫的眉头皱了起来, 看向这个大言不惭的青年。 而兰恩也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 这个青年的状态有点过于亢奋了, 但是语言的逻辑又十分混乱, 难道真的是磕了麻药粉? 寇格林姆突然凑上前, 在兰恩耳边隐晦地提到, 这些地上的血不是人血, 而是, 蛇派猎魔人的视线朝着海妖的方向示意。 兰恩愣了一下, 看着青年比尔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们从福尔哈拉丛尔来, 在那里见到了一名你的同伴。 听到兰恩的话, 比尔的身体猛然抖了一下, 那话语中的几个关键词似乎很刺激他。 你们见到了熊, 对吧? 或者我说的直接一点, 你见到了维尔卡人, 对吧? 比尔在地上, 犹豫了半天, 一动不动。 兰恩皱起眉头, 说道:"抬头, 看着我。 这回比尔没有犹豫, 一眼抬起头颅, 入墓地却是一只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左手。 亚克洗法印, 魅惑术。 比尔的表情渐渐迷茫起来, 而兰恩的脸色却开始变得严肃。 怎么了? 杰洛特上前关切道:" 这个人有点不对劲。 兰恩皱眉, 催眠他消耗的魔力, 跟催眠一头魔物一样。 不, 甚至更多一点, 堪比催眠一个一般的术士。 杰洛特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白狼就开始分析,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美人鱼的缘故。 就好像这个青年说这些海妖是保护他的一样, 这种精神上的防护也是美人鱼的魔法效果。 兰恩目录思索:" 可是这样的手段连术士都办不到吧?" 杰洛特摇头:" 这不是强度的问题, 或许只是体系的不同。 我亲眼见过美人鱼把自己的鱼尾变成双腿。 这是大部分术士都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 若要说他有多么高深的魔法造诣吗?" 也不见得。 格德也适时地给出了自己的猜想。 我记得, 美人鱼是可以用歌声催眠水手的吧。 说不定这个比尔就是听美人鱼的歌听多了, 产生了精神方面的抗性。 亦或者就是他天赋异禀天生如此, 因此才能够吸引美人鱼。 他们说的都有几分道理。 或许吧。 兰恩摇摇头, 看着比尔已经彻底陷入被催眠的状态。 兰恩冲着他问道:"你的名字?" 兰恩, 你与美人鱼相恋。 是或者不是?" 是。 兰恩点头, 问出了自己一行人到此的目的。 他没有想到, 自己此次的收获会比想象中还要多。 世间虽然残酷, 世道虽然艰辛, 但是童话永远都是存在的。 比尔就觉得自己是幸运, 获得了诗歌, 传说中的待遇。 他遇见了美人鱼, 并且与这美丽的生物相爱了。 虽然不是以刀剑和个人的无勇来实践诗歌,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爱情往往比力量更加吸引人。 更何况, 美人鱼给予比尔的不仅仅是爱情的滋润, 它还有着神奇的魔法, 能够让比尔归避开近海的魔物, 让他每天都能够满载渔祸而归, 甚至连村子里面其他的村民都能够造福到。 可惜, 之后的情况急转而下, 基本和兰安他们了解到的情报差不多。 比尔与美人鱼相恋的事情被村民发现, 恐惧未知的村民认为美人鱼是祸害, 于是组织人手捕杀, 最后被比尔用荣耀试炼的理由阻止。 转折点出现在福尔哈拉那里。 我们上山的时候, 听到了好似歌谣一般的声音, 仿佛我们像着圣母弗雷亚祷告一样的旋律。 但是他们的声音更加高亢, 一头石楷利格巨熊突然冲了出来。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熊, 但是它的脚步却好像猎豹一样轻。 我们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 或者说我们哪怕反应过来也没用。 我一个照面就昏了过去, 同伴们或许有人逃掉了, 或许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昏过去还能够醒过来。 寇格林姆挑了挑眉头。 你醒过来就发现巨熊和同伴都不见了, 所以你自己回村了。 这是非常经典的悬疑描写。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就不会有什么收获了。 但是催眠中的比尔对于寇格林姆的发问, 炙弱网闻, 继续说道。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被那头巨熊叼在嘴里。 他咬着我的胳膊, 却保留了力道, 似乎是想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我中间昏迷了好几次, 又醒了好几次。 等彻底清醒的时候, 我们身边围了一圈人, 他们都是战士。 而领头的人拿着一根橡木法杖, 我猜测他是德鲁伊。 蓝恩的精神猛然一震, 听着自述, 眼前的青年是被带到了维尔卡人的聚集地里面去了, 甚至还亲眼见到了维尔卡人。 那名德鲁伊告诉我们, 从今以后我也是维尔卡人了, 同时要我举行维尔卡人的仪式。 他们给我的身上涂抹了一些动物的内脏, 蜂蜜, 还有其他东西, 据说是吸引熊的东西。 随后又给我吃下一种颜色诡异的蘑菇, 然后一边对着一座巨熊的木雕高呼着斯瓦伯洛, 一边把我们丢进一个山洞里面。 说到这里的时候, 哪怕依旧处于催眠状态, 比尔也开始不住地颤抖。 巨熊很快就被我们吸引过来了, 我从来没有在施凯利格一口气见过这么多的熊。 我才发现, 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一起作为被献给熊的祭品, 他们都失去了理智。 我在吃下了蘑菇之后, 也一直是恍惚的, 但是我保有一点神志。 我趁着巨熊狩猎另外几个人的时候逃了出来, 一路回到村子。 但是村长还没等我解释, 但是, 就像我晾出了鱼叉。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去哪里, 只记得希纳兹以前跟我说过, 如果哪天我遇到了危险, 就可以来这里, 这里的海妖不会伤害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兰恩和猎魔人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这个故事实在是离弃过了头, 但是里面显示出来的信息量却大得惊人。 古斯拉夫咽了一口唾沫, 让信徒喝下特殊的草药, 然后让他们与巨熊搏斗。 最终, 勇士会被巨熊吞噬, 但是站起来的, 却会是真正的维尔卡战士。 这是维尔卡狂战士的诞生过程。 以前只有他们部族里面的最强者, 才能够进行的仪式。 现在怎么? 兰恩接过了他的话头。 现在他们随手从山间绑过来的村民, 都让他们去进行这个仪式。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 维尔卡人, 或者说斯瓦伯洛教派, 他们在想方设法地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他们想量铲狂战士。 古斯拉夫的眼神惊恐起来。 他们要卷土重来, 报复史凯利格人吗? 必须要把这个消息, 尽快报告给克拉茨大人。 要报告给布兰陛下。 我们回去之后, 就第一时间报告这个事情。 恰好我们也是来寻找维尔卡人的。 兰恩看向比尔, 而他能够带我们去到维尔卡人的聚集地。 兰恩此刻已经停止了法印的魔力攻击。 而比尔也很快就从催眠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惊慌失措地看着周围。 这极快的恢复速度, 看得兰恩又挑了挑眉。 你的美人鱼呢? 刚刚你似乎说了他的名字, 是西纳兹, 对吧? 比尔匍匐在地发着抖, 似乎是在祈求。 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西纳兹了, 他一定是被吓跑了。 不要说谎, 你知道我能够让你说出真相的。 而且到时候, 你一定说的比我想要的还要多。 比尔颤抖得更加剧烈了, 我真的再没见过他。 兰恩叹了一口气, 把地上还在挣扎的海妖踢到一边。 既然你已经恢复了理智, 那你一定知道自己, 遇到了什么人。 那是整个施凯利格岛的敌人, 也是我们此行的敌人。 我来到艾格罗村找, 你就是为此。 兰恩寻寻善诱道。 而你是唯一到达过他们藏身处的人, 那你肯定也能够原路返回去。 而作为向导, 消灭掉了整个施凯利格的敌人。 你觉得, 这会是多大的荣耀? 以这样的名声加深, 我相信, 再不会有人去, 伤害你的西纳兹。 甚至连布兰王和我的表兄, 都会主动帮助你们。 比尔猛然抬头, 那双眼带浓重的浑浊眼睛里面, 突然开始闪光。 您? 您说真的? 古斯拉夫管家怒斥比尔。 你是觉得, 莱尼斯特大人, 会屈尊欺骗你吗? 比尔再次惶恐地低下头。 兰恩朝着古斯拉夫摆摆手, 朝着比尔放低了声音, 我没有必要骗你。 而且我相信, 你也看到了我的能力。 我可以强行让你带我们过去, 甚至不需要你的同意。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个人才, 你有着天赋。 所以我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变成聪明人, 然后重拾荣耀的机会。 比尔的身体颤抖了两下, 似乎是回想起来最近发生的事情。 十根手指, 狠狠扣进了脚下的被海水浸泡湿润的土地中。 最终, 他把整个身子都辅至地上, 朝着兰恩高声效忠, 感谢您给予我的机会, 兰尼斯特大人。 兰恩满意地点点头。 在兰恩的示意下, 比尔站起身来,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大人, 我还是想让您知道, 回来的时候我神志半梦半醒, 而且跑得很仓皇, 所以具体的路线是记不清了, 脑子里面只有个大概。 兰恩不慎在意地摆摆手, 暗金色的诗童亮了一亮。 你走过的地方, 一定会留下痕迹。 而我们只需要痕迹, 就能够追溯到本体。 没有再去爱格罗村子的必要, 有了兰恩的承诺之后, 哪怕是比尔, 也不想要再见到那里的人。 一行人竟直回到了科拉茨 和伊斯特等人所在的位置, 向他们诉说了自己此行获得的收获。 克拉茨和伊斯特的情绪可谓是大起大落了一番, 因为兰恩他们带过来的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 就好像有人在他们面前背诵儿童的睡前故事一样, 还只背了一半。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直接跟着这个幸运的小子摸到斯瓦伯洛教派的藏身之处。 面对这个问题, 伊斯特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 现在的情况跟我们预计的出路太大了。 巅峰时期的斯瓦伯洛教派也没有多少狂战士, 再加上我们在宴会上又杀死了几个。 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去剿灭教派的残党, 但是现在看来远非如此。 伊斯特分析道, 他们既然能够这样不计代价地制造狂战士, 就一定有能够控制他们的方法。 要知道, 一头这么大体型的巨熊正面是能够冲散一个小队的。 如果这些巨熊成群作战, 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说着, 他回过头来看向自己的士兵们, 他们追随我是为了荣耀。 而我要为他们的生命负责。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王位争夺战了。 而是是关到整个史凯利格的大事件。 思存片刻之后, 伊斯特决定道, 我们需要两名经验丰富的猎魔人, 跟着这个幸运的小子先摸清楚维尔卡人的藏身处。 而克拉茨你回去调动家族内部尽可能多的士兵。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向其他家族求援。 克拉茨欲言又止。 伊斯特知道自己的外甥想要说什么, 抬手堵住了他的话。 王位不算什么了, 史凯利格的安危最重要。 我难以想象, 斯瓦伯洛教派以隐蔽的方式, 究竟制作了多少狂战士。 也不知道, 他们已经像这样躲在阴影里面计划了多久的诡计。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 我们都要谨慎行事。 克拉茨再没有其他的话好说, 只能面色严肃地朝着伊斯特点头。 我回去的时候, 顺便调查一下, 附近的村庄在近段时间, 究竟有多少人像是爱格罗村一样, 有人去福尔哈拉寻找所谓的荣耀, 或者直接一点。 我调查一下, 最近有多少人失踪。 以史凯利格的正体, 这种调查是很难的事情。 兰恩看着严肃的伊斯特和克拉茨, 宽慰道, 事情说不定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峻呢。 狂战士的诞生, 除了人以外, 还需要熊。 史凯利格虽然大, 但是熊的数量就这么些, 那可是顶级的掠食者。 伊斯特的, 却没有被兰恩宽慰道, 卡人抓走村民只是制作狂战士, 不然的话, 情况只会更糟。 第231章, 大战总是由意外开启。 该死的斯瓦伯洛教派。 克拉茨狠狠地一锤桌子, 让桌子上面的墨水瓶整个飞了起来, 将黑色的墨汁撒得到处都是。 克莱特家族对于自己所掌握的领地 有着绝对的威望。 当克拉茨下达指令查验失踪人口的时候, 就有源源不断的士兵朝着领地内的村庄跑去, 联系平时的税务官,班部官,统计各个村子的人数。 受限于时间的仓促以及这个时代户籍制度的限制, 此时参与统计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村庄, 更多偏僻的村庄,或者说村庄里面各自隐瞒下来的人口还没有统计在内。 就这,也已经统计出了快一百人。 要知道,斯瓦伯洛教派抓走的可不是什么老弱妇孺一百人, 那都是身体健壮。 足够一人养一个家的青年, 考虑到史凯利格充沛的武德环境, 这些青年都是拿起武器披上甲都能够上阵的人。 换句话说, 科拉茨失去了百人级别的预备义士兵。 整个史凯利格也不过七千左右数量的海军, 哪怕科拉茨是群岛顶尖的大家族, 这个损失也让他一阵心痛。 事情不止于此, 税务官还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大史凯利格岛是由两个家族共同统治的, 南部是科拉茨的克莱特家族掌握, 北部则在疯子卢哥的德拉蒙家族之下。 而科拉茨的治理, 比起疯子卢哥来说绝对是更加严谨的。 位于两个家族统治交界处的税务官都是相熟的, 他们给科拉茨带来了一个消息, 疯子卢哥的领地中失踪的青年只多不少。 哪怕是在往常, 这都不是一个能让科拉茨笑出来的消息。 年轻人被损失而造成的遗憾远远超过劲敌受创的快感。 而放在眼下的情形, 这就是一个让事态更加严峻的问题了。 斯瓦伯洛教派教派获得了更多的年轻人, 或者说更多的战士。 兰恩思考道, 但是这座岛上没有这么多的巨熊让他们培养出狂战士来操控。 而正常的人又绝对不是他们可以自由使用精神控制的。 若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早就统治史凯利格了。 兰恩深吸一口气,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比制造狂战士还要更加糟糕的可能性。 科拉茨接下了兰恩的话, 活迹, 一个光是听到都会让人毛骨悚然的词语。 斯瓦伯洛教徒鄙视弱者, 最喜欢以活人来祭祀自己的神奇。 他们会把无法战斗, 或者不善战斗的人当作牲畜一样杀掉以取悦斯瓦伯洛。 这种陋习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了对村子的屠杀, 因此才引得史凯利格人剿灭斯瓦伯洛教派。 没想到, 现在他们要再次面对这项陋习。 既然是祭, 那就肯定是可以从中获得力量的。 兰恩深吸一口气, 以前是用所谓的弱者, 而现在则是郑士林成为士兵的青年, 那么肯定更能够取悦他们的邪神, 也因此能够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伊斯特舅舅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可能顾忌不上什么王位争夺了。 克拉茨站起来, 披上自己的熊皮披风, 这或许会是一场席卷整个施凯利格的灾祸。 好在我们提前发现了敌人的阴谋。 我现在就去集结士兵, 一旦有什么消息。 克拉茨没有说完, 他的话被猛然打断。 咚咚咚。 书房外面传来了巨大的杂门声音。 那力道甚至让人担心 会不会给这扇门造成什么伤害。 紧接着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 稍等一下, 您不能进去。 请您冷静。 这是克拉茨大人。 似乎是门口的侍卫在阻挡什么人。 但是来访者显然事态紧急, 等不及让侍卫按照程序来传令了。 轰的一声, 大门被直接踹开。 杰洛特从门外闯了进来。 他的身后是极力想要阻止他的管家。 出事了。 没等管家朝着克拉茨告罪, 也没等兰恩他们询问来意。 杰洛特抢着开口, 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人表情严峻起来。 在之前的安排中, 兰恩和克拉茨陪着克拉茨回来统计人数和集结士兵, 大部队依旧驻扎在山脚下已被意外。 而杰洛特和格德这两个经验最丰富的猎魔人则陪着比尔上山去寻找维尔卡人的藏身之所。 没想到, 现在杰洛特居然提前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找到维尔卡人了? 还是我们打草惊蛇让敌人意识到了我们的存在? 现在他们跑了。 杰洛特否定了兰恩的两个猜测, 比这更糟。 其他的王位候选人察觉到了我们的动作, 责怪我们作为竞争对手跟他们隐瞒了情报。 他们大声嘲笑我们聚集在山脚下等待支援的行为, 认为我们跟他们提到的危险都是编织出来危言耸听的谎言。 因为我们,他们确定了维尔卡人就在山上。 现在为了夺得王位已经集结了大批的部队上山了。 杰洛特深吸一口气, 没时间给我们准备了。 我们需要直接发动总攻了。 该死的家伙! 克拉茨狠狠一垂书桌, 上面的文件, 纸, 笔, 一下子全部噼里啪啦地砸到了地上。 集结部队, 现在立刻出发, 去支援那些脑子被斧头劈了的蠢货。 克拉茨朝着屋外大喊, 随后转过头来看着杰洛特。 杰洛特, 提醒我一下, 你说的那些蠢货都是哪几个家族? 我们的老朋友疯子卢哥, 还有一个叫做霍格的, 那家伙的肤色很奇怪。 克拉茨怒骂, 法罗岛的强盗, 狄门家族的霍格, 黑手, 他和儒格一样都是只知道杰洛的蠢货。 霍格, 黑手是狄门家族的组长, 法罗岛的领主。 他年轻时候有一次意外碰到一场秋天暴雪, 长船雾处暗礁, 让他遭到冻伤, 在手与胳膊上留下特别黑的肤色, 让他得到黑手这个绰号。 哪怕是在几乎把杰洛作为成人里的石凯利格, 霍格, 黑手也是相当残忍的存在。 他截略的时候几乎就是在屠杀, 诺维格瑞与尼弗加德德海岸都散播着他的恶名, 甚至他攻击石凯利格敌对家族的时候也是不遗余力的。 因此, 敌门家族在石凯利格的名声格外的差。 他所统治的法罗岛位于石凯利格的最南端, 也是最原始, 最无人烟的岛屿, 上面的人几乎只能靠截略为生, 这或许也是造就霍格, 黑手性格的一个客观原因。 也是因此, 霍格, 黑手近乎饥渴地搜寻一切可以让法罗岛繁华起来的机会。 成为国王就是他眼中一个最大的机会。 他和疯子卢哥也是为二的想要与伊斯特竞争国王之位的人。 其他家族的组长要么和多娜一样选择支持, 要么就是弃权。 此刻, 霍格, 黑手正和疯子卢哥站在一起。 他们面对着脸色难看的伊斯特。 伊斯特原本是计划回销时凯利格岛去寻找布兰王, 调拨更多的家族士兵前来支援的。 但是当听说疯子卢哥和霍格, 黑手强行闯山的时候, 就第一时间往回赶了。 结果还没想到, 是来晚了。 当他带着人准备上山的时候, 得到的消息是, 疯子卢哥他们已经上山。 等他带人跑到半山腰的时候, 正好碰到疯子卢哥他们反乘的队伍。 根据疯子卢哥他们所说, 他们已经找到了维尔卡人的聚集地。 因为之前有克莱特家族和土耳赛克家族士兵已经在山脉中搜寻, 相当于已经帮疯子卢哥他们排出了大量的错误答案, 变相地减小了他们的搜索范围。 随后, 他们又发现了, 杰洛特和格德带着比尔的前进路线。 有了大致的方向之后, 就散出去数百名士兵不计动静地搜索山中的藏身之地。 最终很快就发现了维尔卡人的藏身之所。 此刻, 比尔正跟在格德身后, 他们站在土耳赛克家族的队列中满脸的自责。 疯子卢哥侃侃而谈, 那些邪神的信徒也不过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家伙, 真正敢于斗争的勇士都被我们的先祖杀光了。 剩下的这些软虫跟我们平时劫掠的那些人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你们碰到他们了, 把他们杀光了。 伊斯特面无表情。 不, 更好。 疯子卢哥说道, 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动静, 直接就跑光了。 我们甚至还解救出了不少被绑架的小伙子, 让他们免于成为邪神活计的下场。 疯子卢哥张开双臂, 向着伊斯特展示自己队伍里面多出来的十几个青年。 他们各个精神维靡, 皮肤灰败, 眼圈黑肿, 精神恍惚, 但是都还活着。 他们可都是我大石凯利格岛的领名。 疯子卢哥得意地笑起来。 救出石凯利格的领名, 这确实是一项功绩。 伊斯特朝着那些被解救的青年点点头, 但是他们各个精神恍惚, 居然没有注意到伊斯特的动作, 也没有给予回应。 不过卢哥, 霍哥, 我们的任务,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是要轻脚掉斯瓦伯洛教派, 完成我们先被遗漏的任务, 为石凯利格清除掉一个祸害。 而你们的贸然行动, 将这一切复制一句了。 好, 伊斯特, 看看现在的情况。 你还觉得, 斯瓦伯洛教派是个祸害吗? 他们只是一群听到消息就逃跑的小丑而已。 我觉得, 或许兰尼斯特在你们家族的城堡里面, 杀掉的狂战士, 就已经是他们全部的力量了。 卢哥吱笑一声, 从这角度来讲, 你们确实覆灭了斯瓦伯洛教派, 可惜那个成绩算不得数。 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霍哥, 黑手也开口了。 伊斯特, 我尊重你, 但是现在的情况, 是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虽然我们谁都没有完成, 覆灭斯瓦伯洛教派的成绩, 但是我和卢哥, 现在至少已经摧毁了他们新的聚集地, 解救了被抓去作为活迹品的人质。 哪怕之后什么都不做, 我们也已经领先你了。 因为常年的海上劫掠生涯, 霍哥黑手的一只眼睛, 呈现失明的纯白色。 倘若与他对话的是别人, 或许还真的会被压迫住。 但是伊斯特的表情, 没有丝毫变化。 他身上的气势, 比卢哥和霍哥两个人加起来还足。 你们不明白,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 斯瓦伯洛教派, 还有更多的狂战士。 这已经不是王位争夺的事情了, 既然你们已经来了。 那么我邀请你们留下来, 继续去山中搜寻维尔卡人的聚集地, 他们肯定还有其他藏身之处。 我们会的, 伊斯特。 霍哥, 黑手冷冷到, 但不是现在, 也不会和你。 疯子卢哥则大笑起来, 如果维尔卡人还有狂战士, 以他们的性格, 他们会不出动吗? 狂战士? 哪来的狂战士? 说着, 他狠狠一指那些, 被他从维尔卡人藏身处救出来的十几个青年。 难道会是他们吗? 他们会是狂战士吗? 青年们各个精神恍惚, 对着疯子卢哥的话, 没有丝毫反应。 伊斯特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和疯子卢哥的交流格外费劲。 在伊斯特的身后, 格德看着精神维米的比尔, 想了想, 把宽厚的手掌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不要自责, 也不用担心。 目前为止, 你所展示出来的品质当得上勇士的称号, 现在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错。 你和你爱人的事情, 也绝对会有不错的结果的。 南安是个很不错的人, 如果不是我已经有了跟随的领主, 我估计也忍不住。 比尔用力地摁住脑袋, 似乎在忍耐极端的痛苦。 他打断了格德的安慰, 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头好痛, 格德先生,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逗大的汉珠, 从比尔的额头低下。 但是他说的话, 却越来越流畅。 我的记忆变得更加清晰了。 这两位领主大人找到的地方不对, 似乎不是我之前被抓到的地方, 那不是维尔卡人真正的聚集地。 而且, 发生了一些事情, 一些事情, 我忘了一些事情。 不对, 不对, 不该是这样的。 比尔的表情变得惊恐起来, 似乎自己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状。 那灰败的脸色变得好似尸体一般, 连双目都失去了光泽。 格德皱起眉头, 下意识地把右手握向剑柄。 在做好战斗准备的同时, 格德试探性地摇了摇比尔, 似乎想要给状态不对的同行伙伴一点关切。 但是紧接着他的动作却猛然顿住了。 熊派猎魔人的耳朵动了动, 敏锐的猎魔人感官让他在周围捕捉到了一点不一样的动静。 眼前三大家族的领主在争吵, 在谈判, 他们身后的士兵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对面。 但是, 在这剧烈的争吵声下面, 格德却听到了低沉的, 被掩盖住的, 宛若吟唱的声音。 这个声音用着格德听不懂的语言带着一种沧桑, 坚定, 而有一丝狂热的味道。 像是在祷告。 这种好似祷告的声音从他们的四面八方传过来。 声音自然是有人发出来的,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有位置的敌人将他们包围了。 格德的琥珀色树桐猛然扩了一倍, 好似被人攒住了心脏。 他的感官告诉他, 危险不仅仅来自于这所谓的四面八方, 更来自于他的身边。 好, 疯子卢哥和霍格, 黑手突然听到了巨熊的齐声怒吼, 震耳欲聋。 声音来自于他们身后。 而伊斯特在他们的眼中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半刻钟前, 山妖处, 土耳赛克, 德拉蒙, 狄门家族三家的士兵还在争吵着。 而群山的丛林中低伏着大队的猎手。 他们的眼睛隐没在黑暗中不发出一点亮光。 他们的行径依托着灵间的灌木, 却不发出一点声响。 他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半山腰处的三家族士兵。 与这些全副武装的士兵不同, 这些猎手的装备十分简陋, 现在连基本的皮甲都没有穿上。 他们赤裸着上半身露出肌肉球结的胸膛和胳膊, 上面密布着足够把正常人肢解的密麻伤疤。 他们下身围着简陋的战裙, 背上却披着厚实的披风, 多士郎、野猪、熊之类的整块毛皮制作而成的。 看到这些披风,似乎也能够理解他们身上的伤疤从何而来了。 他们是维尔卡人、斯瓦伯洛的信徒。 仅仅只是拿着短斧和圆盾, 人数也不过眼前这些家族联军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但是他们却有着十足的信心包围了这些史凯利格军队。 他们不畏惧死亡,甚至说他们就是来寻求死亡的。 一个光头且留着大胡子的见状人影从他们身后走出来。 与低伏着身体前行的维尔卡战士们不同。 他端直着腰板,宛若闲停散步一样在丛林中行进。 周围的树木好似都有着意识一般,主动给他让开了脚下的道路, 甚至帮助他隐没他的行踪不发出一点声响。 这一切无不说明着一个事实,他是一名德鲁伊。 而在看到德鲁伊出来之后,所有的维尔卡都朝着他鞠躬,笛声轻呼,大吉斯亚提斯。 亚提斯距离石凯利格一方的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但是他的眼睛却好似阴笋一般穿过了重重的灵木遮挡, 将山腰间的一切尽收眼底。 明明拥有这么多强大的勇士,他们却选择安于现状, 坐在这个小小的群岛,将广袤的大陆让给那些孱弱之人。 亚提斯冷冷地看着前方的队伍,还玩着宛若过佳佳一般的国王游戏。 他们的队伍里面还有女人,还穿着铠甲拿着盾, 他们把勇士的荣耀当成什么了?只见霍格黑手的身后赫然站着一名迟钝女卫, 英姿飒爽,身材矫健,手上密布老简,当得上一具铁娘子的称赞。 但是在堕落德鲁伊的眼中,这一切却是离经叛道。 果然,他们需要我神斯瓦伯洛的指引,他们需要照耀到我神的荣光。 低腐折的战士们非常适时地提应道:"我神斯瓦伯洛。 亚提斯看了看自己身边已经时刻准备战斗的信徒,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小时凯利格岛的计划非常顺利,死去的战士也是血迹的一部分。 信徒的现身更能取悦我神。 那么现在,为我神仙上眼前的这些异教徒吧。 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折服就是为了今天。 去吧,勇士们,去战斗,去厮杀,去牺牲,去取悦。 我神斯瓦伯洛。低腐折的战士们眼睛渐渐地燃烧起来,就好像有一面战鼓在他们的胸膛中开始隆隆作响。 为了我神,斯瓦伯洛。 堕落德鲁伊的身影缓缓后退,树叶和灌木覆盖上他的足迹,为他遮掩行踪,他还有别的任务。 而顺着他离开的路径,丛林的深处开始有野兽的嘶吼传来。 那不仅仅是狼,熊的怒吼,还带着一些大型魔物的斯鸣,乃至于更加沉闷的吼叫。 永远不要去试探一名精通自然之道的德鲁伊大师能够在森林里面爆发出多强大的战斗力。 尤其这位德鲁伊放弃了信仰,并且在这片森林之中经营了数十年之久。 硬合着这些授吼,所有的维尔卡战士则低伏到地上,不再顾忌隐藏自己的踪迹,开始大声吟唱陶词。 无神斯瓦伯洛,无为辱子,无为辱群,无为辱刃。 请受无险,请受无肉,请受无忌。 愿无伤痛化神之福,愿无苦痛化神之悦。 请神赐无刃,请神赐无力,请神赐无弃。 以神之名摧神之敌,以神之名攻敌之敌。 愿您与无等同在。 无神,斯瓦伯洛 第232章 第一次的谣人士战斗 小心! 伊斯特朝着疯子卢哥和霍格,黑手惊恐地大喊。 紧接着,响亮到足够盖过一切声响的怒吼,在士兵的阵型中响起。 只见那些由疯子卢哥和霍格,黑手救出来的史凯利格青年们一起痛苦地捂住了脑袋。 好似有闷雷在他们的耳中反复回荡。 他们发出惨叫,他们在地上打滚,他们在人群中嘶吼。 在伊斯特的耳中,他们的嘶吼在两个呼吸之内就从人声转变成了售吼。 在伊斯特的眼中,他们的身形在眨眼之间就开始急速地膨胀,最终变成了野兽的形体。 那是史凯利格巨雄! 面对野兽,人类依靠的是装备,人术,智慧。 若是凭借着默契的配合,多种远近武器的衔接,繁多陷阱的设计,以及有心算无心的计谋。 经验老练的猎人小队也能够尝试狩猎巨。 也仅仅只是尝试而已。 其中的危险依旧不足为外人道。 因此,一旦有猎人成功狩猎巨雄,他们就会立刻成为远近文明的狩猎大师,甚至还能够获得领主的召见,获得赏赐,甚至是一份体面的差事。 但如果是遭遇战,让人类再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撞上巨雄,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哪怕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小队进山,骤然面对一头横冲直撞的巨雄都要手忙脚乱,甚至折损几名甲士。 而此刻,十几头巨雄出现在一起,朝着一群注意力根本就没有放在自己身上,后背对着自己的士兵开始了冲锋。 密集的军阵在这一刻反而成为了制约战士们自己的牢笼,十几头巨雄在人群中爆发出来的力量一瞬间就掀翻了几十个人,血肉在第一时间开始横飞。 根本想不到会有敌人偷袭的士兵们连掉转武器的功夫都没有,煞时间只剩下了惨叫的功夫,就好像是十几辆战车在肉迷里面碾了过去。 随后,巨雄们嗜血而迷幻的眼神盯上了队伍前头的疯子卢哥和霍格,黑手。 吼,震天的巨吼几乎将两个领主的耳朵直接喊聋了,腥臭的血风从他们身后刮过来,上一秒他们还正对着伊斯特洋洋得意,此刻根本反应不过来现场发生了什么。 好在伊斯特第一时间就毫不犹豫地扑了出去,拉着两名领主就咕噜噜地滚到了地上。 但是熊的数量实在太多了,现场也实在太过混乱了。 伊斯特朦胧之间只听到了惨叫的声音,随后是一阵惊慌的保护组长的喊声, 再之后就是压抑不住的各种嘶吼的声音。抬头看去,他立刻被血胡住了眼睛。 那是石凯利格的勇士在用自己的生命在拖延这些巨熊。 狄门家族和德拉蒙家族的人已经被彻底冲散了。 伊斯特朝着被自己扑倒的领主大喊:"有没有事?你们两个有没有事?" 疯子卢哥惊魂未定,他反应极快,神色莫名地看了一眼伊斯特。 随后立刻就操持着斧头跳了起来,大声呼和着想要吸引自己家族士兵们的注意力。 但是他立刻又被两名轻卫扑倒,紧接着一头巨熊从他刚刚在的地方撵了过去。 而霍格,黑手的情况就糟了许多,他的黑手已经变成了血手。 不,他已经没有手了,一头巨熊嘴里在嚼着什么。 而霍格,黑手在惨叫着,他右边肩膀下面空空荡荡,只有地上的鲜血可以证明那里刚刚其实还存在过什么东西。 伊斯特看到霍格,黑手身后的女卫扑了上去,似乎想要把自己的领主拉进自己图尔赛克士兵的保护之中。 但是那头巨熊又冲了上来,一巴掌就把那个女卫拍飞了。 随后,他张开血盆大口又叼住了霍格,黑手的背开始剧烈地摇摆脑袋,撕扯猎物。 伊斯特发出一声怒吼,拔出手中的长剑就劈到了那头巨熊的脖子上。 长剑镶嵌进了血肉里,经过后视毛皮和脂肪的缓冲,没能够一击毙命,但是疼痛足够让野兽松口转向自己。 伊斯特一个灵巧的后跳躲开巨熊失去理智的拍击,朝着身后大喊。 格德,格德,帮忙。 伊斯特是知道格德的实力的,这名猎魔人能够仅仅使用匕首就独斗一头巨熊。 如果此刻加入战局,绝对能够解燃眉之急。 但是他的召唤并没有引来帮助。 借着反应过来的敌门家族士兵将巨熊格挡开来的间隙,伊斯特朝着猎魔人的方向望去,赫然看到格德居然已经夹着一头巨熊的脖子了,却是在自己的军阵里面。 后时的熊掌不时地在格德的身上打出阵阵金黄色的涟漪。 而看那头巨熊身上残存的布片居然是之前兰恩他们带回来的青年比尔。 小子,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清醒过来。 格德左手拍在巨熊的脑袋上面,零距离打出一剂,阿尔德法印。 好似一柄无形的重锤砸下,让巨熊一声惨好倒在地上。 但是,不过两个呼吸的时间,这头撞瘦异常的巨熊就又摇晃着脑袋再次站起来了。 巨熊本身体质惊人。 而格德又不擅长,阿尔德法印甚至可能还受了点力。 看着朝着自己摇晃着脑袋抖动耳朵,做出攻击姿态的巨熊,格德伸手握住背后的熊手钢剑。 我很同情你,比尔。 而且看样子,那两个蠢货领主是被耍了。 之后我们,还需要靠你找到维尔卡人真正的藏身处。 但是,你要是把握不住这次机会,快点清醒过来的话,我就只能杀了你了。 伊斯特收回目光,知道格德是暂时指望不上了。 不,格德已经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了。 正是因为他,土耳赛克家族的军阵才能够保持住不被埋伏在身后的巨熊冲散。 知道只能够靠自己之后,伊斯特果断地开始鼓舞麾下的战士们,不要慌。 不过是十几头巨熊,不过是偷袭而已。 我们足有上千名士兵。 卡塔尔,吹号。 伊斯特大声朝着自己的副官命令道,不要让我们的阵被溃败的士兵冲散。 收缩两翼,让他们从边上绕过去。 是! 副官大声接令。 伊斯特继续高喊,企图提升一些士气。 勇士们,不过是巨熊而已。 很快我们就…… 一阵战吼打断了伊斯特的话。 他见到自己的副官扑到了自己的身前,挡住了从丛林之中飞出来披向自己的飞服。 紧接着,无数脸上画着血色站纹的赤裸战士冲进了自己的军阵之中。 他们上半身没有着甲,哪怕是匕首都足够破开他们的血肉捅进内脏里面。 但是鲜血和疼痛反而他们更加狂热,受伤越重法让他们的攻击愈加淋漓。 维尔卡狂战士,不,只是战士而已。 只是战士而已。 这些战士在偷袭之下,每个人起码都能够杀死两个这甲的史凯利格士兵。 哪怕他们被反应过来的甲士捅穿了身体,也能够一命换一命地用斧头,用拳头,用牙齿,再带走一个人同归于尽。 那疯狂的样子让人胆寒,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只求一死,在自己的地界被偷袭,被包围了。 伊斯特深吸一口气,这等战况,这等惨状,隐隐约约又将他拉回到了那个在马纳达山谷作战的清晨。 那时候,他们也是如这样一般被人埋伏,被人围攻。 那一战,他失去了此尸。 但是这一次,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只有手里的箭。 伊斯特大步迎上一名刚刚杀死土耳赛克士兵的维尔卡人,一箭劈开对方的整个脖子,随后举起圆盾,挡住迎面来的一柄飞斧。 他的盔甲太过显眼,此刻被三名维尔卡人包围了。 来吧,维尔卡人,不对。 是,尼弗加德人。 经验丰富的伊斯特用长剑劈开一个不要命的维尔卡战士,用厚实的铠甲挡住第二个人的斧头。 至于第三个人,他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抵挡,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帮了他一把。 疯子卢哥把斧头从第三个人的后脑勺里面拔了出来,随后再把它镶进第二个人的背里面。 用力拔出,带出一串血柱和一小块脊柱。 你疯了吗? 疯子卢哥朝着伊斯特大喊。 这种时候,不跑回自己的护卫队里面,在前面冲杀什么。 援兵呢? 克拉茨呢? 兰尼斯特呢? 他们怎么还不来救你? 伊斯特盯着疯子卢哥看了两秒,轻笑一声。 他正在说什么,突然浑身亮起了翡翠色的光芒。 那光芒亮眼夺目,瞬间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对于重要的人,兰恩都会在他们的身上打下标记,方便时刻传送。 保护也好,被保护也好。 这样都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自己的能力,甚至还能够起到决定战局的作用。 而在杰洛特的口中得知,伊斯特一行人或许会遇到麻烦的时候, 兰恩就第一时间开启了传送技能。 不过在他的原本的认知里面, 伊斯特的麻烦应该是和敌对家族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 而不是眼前这种级别的混战。 现场的状况出乎了兰恩的意料。 但是身经百战的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光芒在他的身上渐渐收敛, 兰恩快速地打量四周避过目瞪口袋的伊斯特和疯子卢哥。 他看到倒在地上的霍格、黑手还有他的几名护卫。 此刻,正有五名维尔卡战士朝着他扑过去。 闪烁! 没有一丝犹豫, 翡翠色的光芒再次包裹他的身体。 紧接着金芒一闪, 兰恩出现在了霍格、黑手的面前。 此刻一名女顿卫高举长剑朝着维尔卡正在发动自杀式的冲锋。 兰恩反转弯刀, 用刀背架上这名女顿卫的剑刃, 随后用力一瞥将他整个人震飞出去。 没有了碍事的人, 他和维尔卡战士之间彻底畅通无阻。 因为之前挥剑的僵直, 他此刻正背对着这五名维尔卡战士。 然而, 还没有等注意到这边的人惊呼出声, 兰恩的身体却开始以超出常人理解的方式开始旋转。 那是人类根本做不到的初见速度。 回旋见舞。 一个眨眼之间, 五颗头颅直接冲天而起。 兰恩选择了最有视觉冲击力的战斗方式, 但是根据他的观察, 现场的其他敌人根本没有嘶吼被震慑住, 反而更加兴奋了。 这些人的战斗意志很不对劲, 已经脱离了一般的精锐的层次了。 兰恩深吸一口气, 金光再闪。 这次他回到了伊斯特的身边, 没有理会眼睛都直了的疯子卢哥, 朝着伊斯特问道:"他们是维尔卡人?" 伊斯特的反应很快, 直接点头做出肯定。 兰恩咬了咬牙, 现场有点难办。 这种数百敌人和几方士兵的混战, 是他现在的能力, 是他现在还比较难处理的。 人数本来不应该是问题, 兰恩现在清场的选择有很多, 无论是伊格尼法印, 还是阿尔德法印, 刺骨, 都足够应付这个数量级的敌人。 但是如果是现在这样, 敌我双方混战的形式的话, 就相当束手束脚了, 现实又没有有方保护机制, 总不能一把火拳干死吧。 而, 闪烁又是突袭技能, 不是清场技能, 连续闪烁数百次足够把兰恩的魔力炸干。 他需要叫一点帮手过来。 心思沉入系统, 发动技能, 传送。 但是这一次, 兰恩的身上却没有生起翡翠色的光芒, 因为他并不是要把自己传送到其他的地方, 而是要把别人传送到自己的身边。 四个光团从兰恩的身边亮起, 将他围拢在中央。 好! 一头巨熊咆哮着朝着兰恩这边冲了过来, 他的身上已经镶了四五把斧子, 但是都没有伤到要害, 反而是让他愈发的狂性大发。 死! 比巨熊咆哮还要响亮的斯鸣声响起, 从翡翠色的光团中突然冲出了一品黑辆宛若战车的骏马, 直挺挺地朝着这头巨熊冲了过去。 低头! 撞! 让史凯利格人都要躲避锋芒的巨熊飞了出去。 被巨熊的动静吸引过来的视线在一瞬间全部变得僵硬。 而黑风人立而起, 用前提在半空中打出一套组合拳, 琥珀色的树桶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由于史凯利格多山不适合纵马, 兰恩已经许久没有把黑风带出来溜弯了, 一直养在小史凯利格岛的马厩里面。 现在一出场就是这种级别的混战, 瞬间就让这匹列魔马狂热起来了。 露出三个眼神迷茫的人影——杰洛特、寇格林姆、科恩。 这是……传送门? 不对,我没有经过门,是类似的魔法。 科恩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但是一点都不头晕。 寇格林姆看了一眼周围,迅速反应过来, 这是一场混战。 杰洛特一言不发, 直接拔出狼手钢剑加入了战团。 杰洛特、兰恩、对付巨熊。 他们钳制了我们太多的战士, 制造了太多的混乱。 伊斯特高喊道, 只要能够结成军阵, 维尔卡人我们自己就能够轻易对付。 三名新出现的猎魔人顿时穿梭进了人群里面, 朝着巨熊前进。 除了熊派之外, 其他学派的猎魔人都没有明显的机体强化。 哪怕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对巨熊做到一击必杀。 但是对于野兽, 猎魔人有着独特的解决方法。 泛着白光的手扬起, 亚克洗法印。 迷蒙的混沌能量入侵了这些巨熊的大脑, 让狂暴的他们瞬间呆滞下来。 而他们此刻是被石凯利格士兵们团团围住的。 没有了反抗, 没有了躲闪, 瞬间就有戍兵武器同时镶嵌进他们的要害, 将巨熊们毙命。 石凯利格士兵们突然惊喜地发现, 有了猎魔人加入后, 战斗变得容易了起来。 一击建功, 猎魔人们施展完法印之后, 救头也不回地立即远盾, 寻找下一头正在肆虐的巨熊。 他们如法炮制, 很快就将局势稳固住。 而没有了巨熊扰乱阵型, 士兵们也在号角的鼓舞下重整队列。 队上这些虽然不顾死活, 但是装备减落的维尔卡战士, 顿时将他们重新压制住。 科恩和寇格林姆之前和兰恩一起回到城堡, 与克拉茨一起集结部队。 而杰洛特则是回去传送情报, 因此距离战场都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 好在兰恩早就在他们的身上打下了用于发动、 传送、技能的标记。 这种高端的精英战力, 在这种混战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兰恩没有召唤埃丽丝出来。 毕竟埃丽丝是灵体, 在这种场合出现, 哪怕是作为友军, 也有点挑战史凯利格人的认知。 猎魔人们加入战团已经足够了。 不过寇格林姆一个刺客, 科恩一个法战打起来还是有些束手束脚, 不能够解放全部的战斗力。 真正在这种场合能够起到大作用的, 还是, 格德。 兰恩看向正在和巨熊胶着的熊派猎魔人。 金光一闪, 兰恩瞬间到了格德的身前, 看向正对着巨熊使出所猴的熊派猎魔人。 你在干嘛? 这个是, 比尔。 看到如今此刻, 这头没有理智的巨熊, 在联想到这个青年之前, 明明没有受伤, 却鲜血淋漓, 衣衫蓝绿的模样, 一切都说得通了。 不, 甚至能够联想到更多的东西, 比如海妖们对他的惧怕, 以及至今没有出现的美人鱼。 他说的迷幻药剂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他的记忆有问题。 所以之前你的法应催眠, 才没能够判断出现在的状况。 格德大喊道, 毕竟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但是我们还需要他, 兰恩。 格德看到兰恩师同闪烁, 赶忙劝道, 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维尔卡人聚集地, 还需要他来给我们带路。 格德的话, 是有诗篇颇的。 理论上, 其实已经不需要比尔了。 全间这里的维尔卡人, 斯瓦伯洛教派应该就没有什么有声力量了。 一行人根本不需要再偷偷摸摸地探寻他们的聚集地了。 退一步讲, 就算斯瓦伯洛教派还保留着不弱的战斗力, 但是此刻已经打草惊蛇, 战斗已经变成攻坚战。 之后, 就算正大光明地把人洒出去也没事了。 再和之前一样, 用小股部队去探寻对方的聚集地, 反而可能会被熟悉地形的对方反制住。 此时格德的解说, 应该是他动了侧影之心。 这个最冷酷无情的学派中走出的猎魔人, 却有着一颗格外温柔的心。 不过蓝恩原本也没打算杀比尔就是了。 他看向了自己的系统中剩下的最后一个技能点, 还有近代点开的随从面板。 一个天生有着极强精神抗性的年轻人, 说不准是有点什么天赋带在身上的。 再加上此刻, 他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变身成熊的一种狂战士, 也是不错的极战力。 而且, 蓝恩对于斯瓦伯洛教派的狂战士变身, 还是挺有兴趣的。 这究竟是斜神的恩赐, 还是单纯的炼金加上魔法的研究成果? 亦或者是两者的混合? 有没有可能复刻? 甚至有没有可能进行改良? 除了熊战士之外, 在研究出狼战士、虎战士、 乃至施救战士、 插尾龙战士。 保留下一个听话的实验体, 丢给莫斯萨克研究, 似乎是挺有必要的事情。 话说莫斯萨克现在手上积压了几个实验项目了来着。 这么想着, 蓝恩把手按在正被格德锁后锁地喘不上气的巨熊额头。 巨熊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了, 此时正是他反抗意识最为薄弱的时候。 随从,契约 第233章 狄门家的铁娘子以及美人鱼的下落 随着蓝恩的动作, 已经被猎魔人和随从们用石凯利格任务刷得快要满了的金艳兰向下跳动了一小节。 紧接着, 一个新的随从面板出现在蓝恩的眼前。 随从, 比尔, 罗瓦尔 性别 男 种族 石凯利格巨熊 人类 等级 1 天赋 自然清和 经验值 01000 生命值 10672000 106200 法力值 未觉醒 物品蓝 5 技能蓝 狂战士变身 垂吊术高级 航海术中级 外交术中级 辅术初级 奇术初级 任务 5 共享随从天赋中 共享随从天赋 自然清和 自然清和 增加非人种族智慧生物出使好感度100% 增加对土 气 水三系混沌能量的敏感度30% 蓝恩的眉头不油的一条 这个比尔还真的是个人才 给了蓝恩不小的惊喜 而他能够吸引美人鱼的原因似乎也找到了一部分 看样子 莫斯萨克会格外喜欢这个家伙 除了作为狂战士的实验火体之外 比尔或许还能够在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现在 他可以发挥一些别的作用了 当蓝恩的左手拿离比尔的额头之后 格德猛然感到 正被自己所候的巨熊挣扎的力道小了很多 或者说 他停止了挣扎 现在仅仅是作为生物的本能 在进行无意识地抽搐了 格德还以为是自己终于把这巨熊给所窒息了 但紧接着 他又立刻听到蓝恩的轻笑声 格德 你可以放开他了 听到蓝恩的提示 熊派猎魔人抽空看向巨熊 发现原本巨熊狂暴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得清澈起来 不是那种将要窒息的浑浊 也不是那种可血球性的狂暴 而是一种有着独立思考的清澈感 一种智慧感 这种感觉 无论是出现在一头野兽 亦或者一名狂战士的眼中 都是非常反常的 出于对蓝恩的信任 格德将信将疑地松手 巨熊在重获自由之后 狠狠撞了他一下 紧接着开始不安地在原地旋转 朝着四周的史凯利格士兵 凶狠地发出威慑的低吼 格德立刻警惕起来 随时准备再次制服这头巨熊 显然比尔的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 似乎和他此刻的外形一样 只有着最基本的野兽本能 但是接下来 巨熊比尔的行为 却出乎了格德的意料 这迷糊的巨熊头 朝着自己和史凯利格人 正在不住地呲牙 呼气 但是他的侧身和头颈 却在朝着蓝恩的方向靠拢 严格地说 是朝着蓝恩刚刚按在他头上的那只手靠拢 他似乎很留恋那种 被手掌覆蛾的感觉 他表情凶狠 呲牙咧嘴 张牙舞爪 似乎随时准备对周围的人发动扑击 全身上下却唯独只有靠着蓝恩的那一小块地方 是安静的 良善的 温顺的 而随着他身体的移动 全身上下凶狠和温顺的区域都在不断调整 让温顺的区域始终贴着蓝恩 就好像蓝恩所在的地方 有什么令他难以抗拒的强制冷静的奇妙魔力 格德都看得呆了 蓝恩轻笑一声 左手避开巨熊球抚摸的额头 并没有真的像是驯服巨兽一样对待比尔 毕竟他知道这巨熊的内在其实是一个青年 他下达了一个新的命令 去 师同猎魔人用手指着维尔卡人的方向 去冲散他们 维尔卡人本就是靠着突袭 打了三大家族一个措手不及 再加上数量众多的石凯利格巨熊 冲散了三大家族士兵的阵型 这才将正规军拖进了混战之中 而当狂战士们化身的巨熊被猎魔人们用专业的方法牵制 乃至消灭之后 维尔卡人就只能够独自面对数量比自己多 装备比自己更好的石凯利格士兵了 一直以来 维尔卡人闻名于世的是他们的汉不畏死 以及奇特的狂战士形态 不过现在看来 石凯利格能够找到的巨熊 都已经被维尔卡人用特殊的手法捕捉 随后被绑架而来的村落中的青年进行了转变 维尔卡人自己反而没有狂战士的存在了 至于汉不畏死的作战风格 本就勇猛追求荣耀 而且现在还让家族领主受了伤的三大家族士兵 只会比维尔卡人更加悍不畏死 于是战场的形势很快就逆转了回来 伊斯特在格德的保护下登上高处 用号角同时指挥着三大家族的士兵反击 猎魔人们解决完巨熊之后 穿插进入战场 用娴熟的刀剑技巧和法印 帮助破开敌人的攻势 兰安化成金色的闪光穿梭于各个角落 每次闪烁都会救下几名士兵 同时带走几名敌人 维尔卡人再没有反抗的能力 当心急如焚的克拉茨带着克莱特家族的支援 姗姗来迟的时候 已经只剩下打扫战场的活迹了 叫叫 兰安 看着眼前的场景 克拉茨大喊道 发生了什么 你们在哪儿 我来晚了吗 金色的闪光在克拉茨眼前五步的地方出现 引得克拉茨身边的侍卫都应激一般的狙起武器 直到看清楚随之出现的兰安的身影 才放下心来 你来的正是时候 兰安解释着眼前的情况 我们遭到了维尔卡人有计划的偷袭 具体战况之后 再说 现在德拉蒙家族和狄门家族的部队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需要你这边 分出一部分人帮助伤员 正这么说着 一阵凄厉的哭嚎打断了兰安和克拉茨之间的交谈 士兵们团团围住了声音发出的地方 伊斯特面色沉重地站在里面 身边是满脸愤怒和愧疚的疯子卢哥 而在所有人视线集中的地方 一名女盾未趴在霍格 黑手的身上唉声哭泣 克拉茨难以置信地看着霍格 黑手 这位凶名在外的海盗 已经失去了自己标志性的黑手 伤口的断触也已经干涸到流不出鲜血了 毫无意外的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同为什凯利格七大家族的组长 哪怕平时和对方不对付 克拉茨也不免得有些唇含齿亡 这个家伙 克拉茨摘下头盔很讨人厌 但是他是群岛最强的海盗头领之一 街前站的时候我都没有把握胜过他 没见到现在却在陆地上被人偷袭致死 兰恩默然 狄门家族要开始动荡了 克拉茨指着正趴在霍格 黑手身上哭泣的女盾未对着兰恩轻声说道 那是猪塔 安 狄门 霍格 黑手的侄女 霍格已经没有儿子了 所以这个猪塔也是继承人之一 甚至是比较靠前的那种 兰恩却突然捕捉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猪塔和克拉茨的姓氏中都有安 你们是亲切 如果让扶持他成为狄门家族的组长 会不会让狄门家族倒向我们的阵营 克拉茨虽然赞叹于勇士的死亡 但是作为一族之长的他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或许当他点出猪塔的身份的时候 就有跟兰恩介绍他的意思 至少让其他人继承狄门家族更好 猪塔的剑术超群明明是一名女子 但是狄门家族所在的法罗岛上 却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在剑术上胜过他 因此获得称号铁娘子成为了霍格的盾位 克拉茨思存道 只是可惜他现在要守护的领主死在了他面前 这是无法洗刷的耻辱 除非我要为我的叔叔报仇 绰号铁娘子的猪塔 安迪们突然高声大喊 吸引了包括兰恩和克拉茨在内的所有人的注意 他整个人是趴在霍格 黑手的身上的此刻全身都已经枯没了力气 但是他依旧极力搜寻着伊斯特的方位 调转了方向之后 就变成了五体投地趴在地上的姿势 我要摧毁维尔卡人真正的聚集地 杀光他们的残党 捣毁邪神的神像 用敌人的骨头来为我的叔叔立幕碑 我现在知道我们之前到的地方 不是维尔卡人的大本营了 我们都被狡猾的敌人骗了 您一定会寻找敌人真正的藏身地的 请您带上我吧 珠塔 敌门是族长的侄女 是贴身的禁卫 更是法罗岛剑术无双的铁娘子 在军中颇有威望 此刻他一表态 残存的敌门家族士兵 也都一起朝着伊斯特跪拜 请您带上我们吧 我们要为领主大人报仇 伊斯特定定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而他此时也已经看到了 知语而来的克拉茨 如此思考了三个呼吸之后 伊斯特说道 霍格 黑手是一名值得尊重的勇士 他的死也是荣耀的 我会为他报仇 用我手中的剑 为他的墓前带来敌人的血 至于你们 敌门家族的士兵 你们没能够守护好自己的领主 伊斯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能够看到 朱塔和他身后的士兵 都是全身一抖 所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你们要用自己的血来捍卫自己的荣耀 我相信 最能让霍格的坟墓畅饮的 还是自己家族的士兵 所带来的敌人之血 朱塔颤抖的更加剧烈了 以先祖的名义 我们将听从您的指挥 只求您给我们亲手砍下敌人头颅的机会 伊斯特长叹一口气 面色沉重地扶起朱塔 命令让他身后的士兵加入图尔赛克家族的对联 做完这一切后 他看向一直在沉默不语的疯子卢哥 你呢? 卢哥此刻的状态说不上好 他受了不轻的伤 或许是因为重计的羞耻 他在之前的战斗中一直冲杀在最前沿 连让亲卫保护他的机会都没有 我就不去了 卢哥沉默了一会 说道 剿灭斯瓦伯洛教派 杀死维尔卡人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伊斯特 疯子卢哥的脸色黯淡 说完这句话后 他定定地和伊斯特对视了两秒 最后 他低下自己的头颅 请你一定要为霍格报仇 伊斯特按住卢哥的肩膀 保证道 我会的 有了克拉茨的支援 打扫战场的进度就快了很多 德拉蒙家族要护送自己受伤的领主下山 退出之后的战斗 而迪门家族 刨除掉伤员和护送伤员的士兵 能够参战的也不过几十个人 由朱塔领导 跟随在伊斯特身后 托尔赛克家族 由于格德的及时帮助 以及伊斯特的冷静领导 损失不大 联合克拉茨带过来的援军 战斗力甚至超过之前的三家族联军 这是史凯利格一方现在的情况 至于斯瓦伯洛教派一方 维尔卡人连一个活口都没有抓到 这些崇尚战斗的野蛮部族 全部死在之前的厮杀中 史凯利格士兵们在战斗的时候 还不觉得恐怖 现在冷静下来后 一想起来维尔卡人那疯狂的架势 甚至有点毛骨悚然 而那些被斯瓦伯洛教派 转化成巨雄的狂战士 居然奇迹般的活下来三名 不过也都是各个重伤 在战斗结束之后 昏迷不醒的他们 逐渐变回了人形 三个家族的士兵们看着他们 是被绑架的大使凯利格岛的居民 但是他们又确确实实地 在刚刚杀死了大量自己的同袍 间接或直接地给部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甚至有人喊着说不定他们早就加入了邪教 只是假装是自己人这样的口号 想要将这些新生的狂战士就地处决掉 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轻举妄动 而是都看向伊斯特等着他的态度 伊斯特则若有所思地看着比尔 这个青年在战斗结束之后 自主变回了人形 尚有着意识 不过现在的状态也是 完全脱力地瘫倒在地上 把狂战士们全部处决掉是好事吗? 至少不是坏事 不论是从现在士兵们的情绪来讲 还是从史凯利格人整体的观念上讲 杀死这些狂战士都是没有问题的 哪怕这些狂战士几天之前 都还只是无辜的村民 而刚刚的作战中也可能并非出于本意 群岛人对于斯瓦伯洛教派 是有种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的政策在里面的 但是伊斯特想了想 最终还是命令手下人将这些狂战士束缚起来 严加看管 为此 甚至还让科拉茨 分出了一部分的克莱特家族卫兵 和他们一起下山 进行关押 他这么做的理由有两个 一则 刚刚的维尔卡人全死了 连个能问话和带路的都没有剩下 因此 让知道通敌路径的比尔留下来很有必要 二则 也还是因为比尔 不过这是因为伊斯特看得出来 兰恩想要保下比尔 伊斯特对于兰恩 还是迁就的 而既然比尔留下了 其他的狂战士也只能一并留下了 不过 比尔是要留下来带路 其他狂战士则是带回去关押 防止他们再次不可空地变身 直到找出能够控制他们的方法为止 除此之外 这段日子以来 伊斯特也有受兰恩的一些影响 他对于这些奇妙而强大的特殊战斗单位 也开始有了一些想法 史凯利格人恐惧斯瓦伯洛教派 是因为他们的残暴 以及和残暴相匹配的强大 但是如果这些强大的狂战士不再残暴 而是变成了自己人呢 那又会如何呢 这次这些被绑架走 而强行转化成狂战士的大史凯利格青年 对于伊斯特来说似乎是一个机会 一个让史凯利格多出一股强大力量的机会 尤其考虑到 之后要对付尼弗加德 为卡兰瑟报仇 伊斯特现在对于力量的提升 有种近乎魔政的追求 这从他之前想出讨伐寒冰巨人这个点子 就能够可见一斑了 不过 倘若想要将这些狂战士全部留下来 那么势必需要伊斯特 有着强大的威望压住琐碎的声音 换句话说 还是那个老问题 伊斯特要成为史凯利格国王 同时 这次行动也必须要将斯瓦伯洛教派彻底剿灭 杜绝后患 不然的话 这些人哪怕带回去 后续也只能是安排一个盛大的处决仪式 已平息民愤了 看着士兵们有条不紊地开始打扫战场 兰恩走到了比尔的身边 格德正站在这个草莽青年的身边 嘖嘖撑起地打量着瘫倒在地上的他 比尔好似一滩烂泥 一动不动 但是他的这种状况 却不像是脱离 获得系统模板的过程 本来就有如兰恩升级一般 让状态全部恢复的效果 而之后 虽然比尔以巨熊状态 在人群里面冲杀了一阵 但也没持续多久 应该不至于筋疲力竭 兰恩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发现这个青年 现在所呈现出来的 更像是一种天塌下来的崩溃 生活全部幻灭掉的绝望 整个人散发出来了一股死气 兰恩皱起眉头 抬头 这回不再需要用法印催眠 比尔对于兰恩的命令 几乎是言听计从 这张脸 恢复了红润健康的样子 不复之前那种仿佛磕了麻药粉的虚弱感 也展现出了能够吸引美人鱼的魅力 虽然跟兰恩比还差得远 但若是稍微收拾收拾 兰恩甚至觉得 可以把这家伙扔到艾瑞图萨和艾斯作伴 我还需要你带路去找斯瓦伯洛教派的藏身之处 我需要知道你是否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说说看 是什么让你现在跟一滩烂泥一样 比尔看着那双暗金色的狮童 射于其中的威势 忍不住又把头低了下来 他痛苦地说道 我是受到了维尔卡人的影响的 他们给我吃了置换的蘑菇 给我灌下草药 令我神志不清 浑浑噩噩 因此让我忘记了很多的事情 我忘记了 我和那几个当时一起 被丢进巨熊巢巢的人一起 被巨熊撕碎 吞进肚子里 只是我醒得特别早 于是在维尔卡人来之前 恢复意识逃了出来 一路浑浑噩噩地回了村子 我 我有着天赋 只要陷入昏迷 我总是醒得很快 在诗歌中会迷惑人心的美人鱼之歌 对我也没有丝毫影响 也是因此我才有了和西瓦娜相处的机会 我爱她 她也爱我 西瓦娜 兰恩知道 这是那条人鱼的名字 但是 但是 说到这里的时候 比尔终于再支撑不住 再次抱着自己的脑袋 瘫倒在地上 我却杀了西瓦娜 我变成了巨熊 然后撕碎了他 第234章 熊之环 在将比尔契约为随从之后 兰恩已经知道比尔的天赋了 自然亲和 看效果描述 似乎是 某种法术类的天赋 他的强度 有没有到魔人的级别 还不好说 但是最起码给比尔带来了超乎寻常的精神抗性 斯瓦伯洛教派的狂战士变身 影响神智的草药和置换魔果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在史凯利格人的记载中 斯瓦伯洛信徒的狂战士试连是这样的 他的信徒会事先喝下迷幻药汁 然后升入地底 到达位于大史凯利格岛中心的洞穴 一旦抵达 那座洞穴里的熊就会将它们生吞下部 接着 这些教徒就像寄生虫一样 占据并控制野兽的身躯 当它们醒来之后 就会变成非人非熊的怪物 这其中还忽略了一些细节过程 比如 维尔卡人还会和巨熊搏斗一番 虽然最终结果都要人被巨熊吞下部 但是这搏斗的过程 对后续的狂战士转换也是有影响的 毕竟这玩意和猎魔人试炼一样也存在成功率 而且 说不定还会更低 而比尔的天赋所带来的精神抗性 显然对于这种和巨熊一时拉扯 占据巨熊身体的转换有着巨大帮助 也是因此 他成功地成为狂战士 并且提前苏醒 继而在维尔卡人回收他之前 逃回了自己的村子 同时 这种精神抗性 估计也是比尔能够抵御人鱼的歌声的底气 让他不至于像其他水手一样被迷惑 乃至于跳海被淹死都反应过不来 否则说不定 比尔就会变成人鱼或者海药的食物了 而不是恋人 当然 也不排除那条名为西瓦那的人鱼 就是善良的严控 是被比尔的另外一种天赋吸引了 可惜 不管真相如何 现在那条名为西瓦那的人鱼 都已经死了 我回到村子之后 立刻村民们赶了出来 只能跑到西瓦那 曾经跟我提起的那个洞穴 因为西瓦那跟我说过 如果我无处可去 就去那里找他 而西瓦那也确实就在里面等着我 他在唱歌 同时笑着 欢迎我回来 但是那里 还生活着海妖们 他们不喜欢我 他们一直不喜欢我 从西瓦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喜欢我 所以他们尖叫着 朝我扑了过来 他们应该只是想要给我一点教训 他们以前也会这样 让我受一点伤 流一点血 因为他们不喜欢我 而西瓦那会训斥他们 然后温柔地用魔法帮我疗伤 但是 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神志不清 当我看到了 身上流出鲜血 嘴里尝到腥味之后 我就变成了熊 不再受控制 我先撕碎了攻击我的海妖 随后是想要阻止我的西瓦那 然后再是海妖 直到他们惧怕我 不再攻击我 比尔痛苦地哀嚎 而我在恢复人形之后 就把这些全部忘记了 那些草药和蘑菇一直在影响我 直到刚刚才结束 我还以为是西瓦那生气了 所以躲着我 我还以为海妖们数量的减少 是因为村民的捕杀 是为了保护我和西瓦那 原来都是因为我 结束了战斗的猎魔人们 围了上来 他们在刚当的战斗中 酣畅淋漓 但是此刻心中 却又因为青年所讲述的事情 五味杂陈 他们见多了如这般的惨剧 血脉相残 恋人相杀 无论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但无论见识到了多少次 也不妨碍他们 尚未冰冷的心因此跳动 为此付出自己的同情 即使他们此刻面无表情 兰恩叹了一口气 如果在平时 善解人意的他不会介意给自己的心事 从一点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是 此刻身边刚刚结束了大战的 史凯利格人正式战役高昂 怒气勃发的时候 实在没有心情等比尔发泄好自己的情绪 好在崩溃过后的比尔 没有让事情往最麻烦的方向发展过去 他哀嚎着 抱着自己的脑袋 看着那些维尔卡人的尸体 眼神中的自责很快就转化为了刻骨铭心的仇恨 是他们 他们把我变成熊的样子 如果不是他们 西瓦那就不会死 比尔转身朝着兰恩败下来 大人 我的记忆全部恢复了 甚至比起平日里面还要更加清晰 请让我带您去斯瓦伯洛教派的聚集体吧 让我帮助您将这些肮脏的污秽 从史凯利格岛上面彻底抹去 兰恩挑了挑眉 这个思想的转变相当不错 只是他看着比尔眼中那种蓬勃的火焰 总觉得这个青年之后 说不准会发展成那种杀完敌人 然后再自杀的极端情况 不过哪怕青年此刻脑子里面想的真是这种东西 兰恩之后也不会让他付诸行动就是了 这对于现在的兰恩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 现在就按照你脑子里面的记忆 带我们去找斯瓦伯洛教派和维尔卡人吧 兰恩严肃地说道 用为以重任的语气 我们现在和他们之间都有化解不开的仇恨了 被契约成为随从之后 比尔的大脑清晰了不知道多少倍 甚至不需要杰洛特等猎魔人的感官帮助 在山岩之间打量几下 就找到了自己之前逃跑的路径 很快 一个宛若巨人幽深大口的洞穴 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个洞穴的入口相当险峻 与正常的山路之间 仅仅连着一条 堪堪足够一个人通过的窄小岩道 周围没有任何的植物遮挡 最重要的是 老练的山民绝对可以从这洞口的痕迹做出判断 里面有熊 这就更加让常人不会想要靠近这个洞穴了 但是对于兰恩等人来说 却意味着 他们找对地方了 伊斯特皱着眉头 看着那条窄小的岩道 千人的部队尝试通过这种级别的地形就是找死 维尔卡人只需要十几个人就足够守住洞口 按照周围的这些痕迹 这里就是斯瓦伯洛教派的大本营 没错了 伊斯特沉思道 这种地形对于人数较少的他们来说是优势 但是对于大军围剿的我们来说却是致命的 或许我们还需要把人散出去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入口 话虽如此 但是众人知道这样的希望渺茫 斯瓦伯洛教派能够选这里成为几十年的藏匿地点 肯定提前考虑过被发现的可能性 或许会有逃生的小路 但是那也绝对不会是能够让军队通过的宽敞地形 兰恩打量了一会 提议道 不如让我先进去侦查一下试试吧 你们是知道我的能力的 如果我尔卡仁在里面有埋伏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跑出来 而与此同时 军队们也可以再尝试寻找周围的小路 双管齐下 伊斯特联想到 兰恩早就已经展示过的 传送和闪烁 这两个技能勉强点了点头 如今的兰恩 早就已经不能够用常规的战斗单位去看待了 伊斯特甚至都按住了 自己想让兰恩带几个护卫一同前去的想法 因为他如今已经知道 让护卫跟着兰恩一同行动 说不准反而是拖累 但他依旧习惯性地叮嘱 一定小心 兰恩还笑着点了点头 转身稍微比估了一下自己和那个山洞之间的距离 紧接着 身上就散发出了翡翠色的光芒 消失在原地 随后在洞穴口就有金光一闪 紧接着就隐没于黑暗之中 让猎魔人们时刻关注洞口的动静 伊斯特晃晃脑袋转过头 准备安排人手去寻找另外的出口 然而还没有等侦察部队出发 翡翠色的光芒就再次在他的身边亮起 兰恩一脸古怪地从中露出了身形 伊斯特赶忙问道 怎么了 是遇到危险了吗 克拉茨也随后跟上 里面的地形是什么样的 有多少敌人 他们发现你了吗 面对两人的追问 兰恩叹了一口气 没有危险 甚至没有敌人 但是我确实需要一点支援 里面有几个伤者 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带出来的东西 虽然兰恩已经说明里面没有敌人 但是出于安全的目的 伊斯特 克拉茨还是带上了各自的护卫队 朱塔 安 敌门也不甘心地 与敌门家族跟随而来的士兵一同前往 猎魔人们和比尔自然也不能够缺席 从洞穴口进去 迎面来的是一股子心骚恶臭的气息 与维尔卡狂战士变身之后的巨熊不同 这种恶臭是真正的熊身上会有的味道 整个洞穴昏暗而又潮湿 岩壁上面长满了苔藓和一些不知名的尖刺藤蔓 地上则到处是碎骨 洞穴的中央有一座恐怖的神像 上面淋着鲜血 而神像的周围则倒着三名浑身赤裸的昏迷青年 他们身上有着骇人的伤口 已经做了简易的包扎 兰恩指了指这三名青年 这就是我要支援的原因 伊斯特赶忙指挥有着医务经验的几名士兵上前 同时他自己也上前查看这些青年的情况 紧接着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们是 德鲁伊学徒 我曾经在德鲁伊之环见过他们 伊斯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他说出的话也让在场所有人一惊 克拉茨看了看神像上面淋漓的鲜血 以及明显是被用来提供鲜血的三名德鲁伊学徒 斯瓦伯洛教派用德鲁伊来进行血迹 他们好大的胆子 德鲁伊在史凯利格群岛的地位可不低 术士兄弟会鼎盛时期在大陆国王们心中的地位 也比不上德鲁伊在史凯利格族长们心中的地位 因为德鲁伊在知识渊博的同时也是真正的不贪恋政治 因此无论多么疯狂 婚庸的族长 在对待德鲁伊的时候都会展现出充分的尊重 没想到 斯瓦伯洛教派居然把德鲁伊抓过来作为血迹的祭品 我们向前一起查看这些德鲁伊学徒 好在发现他们还有呼吸 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回德鲁伊之环进行治疗 克拉茨斩钉截铁地说道 在士兵们为这些德鲁伊学徒简单处理伤势的时候 兰恩则在跟众人解说着自己刚刚侦查的结果 这个洞穴似乎分成两层 我们现在在第二层 显然维尔卡人在找到了一个天然的洞穴之后 还运用人力乃至于魔法人工地修缮过这些地方 兰恩跟一行人介绍着自己刚刚的侦查结果 维尔卡人应该都生活在第一层 而这一层是他们培养狂战士的地方 或者说兰恩指向这个巨大洞穴中的几个地方 是他们生产狂战士的地方 在巨大的洞穴边缘又被开凿出了几个人工的 用于居住的小一号的洞穴 但是这些用于居住的洞穴里面却没有人 而是熊 或者说小熊 几只圆头圆脑的小黑团子挤在里面 被尖石而带着尖刺的藤蔓与外界割开 好奇地看着外面的重猎魔人们 史凯利格巨熊的幼崽 不对 克拉茨惊叫出声 维尔卡人在养殖巨熊 以此批量制造出狂战士 难怪他们一口气能够拉出这么多的狂战士 我差点以为他们将群岛所有的巨熊都捕捉走了 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 但是这可是史凯利格巨熊啊 这可不是能够养殖得出来的 他们每一头都是个自领地的霸主 怎么可能像这样 面对克拉茨的疑问 伊斯特指了指洞穴的中央 将众人的视线转移过去 如果有他在的话 一切就都有可能了 伊斯特说道 眼前是一座半人半熊的雕像 这座他的人确实手艺高超 上面的肌肉纹理和毛发层次都几乎清晰可见 上面还有这几道用于鲜血流淌而预流出来的血槽 显然这座雕像也是用于需要血迹的场合 伊斯特踩了踩脚下的地面 解释道 有神像的存在 看样子 这里确实是斯瓦伯洛教派的藏匿地了 我曾经看过家族里面的藏书 我们脚下的地方 应该是被维尔卡人称作熊之环的地方 他们会在举行狂战士试炼的时候 运用特殊的方法 将周围的巨熊全部聚集到这里来 让战士们与巨熊厮杀 这是斯瓦伯洛教派所掌握的独特的能力 现在看来 他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更进一步 把巨熊召唤过来之后并没有与之厮杀 而是将他们困在这里进行圈养 而且 伊斯特缓步走向那些好奇的看着自己等人的幼熊 这些猛兽的幼崽 丝毫不拒人 似乎是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但是伊斯特在意的不是这些小熊 而是将他们关在里面的带着尖刺的粗硬藏 这些应该是德鲁伊的自然魔法催生出来的 要知道 德鲁伊可是能够驯服一手龙的 本身就有着奇特的养殖技术 再加上斯瓦伯洛教派传承的独特技巧 养殖巨熊就不足为奇了 听到舅舅的解释 克拉茨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虽然他也是一族支掌 但是在面对这些新秘以及其他的知识的时候 见识还是远远不如伊斯特 对 德鲁伊 一直在人群后面的比尔突然惊叫起来 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在我被绑架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德鲁伊 我是不会认错的 众人的眼神看向兰恩 兰恩摇摇头 我刚刚探索了这里的全部 这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格德立刻好像泄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 我们这次还是让他们跑掉了 没能够全歼斯瓦伯洛教派吗 此话一出 伊斯特他们还没有做出反应 意图报仇的迪门家族人和比尔都已经咬牙切齿起来 他们撑着一口气 就是为了那斯瓦伯洛教派报仇血恨的 兰恩却再一次摇了摇头 情况并没有这么不堪 我观察了上层维尔卡人居住区域的大小 里面最多也就足够容纳百人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那一仗打掉的维尔卡人 或许就是他们全部的战士了 除非这座山里面 还有其他维尔卡人的秘密聚集地 伊斯特点头肯定道 那么我们在这地方再搜寻一下 看到有没有漏掉的线索 同时撒出人去 再看看有没有维尔卡人的聚集地 必须要找出那名逃走的堕落德鲁伊 说着 伊斯特回头看了看那三名已经被简单处理了伤势的德鲁伊学徒 我甚至怀疑 这些学徒就是被那名堕落德鲁伊给抓回来的 一直以来都是伊斯特在发号失令 这没有问题 毕竟伊斯特辈分最高 威望最足 经验也最丰富 在石凯利格也能够调动最多的资源 而兰恩和克拉茨 他们也会时不时的查落补缺做补充 伊斯特也乐于接受两个晚辈正确的建议 而这一次 当伊斯特做出搜索维尔卡人居住地 继续搜索德鲁伊的命令之后 克拉茨就做出了欲言又止的表情 伊斯特显然注意到了 他很重视自己外甥可能有的建议 克拉茨 你有什么想法吗 克拉茨摘下头盔 犹豫地说道 舅舅 我们来围剿斯瓦伯洛教派 就是为了扶持你成国王 对吧 伊斯特理所当然地点头 不知道克拉茨为何会有这么疑问 要是真的如兰恩所说 你们之前的战斗已经杀死了全部的维尔卡人 只剩下一个堕落的德鲁伊 那么斯瓦伯洛教派其实也已经被覆灭了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个德鲁伊已经不重要了 您现在就已经算是击败了其他的竞选对手 可以加冕了 第235章 莫斯萨克让兰恩之名无人不晓 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 克拉茨指了指那尊斯瓦伯洛的神像 还有地上躺着的三名德鲁伊学徒 将贪功冒进的两名组长 从维尔卡人的伏击下救出 并且反杀了所有的维尔卡人 随后又找到了维尔卡人真正的聚集地 捣毁了邪神的神像 并且救出了被作为血迹的三名德鲁伊学徒 克拉茨抓取了伊斯特这一路以来的重点 我觉得这样的功绩已经足够凝加免了 当然 我不是说就这么放任那名堕洛德鲁伊不管 我们之后肯定也要组织人手去搜寻他 但是他只是一名堕洛的德鲁伊 不能够代表整个斯瓦伯洛教派 而真正的斯瓦伯洛教派在这里 克拉茨指了指脚下 已经被我们覆灭了 克拉茨话音未落 只听到身后传来巨大的动静 兰恩 伊斯特 克拉茨他们一起回头 发现是狄门家族的士兵们闹出的动静 在朱塔 按狄门的带领下 他们用大剑 斧头 锤子彻底摧毁了斯瓦伯洛的神像 将邪神的标志化为一地的碎块 这是为了给我叔叔报仇 为了我们狄门家族的组长报仇 该死的邪神 朱塔大吼道 愿圣母弗雷雅勇士镇压你 克拉茨收回目光 朝着伊斯特摊开双手 您看 哪怕是他们 也认为已经摧毁了斯瓦伯洛了 如今已经算是报仇了 敌人必须要全部杀死 我懂的 那堕落的德鲁伊就在大使凯利格岛 逃不了的 之后 我会发动全部的士兵去追击他 我相信 德鲁伊之环的大师们也会乐于帮助我 克拉茨诚恳地说道 但是您没有必要在身陷其中了 您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您已经 可以加冕为王了 伊斯特犹豫了 确实 虽然喊着完成先祖未尽之士为 使凯利格消灭敌人这样的口号 但是覆灭斯瓦伯洛教派 可不是伊斯特的目的 成为国王 使员辛特拉 消灭尼弗加德 为卡兰瑟报仇 这些才是伊斯特的目的 消灭斯瓦伯洛教派只是手段 一个堵住其他家族组长的嘴 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借口而已 要是一门心思和邪教死磕 而忘了加冕的本意 那才是本末倒置 只是事情 已经发展到了如今的阶段 若是就这么放过那个出逃的 堕落德鲁伊 总觉得事情少了点什么 思考一会之后 伊斯特把头转向兰恩 兰恩 你怎么看 兰恩看了一眼系统 任务沉默的狂暴 并没有显示已完成 如果此刻是在游戏里面 任务完成与否的判定模式 是任务发布者的主观判断 换句话说 哪怕玩家并没有完成任务 带回了错误的线索 但是只要给玩家任务的NPC认为 玩家已经完成了任务 那就能够进入奖励结算的环节 极高的任务完成自由度 这也是原作游戏吸引人的地方 不过此刻 兰恩所持有的系统 对任务判定的标准客观了许多 这杜绝了兰恩钻空子 刷任务的可能性 却也给予了兰恩关键的情报 斯瓦伯洛教派 确实有有残党 那兰恩 会去跟斯瓦伯洛教派死� 吗? 并不 他又不是比尔 和维尔卡人 没有抹不开的仇恨 兰恩本身也不是一个 被系统任务牵着鼻子走的人 他也没有这么死板 相比较于一个任务的经验收获 让伊斯特加冕这件事情明显更加急迫一点 于是他说道 我支持克拉茨的意见 堕洛德鲁伊是要消灭的 没有明知道 敌人却不去消灭他的道理 尤其是这个敌人 还能够给兰恩提供任务完成的经验 但是 但是 事情由主次之分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让姑父您重登王位 兰恩说道 要不我们还是兵分两路 我和杰洛特他们 想办法追查德鲁伊的行踪 这对于猎魔人来说 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本质工作了 伊斯特轻笑一声 你可不是猎魔人 兰恩 至少你不能把自己当成猎魔人 兰恩露出受了教会的表情 点点头 不过你们说的 确实非常有道理 伊斯特思考片刻 看了看周围 拍板道 这样吧 带上这些昏迷的德鲁伊学徒 你们跟我一起 去一趟德鲁伊之环 布兰正在那里 我跟他交流一下现在的进度 经过这次的事件 狄门家族和卢哥的德拉蒙 已经不再是我的竞争对手 甚至有可能变成自己人了 剩下的只有两个中立家族 我可以再去游说 正好兰恩 你也可以咨询一下那里的德鲁伊大师 问问他们 那名堕落的德鲁伊的情况 我相信 他们会非常乐于帮助你的 至于之后 是立刻加冕 还是继续追踪 堕落德鲁伊的踪迹 我们到时候再谈 众人对于这样的安排没有意义 土耳塞克家族和克莱特家族的士兵散出去 搜寻这个维尔卡人的聚集地 是否还有其他什么猫腻 同时抓走那些幼熊 算是战利品打算带回去 猎魔人们用感官搜寻起 里面维尔卡人曾经居住过的痕迹 希望可以为之后的行动增添一些便利 至于兰恩 则若有所思看着那三名昏迷的德鲁伊学徒 那个逃走的堕落德鲁伊 到底在哪里呢? 亚提斯正在前往大石凯利格岛的海岸 他的膝盖上面横放着一条橡木手杖 上面的每一缕木书纹理都曾被鲜血流淌 黑红硬夹将自然之木原本的颜色牢牢地盖住 时刻散发着兴气 他的胯下是一头壮硕惊人的石凯利格巨熊 狂暴的野兽此刻好似最听话的骏马 甚至违反了身体的本能 刻意平缓了背部 给身上的堕落德鲁伊提供最舒适的旅途 直到前方刮来闲尸的海风 带来浪涛的声音 他们抵达了大石凯利格岛的海岸 亚提斯矫健地从熊背之上翻身而下 转头看向驮着自己一路走来的狂战士 脸上露出了悲悯 哈斯亚 你是最后一名维尔卡狂战士了 现在 是你向我神仙出信仰的时候了 一如你的同伴 巨熊的双眼清澈 从中显示出的灵质不下于人类 他和亚提斯对视了两秒 低下头颅 野兽的低吼 在粗壮的喉咙里面回荡 如果那依旧是人的喉咙 一定可以听清里面的音节 那是 为了我神 斯瓦伯洛 橡木手杖上面泛起一阵血色的光芒 手杖尾端的藤蔓开始缠绕延伸 生长出好似匕首一般的尖端 扑哧一声 亚提斯的手杖扎进了巨熊的脖梗 鲜血以一种违反重力的轨迹朝着橡木手杖倒流而上 好似滴近干涸之土的雨水 转瞬就被手掌吸收干净 亚提斯的影子在那一瞬间模糊了一下 不像微微变形 但是又很快恢复原状 随后他单膝跪地 右手插进巨熊的伤口 占取了一点鲜血 在脸上画出新的绽纹 我神斯瓦伯洛 最后 堕洛德鲁伊双手一扬 在海岸线搅起狂风 早就在此等候多时的风帆 顿时高高鼓起 带着船体 载着亚提斯朝着墓地地航行而去 一切皆已就绪 一切只为悦您 我神 斯瓦伯洛 兰恩并不知道 亚提斯究竟去了哪里 更不知道对方此刻 甚至已经离开了大士凯利格岛 不过 他确实想要多知道一点亚提斯的信息 所以他跟着伊斯特 一起来到了位于史凯利格的 德鲁伊之环 德鲁伊是森林和自然的学生 他们通过和花草树木对话 去了解自然 也能够驾驭强大的自然力量 来维护生态间的平衡 同时 德鲁伊的治疗之术也是举世闻名 他们乐于照顾和治疗那些受伤的野生动物 也收养和帮助那些被家人抛弃的孤儿 因此 在世人的眼中 多以智者的形象出现 饱受尊敬 群岛的德鲁伊 又与大陆上的德鲁伊不同 他们并不是成天在神圣像树前鞠躬 驯服一手龙 闹着领主在受保护生物名单上 再加一笔的灰胡子老头 很多群岛的德鲁伊 会凭借自身的能力 充当家族组长的魔法顾问 不断游走于岛上的各家族间 在永无止境的纷争间担任缓冲角色 史凯利格人碰上麻烦时 就会询问德鲁伊 生病时会求助德鲁伊 哪怕遇上急于调节的纠纷 也会倾向于找德鲁伊 而不是当地的领主 事实证明 德鲁伊比某些领主确实靠谱 而德鲁伊之环 是德鲁伊们的群聚处和修行所 每一个德鲁伊聚集起来的地方 最终都能够形成德鲁伊之环 不过由于德鲁伊在史凯利格格外地鼎盛 大陆上的其他学术学院 术士兄弟会的埃尔图萨对比其他的魔法学校一样 史凯利格的德鲁伊之环也是地位超然 于是就有德鲁伊们给予了他一个额外神圣的名字 项目之环 哪怕是大陆出身的德鲁伊 有时候也会千里迢迢 乘风破浪地来到史凯利格 与这里的智者们交流学习 瞻仰仙迹 同样是充满了自然气息的地方 兰恩不自觉地会把项目之环 与部落七龙树精们的橡树之地进行对比 与树精们的聚集地相比 这里没有那些巨大到足够用作交通道路和房屋的聚目 这里的树木大小是中 还有着一片开阔的青田草地 这更像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聚集地 而不是一群崇尚自然的施法者的学术基地 这里人气很足 联想到德鲁伊除了传统施法者的身份外 还会兼职炼精师、药剂师、治疗师、训授师等等的职业 周边的村民也时不时会来求助 这里的一切陈设就十分合理了 伊斯特和前来迎接的德鲁伊学徒打了个招呼 禁止去找自己的弟弟布兰王了 他似乎遇到了一点麻烦 而兰恩则跟和德鲁伊学徒进行交接 将他引过去治疗那三名从熊之环救出来的三名德鲁伊学徒 很快就有导师级别的德鲁伊过来 脸色难看安排对三名学徒的治疗 斯瓦伯洛教派居然抓走我们的学徒作为血迹的祭品 虽然严修自然知道 但是德鲁伊可不是好脾气 但是德鲁伊的双方的双方相反 比如兰恩他们眼前的这一位 这名德鲁伊导师几乎是运用了兰恩已知的全部施凯利格脏话 将斯瓦伯洛教派狠狠臭骂了一顿 随后才转过身来 注意到一直等待在一边的兰恩 但是出于兰恩的意料 那个德鲁伊第一时间居然没有和自己打招呼 而是把视线投向了自己身后的格德 哈!烈魔人!你找到我要的紫房楼了吗? 众人的视线立刻转向了格德 让熊派烈魔人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感觉到众人疑惑的目光 格德主动解释道 这位德鲁伊是一名炼金和药剂的大师 我之前仰慕他的名声想要过来学习 于是他给予了我几个考验 答应我完成之后就教我炼金术 结果 结果一个考验都没有完成 那名德鲁伊大叫起来 我当时就看出来你是个十块脑袋 还想跟我学炼金术 你连一朵紫梵楼都找不到 紫梵楼是一种生长于森林深处的珍贵炼金植物 据说它生长的地方会有危险的魔物守护 非常熟悉的设定 但对于能够担任猎杀绿龙的格德而言 无论多凶猛的魔物理论上都应该挡不住它 所以此刻两手空空 其中肯定另有引擎 格德轻哼一声 不接这名嘴臭德鲁伊的花茶 而这名德鲁伊也没有多纠缠格德 他还是知道正事的 转头面向兰恩 德鲁伊的面色肉眼可见的缓和下来 让你久等了 辛特拉的雄狮 兰恩 兰尼斯特 雷安伦 对吧 不等兰恩自我介绍 这名德鲁伊居然自己说出了兰恩的名字 我是格雷斯密特 如你所见 我是德鲁伊 比较擅长草药和治疗 还有炼金术 名为格雷斯密特的德鲁伊一眼就认出了自己 这让兰恩惊讶无比 而对方随后的话就解答了兰恩的疑惑 莫斯萨克经常提起你 这个经常指的是非常的经常 格雷斯密特轻笑一声 他每次回来都要拉着几个老朋友交流学徒 后代培养之类的话题 明明以前他们谈论的多是学术研究 像是怎么更好的操控天气之类的 我们对这个话题根本不感兴趣 但是莫斯萨克偏偏要用这来烦我们 所以你的名声在项目之环是无人不小啊 辛特拉的兰恩 很多老家伙了解你 或许胜不了解自己的学徒 兰恩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于他来说 史凯利格真的处处都是惊喜 不过现在看来 莫斯萨克对你的称赞 或许真的有那么几分针 格雷斯密特看了看身后的小屋 三名被解救而来的德鲁伊学徒 正在里面沉睡 你才来史凯利格 就帮助我们消灭了斯瓦伯洛教派 甚至还帮我们救出了三名学徒 被巨凶干了母亲的野蛮人 居然用我们的学徒来血解 说到这里 格雷斯密特再次露出愤慨的表情 嘴里不住地往外喷史凯利格脏话 又过了十几个呼吸 这名德鲁伊的情绪才冷静下来 他转向兰恩 和颜悦色地说道 所有项目之环的德鲁伊 都要成你的情 你想学炼金术吗? 莫斯萨克的小家伙 格雷斯雷特开始往怀里掏着什么 我可以把我的炼金笔记给你 回去你也可以让莫斯萨克看看 就当作是学术交流了 格德文言露出愕然的表情 自己当初前来拜访格雷斯雷特 可不是如之前三言两语那样形容的简单 他可是被臭骂了一顿的 而且被臭骂之后 还被给予了几个所谓的考验 没想到自己当初这么艰辛 都没能够去学习的炼金术 现在就被这德鲁伊 轻易地交给兰恩了 虽然有兰恩解救聚集地血兔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对于立场自由的德鲁伊来说 是否给予感谢 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好感度的 格德只能默然 兰恩接过炼金术笔记 假装伸手入怀 其实是收尽了 物品兰 里面 随后他再次对德鲁伊做出感谢 给足了对一名炼金大师该有的面子 让对方开心而矜持地挺直腰板 直摸胡子 但其实 斯瓦伯洛教派并没有被完全覆灭 据我们所知 有一名堕落的德鲁伊也参与其中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兰恩说道 也点出了自己一行人到此的主要目的 格雷斯密特听此一瞪眼 立刻否认 不可能 但是紧接着 他又冷静了下来 自己否定了自己 不 你说的有可能 维尔卡人的狂战士试炼 以及血迹是需要施法者主持的 往往都是德鲁伊 既然维尔卡人卷土重来 就说明我们之中出现了可耻的叛徒 而且这个叛徒已经背叛我们很久了 格雷斯密特深吸一口 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小狮子 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现在由一个孩子点出来实在不应该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自己吧 这是项目之环内部的事情了 兰恩却摇了摇头 我是莫斯萨克叔叔教出来的 也算是项目之环的自己人吧 如果要对付那名堕落的德鲁伊 我也想出一份力 沉默的狂暴 这个任务至今没有完成 原因应该就是 那名堕落德鲁伊没有辅助了 虽然让项目之环的德鲁伊们去清理门户 照样可以让任务自己完成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兰恩还是想要亲自动手 这与他契约比尔维 随从 各部分目的是重合的 为了斯瓦伯洛教派的秘密 为了那个将人类转化为狂战士的完整秘法 如果是由项目之环的德鲁伊 或者是史凯利格的哪个人出手的话 或许就不会多问 就会干脆利落的把那名最后知道 秘法的德鲁伊杀掉 让这秘法就此失传了 哪怕之后 莫斯萨克和兰恩一方的其他术士 能够通过比尔来尼推出秘法 但是有原始配方在 想来是能够大大节省时间的 说不定还能够获得别的惊喜 在兰恩主动要求分忧之后 格雷斯密特的眼神变得莫名起来 格雷斯雷特再次和兰恩的视同对视 几个呼吸之后才给了兰恩答复 这次他得的目光柔和了很多 你比莫斯萨克说的似乎更加优秀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要给项目之环出一份力 一起追捕叛徒 那我不会阻止你 反而会给你提供帮助 似乎是觉得自己的态度太过亲和了 格雷斯雷特轻哼一声补充道 但是你要注意 不给我们添麻烦 第236章 史凯利格的传说 兰恩笑着跟德鲁伊前辈做出保证 随后又开始询问起 德鲁伊叛徒可能的身份 找到对方的方法 格雷斯雷特认真地开始思考起来 德鲁伊们都不会在一个地方常待 哪怕学者们也都是要游离大陆的 所以要精准地找到那个叛徒 难度不小 但是愿意投身斯瓦伯洛教派那群野蛮人的家伙 一定早就在日常言行举止 展现出端倪来 更不要说还捕捉了我们的学徒 格雷斯密特思考片刻 决定还是要去求助别人 我需要再去咨询一下 长留在项目之环前修的前辈 他们或许会对我们指明方向 这要花费一点时间 所以你得耐心等待一会 格雷斯密特的语气非常平稳 展现出了一名德鲁伊该有的风度 这让在兰恩身后的格德不免地撇了撇嘴 而兰恩则微笑着点头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 我觉得你可以去探望一下布兰王 你们应该是亲戚吧 格雷斯密特突然建议到 他遇到了一点麻烦 应该说是大麻烦 几天不见 当布兰王再次出现在兰恩面前的时候 已经肉眼可见得憔悴了不少 曾经豪迈而壮瘦的群岛之王 现在整个人瘦了一圈 双颊深深地凹陷了下去 原本保养得体的大胡子 此刻也脏而杂乱 竟显出主人糟糕的身体状况 对于兰恩的到来 布兰王根本没有察觉 他的注意力都被眼前的病床所吸引 病床上面躺着的 是气息奄奄的布兰王之子 斯凡瑞吉安·图尔赛克 他躺在项目打造的床上 身下垫着胡忌生和东青叶子编织成的软垫 空气中还弥漫着兰恩嗅不出来的熏香草药 四盏蜡烛在斯凡瑞吉的四个方位被点燃 一位德鲁伊站在斯凡瑞吉的床头念念有词 兰恩刚一踏进屋内 就感觉到自己胸前的施救徽章在微微震动 这名德鲁伊正在施展他们举世文明的治疗魔法 而且这么多天以来 这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但即便如此 斯凡瑞吉的状态 比前几天刚刚遭到巨熊袭击的时候 依旧差了不止一筹 此刻整个人几乎已经快要变成一具尸体了 只有通过微弱的呼吸才能够将他与死者区别开来 甚至兰恩都是通过放置于斯凡瑞吉鼻前的橡树叶片的微微抖动 来判断伤者上有呼吸的 而不是胸膛的起伏 因为斯凡瑞吉的胸口根本没有起伏 整具身体也没有一点动弹 值得注意的是 哪怕儿子已经如此奄奄一息了 房间内还是只有作为父亲的布兰王在 作为母亲的比尔娜却不知去向 兰恩四处张望了一下 心中有了一点猜想 除了斯凡瑞吉布兰王 以及正在施展治疗魔法的德鲁伊之外 房间内还有几个德鲁伊学徒作为助手 他们正在给一旁的伊斯特解释斯凡瑞吉现在的情况 兰恩看了一眼 缓步上前 他的外貌和文章太具有标志性 德鲁伊学徒见他靠近后 立刻微微点头作为招呼 索性一起解释起来 斯凡瑞吉快死了 我们无能为力 现在的魔法 只是尽可能地维持他的生命而已 第一句话就让兰恩和伊斯特一起皱起了眉头 德鲁伊学徒遗憾地说道 我们的魔法式治疗 不是七死回生 而斯凡瑞吉受的伤太重了 那是维尔卡狂战士的全力一击 哪怕是一英尺厚的项目门栓都能够拍断 更不用说是人的身体了 学徒叹了一口气 斯凡瑞吉平时勤练武艺 当时也穿着厚实的熊毛斗篷 这给了他一定的缓冲 没有让他当场丧命 但是也仅仅如此了 伊斯特狠狠咬了咬牙 他和自己的侄子关系亲密 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他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他只是受了伤吧 肯定还有救的 伊斯特此刻说话的姿态格外低 甚至带上了一点恳求 德鲁伊学徒的姿态更低 我们经历了 实在是斯凡瑞吉的伤势在太重了 这么跟您解释吧 他在被抬过来的时候 甚至吐出了一小块的肺组织碎片 明潇勇善战 一定明白这代表了什么 我们现在能够维持他的生命 就已经是尽力了 伊斯特当然知道 学徒话语中的信息代表了什么 他颓然地后退两步 险些跌倒 被兰恩一把扶住 刚刚剿灭了斯瓦伯洛教派的喜悦 此刻荡然无存 布兰王和伊斯特 可以说是群岛声望最高的两个人 见到这两名 可以被写进诗歌的勇士 同时露出这种姿态 哪怕是德鲁伊学徒 也是面露不忍 他安慰道 我们也联系了弗雷雅女神的祭司们 虽然他们目前掌握的治疗手段 也束手无策 已经在圣母的雕像前祈祷多日了 说不定一会便会有奇迹发生 把奇迹降临作为唯一的希望 这是多么绝望的人才会有的想法 但这偏偏是布兰王和伊斯特此刻唯一的期盼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正在施法的德鲁伊缓缓张开双眼 屋内草药香气的浓郁程度 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甚至到了枪鼻的程度 而斯凡瑞吉苍白的脸色 也转瞬即逝地划过一丝红润 宛若幻觉 屋内是气息奄奄的斯凡瑞吉 忧心忡忡的德鲁伊 面色悲目的布兰王 唉声叹气的伊斯特 唯有兰恩的表情和气场与他们格格不入 他心中有了一个计划 看了一眼布兰王 没敢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说 兰恩悄悄地把伊斯特拉到一边 低声道 姑父 您和姑姑生活了这么久 一定知晓 我们这一支的血脉中蕴含着特殊的力量吗? 伊斯特脸上担忧未消 皱眉看着兰恩 不知道这明令他骄傲的子侄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个话题 但是紧接着他联想到了什么 露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期盼神色 伊斯特试探地问道 你是说 上古之邪 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 那我是知道的 我就是因为他才不和你姑姑担下后代 但是他似乎没有觉醒其中的力量 只能够从史书和帕维塔的身上窥视一二 他很排斥这股力量 卡兰瑟女王没能够觉醒上古之邪 他本身也很厌恶这精灵血脉带过来的力量 反而他的女儿 也就是西里的母亲帕维塔 曾在自己的成人礼宴会上觉醒 可惜后来帕维塔意外身亡 卡兰瑟也将自己女儿的死亡 归咎于上古之邪带来的厄运 其实追寻一下卡兰瑟这一只血脉 确实每一位觉醒了上古之邪的承载者 人生都多有波折 甚至因此而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卡兰瑟对上古之邪的认知也不能够算错 当然 这里面也有各个觉醒者 都对血脉的力量一知半解 甚至没能够完全觉醒 只是摸了个边的缘故 不像兰瑟这般 有系统和镜子大师的双加持 哪怕是圆珠中的西里 作为史上第一名完全觉醒了上古之邪的血脉承载者 也曾因为这股力量陷入了诸多危险 某种意义上说 上古之邪给西里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了收获 伊斯特目录期盼 我听莫斯萨克说过 你似乎是完全觉醒了上古之邪中的力量 因此才能够在战场上表现出种种超出我们理解的力量 莫非上古之邪在治疗领域也有着强大的力量 面对伊斯特的提问 兰恩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那不是治疗的力量 而更像是一种一次性的重生 兰恩斟酌着用词 哪怕如此也足够夸张 我只能够给每个人施展一次 而只用这一次 无论有多重的伤都能够恢复 甚至连身上的暗伤 就伤也能够一并驱除 兰恩指的自然是契约随从 伊斯特听闻立刻兴奋起来抓起兰恩的手 就要往布兰王那里凑 一次就够了 但是 兰恩连忙拉住了伊斯特 不让他把这个消息太早告诉布兰王 因为兰恩没有技能点了 平时除了加点技能之外 兰恩只会攒下一个技能 以备不时之虚 如果遇到特别想要契约的随从 或者说身边有重要的人手上兵死 就用这个技能点来发挥作用 而就在刚刚 他已经把这个技能点 用来契约比尔这个一种狂战士 加草莽英雄了 他没有想到 斯凡瑞吉的情况如此糟糕 布兰王也 从来没有跟兰恩提起过自己儿子的情况 兰恩一直以为 对方能够在项目之环 获得妥善的救助 如果布兰王早一点把情况跟兰恩说明 不管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还是看在亲书关系上面 兰恩都会把这个技能点用来就斯凡瑞吉 也怪兰恩 没有早一点跟两人说明自己的能力 只是他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 也从来没有跟别人将自己的能力全盘拖出的习惯 此刻 他只能够跟伊斯特解释道 上古之血的根基是魔法 也是因此 我需要足够多的混沌能量来施展这个能力 一般来说 我需要寻找一些魔法物品来吸收里面的混沌能量 以此来发动我的能力 其实兰恩之前从镜子大师那里 也收集到了不少的符文 魔法宝石的 但是那些 都已经被他给了莫斯萨克和杰隆做魔法研究 有一部分 干脆已经变成了自己装备上面的附魔和助魔 他身上已经没有能够时刻转换成技能点的东西了 而施展能力 需要魔法物品中的能量 这个也在伊斯特的理解范围内 他觉得很合理 一般施法者如果想要施展一些大威力的法术 往往要通过特殊的道具 地形 天后 乃至于日食一类的天文现象 伊斯特沉思道 这个没有问题 土耳塞克家族有不少的收藏 我立刻写信 不 让这里的导师帮忙开船送门回小施凯利格岛去找 但是我需要的魔法物品比较特殊 并不是所有的都符合这个要求 兰恩解释道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我还能够从 呃 猎杀魔物 或者帮助他人完成一些特定的愿望 从中获得力量 兰恩好玄没有说出惩戒邪恶 扶持弱小这些用来忽悠侍从的官话来 哪怕如此 也让伊斯特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 因为这已经完全超出海上骑士的认知了 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施法者 是这种提升力量的路数 但是很快 伊斯特也露出了思索的表情 兰尼斯特 一诺千金 这就是你当初在辛特拉到处给人帮忙的理由吧 因为你能够从中获得力量 兰恩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斯凡瑞吉还能够撑多久 是不是来得及 说着 兰恩瞟了一眼自己距离满值不差多少的经验条 说不定比起到处寻找魔法物品 在项目之地随便找个任务完成了 还要更快一点 尤其这种情况下 整个土耳赛克家族的士兵都会帮助自己 效率绝对高 伊斯特听了兰恩的理由 思存道 那么我现在就让家族的士兵帮助你去 帮助他人 然后 我也同时去找德鲁伊开船送门回家族 找你需要的魔法物品 先不告诉布兰这件事情 免得他的情绪大起大落 只希望斯凡瑞吉还能够撑住 兰恩点头认可 但是紧接着他一拍脑袋 突然想起来 自己之前是不是还在弗雷亚花园里面 获得一条狼牙项链来着 就是那条能够制造出不死狼人的古朴魔法道具 那貌似也是个魔力之源来着 这种新入手的东西 总是没能及时在他的记忆中出现 之前为了带回去 给莫斯萨克破解上面的奇妙符文 兰恩一直没有把它吸收 但是现在看来正是使用它的时候了 兰恩赶忙拦住风风火火的伊斯特 左手一翻 正想将狼牙项链从物品栏中取出吸收掉 一个声音突然在他的背后响起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兄长 还有兰恩 那是布兰王的声音 为了避开布兰王 兰恩和伊斯特此时特地离开了给斯凡瑞吉疗伤的屋子 他们也以为布兰王这样的状态 是接收不到外界的信息的 却没想到布兰王的状态看上去悲痛而挨促 实际上但凡有一点关于儿子的信息 周围出现斯凡瑞吉这个英杰的词语响起 他都能够准确地接收到 给斯凡瑞吉疗伤的德鲁伊也和布兰王一起并肩走出屋子 用一种长辈独有的慈爱 好奇夹杂的眼神看着兰恩 你是兰恩吧? 莫斯萨克跟我提起过你 说你有很多神奇的能力 但是为了保护你的秘密 都没有细说 我对于斯凡瑞吉只能够做到现在的程度了 他的伤很重 德鲁伊并没有机会什么尊严 脸面一切以治疗优先 所以如果兰恩你能有什么办法的话 就尽管去做吧 你是需要借助大自然的魔力吗? 项目之环中心有一棵橡树 沟通着整座岛的魔力 或许它可以帮助你 布兰王却白白手阻止了德鲁伊的提议 转而低头 从自己的脖子里面取出一枚古朴项链 这是为了救我的儿子 没有让大师们付出代价的道理 说完 布兰王转向伊斯特露出了歉意的目光 抱歉 兄长 这项链 没等他把话说完 伊斯特直接打断了自己的弟弟 斯凡瑞吉的安危最重要 接着 伊斯特主动拿过那条项链递到兰恩的手里 解释道 这是我们土耳赛克家族组长的标志 由我们先祖传承至今的宝物 它本该是一件强大的宝物 但是我们一直不知道如何催动它 只希望 现在可以用它来挽救斯凡瑞吉的性命 也算是先祖保佑了 史凯利格是一个浪漫的民族 神话和传说贯穿了他们的文化 也融入了他们的政治 在岛民的传说中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 汉姆多尔 据传他穿着比太阳还要耀眼的金色盔甲 戴着陆角头盔 挥舞着能够披开黑夜 带来黎明的长剑 强大到可以凭借着肉身移开群山 翻涌大海 根据诗歌的记载 这名神话中的英雄能够猎杀连神明都束手无策的怪物 但是却淡薄名利一直隐居于自己的狩猎小屋之中 直到某一年的夏至 他在海边遇到了女神海灵 女神对于这名比神明还强壮的英雄也仰慕已久 于是一人一神迅速陷入爱河 他们来到了史凯利格 在那里亲密了整个夏天 但是秋天来临时 海灵非离开不可 最终海灵为汉姆多尔生了六个儿子来延续血脉 这六个儿子也是群岛七大家族的祖先 而海姆多尔在将自己与女神的六个儿子培养成人之后 也陷入了沉睡 他没有墓碑 也没有人知道海姆多尔最终去了哪里 但是群岛人相信海姆多尔终将归来 最后的纪元会有一头巨狼吞噬太阳 月亮会产生月时 接着世界踏入白霜纪元 而人类面临一个仿佛将冻结所有的严冬 一艘长船名为纳格法尔号 从霍摩尔岛起航 船身以死人的指甲搭建而成 船内在满游妖灵和恶魔组成的军队 石凯利格人极其重视这个传说 直到今天 他们的葬礼都会包下王者的指甲 防止他成为邪灵造船的材料 有位英雄站在他的狩猎小屋里 看着长船到来 他就是汉姆多尔 这时 荆棘坎毕会开始提叫 直到提携死亡 他的提叫将会警告汉姆多尔长船的来到 接着 汉姆多尔会踏上彩虹桥 吹向腰间携带的号角 号召所有曾英勇战死的石凯利格人拿起武器加入这最后一战 这场战役将会决定世界是否会被永恒黑夜笼罩 或者迎来一个全新的黎明 伊斯特极其严肃地背诵着这个故事 说道 我知道上古之雪也有类似的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故事 卡兰斯的王室藏书之中就有 而我们岛民就是汉姆多尔的后代 我们建设群岛就是为了迎接英雄的归来成为他的军队 土耳塞克家族是汉姆多尔之子提尔的后裔 这枚项链就是提尔曾经佩戴在身上的宝物 兰恩接过伊斯特递过来的项链 他以植物的藤条和金属一起编织而成 雕刻着古朴而复杂的符文 但是似乎因为时间过了太久 这些符文看起来就像是死板的石雕 若不是伊斯特的提醒 根本不会有人认为它是一件蕴含着魔力的宝物 而事实也是如此 到了如今 它只是土耳塞克家族组长的信物了 不再有什么奇妙的作用 好在兰恩的系统事实地给出了提示 发现魔力之源 在伊斯特和布兰王期盼的眼神中 兰恩点了点头 能用 有它就足够了 随后他抓住项链 发动系统 一股宛若冬日暖风的热流 从项链之上涌出 躺进兰恩的身体里面 技能点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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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知道已经存在了多少年 居然提供了足足四个技能点 拥有这么多的魔力 却连上面刻画的符文都催动不了吗 不愧是神话中英雄传承下来的宝物 难以想象在他刚刚被制造出来的时候 又会有怎样的威能 第237章 他的眼神就像在看衣服 随从 斯凡瑞吉 安·图尔赛克 性别 男 种族 人类 等级 1 天赋 铁腕 经验值 01000 生命值 120 法力值 5 物品蓝 5 技能蓝 群岛血脉 冷静头脑 礼仪高级 通识终极 航海术终极 剑术终极 剑术终极 奇术终极 任务 5 共享随从天赋 铁腕 铁腕 当该天赋拥有者成为势力领袖时 决策受干扰度下降40% 决策执行力上升20% 在吸收了土耳赛克家族的传家项链 获得4个技能点之后 蓝安毫不犹豫地 就用其中的一个技能点 开启了空白的随从面板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将左手置于斯凡瑞吉的额前 随从的契约没有什么光影特效 也是因此 斯凡瑞吉身上的每一寸变化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先是那不见血色的脸上突兀地爬上一抹红润 随后好似春雨润泽的嫩河一般快速焕发了生机 有力的呼吸开始带动身体的颤动 强健的心跳开始振战胸膛的起伏 甚至连久不进食而显得干子的皮肤都开始充气一般 微微紧绷了起来 此刻 斯凡瑞吉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一个假妹的战士 或者一个暂时休憩的学生 只要人稍微摇一摇晃将他惊醒 就随时可以爬起来再次投入到战斗或者学习之中 布兰王伸出左手 但是却好似面对一个瓷器一般不敢触碰自己的儿子 好在紧接着斯凡瑞吉的眼皮就开始剧烈地颤动 随后睁开了双眼 父亲 土耳塞克家族未来的继承人迷茫地打量了一下周围 母亲是否安好 混乱平息了吗 是 德鲁伊大师救了我吗 看着激动地抱着自己儿子的布兰王 以及被激动地抱着以至于不知所措的斯凡瑞吉 兰安后退一步 将这一块空间让给这对父子 随后他开始细细打量斯凡瑞吉的系统面板 从情理上来讲 他花费一个技能点来救助斯凡瑞吉是完全乐意的 而从实际的角度来看 斯凡瑞吉也绝对值得兰安花费这一个技能点 在原著和游戏中 伊斯特早在辛特拉国破之时就已经牺牲 而布兰王驾崩之后 群岛就开始了激烈的继承人争夺角逐 玩家可以选择自己支持的继承人将他扶持上位 最终也会导致不同的结局 斯凡瑞吉自然是当时的王位继承人之一 斯凡瑞吉在成为国王之前一直是一个妈榜男的形象 甚至可以说是他母亲毕尔纳的傀儡 但是当他继承王位之后 带来的的结局却出人意料 在成为国王之后 斯凡瑞吉立刻忤逆了毕尔纳 撕掉了毕尔纳要他签署的与尼弗加德的不平等条约 随后悍然发动了向黑日帝国的战争 用敌人的鲜血洗刷了差点臣服的耻辱 也让所有质疑他的人闭上了嘴 总的来说 这是一位正在沉睡的铁腕领袖 以北京优秀的国王匹配机制来看 最近尚未有人见识他的锋芒 而他也从未有过丝毫表露 现在虽然施凯利格国王版上钉钉地会由伊斯特来继承 但是让斯凡瑞吉在伊斯特之后继承王位也挺好 当然 这个要在意 群岛和兰恩关系不错的年轻人也有不少 而哪怕不继承王位 斯凡瑞吉以后继承土耳赛克组长之位 也能够给兰恩带来巨大的帮助 这可是兰恩如今契约的第一个势力领袖级别的随从 如果他能够和兰恩当初在辛特拉一样利用自己的势力开始刷系统任务 然后这些任务收获再通过随从的系统效果共享给兰恩 光是想一想就足够美好了 等等 这么看的话 如果兰恩契约随从 最好的选择其实是找各个势力的领袖 另一边 德鲁伊难以置信地看着起死回生的斯凡瑞吉 第一次对自己体系的治疗法术产生了质疑 他回过头 看向兰恩 想了想了 忍不住决定上前搭话 德鲁伊勿以为 兰恩看系统面板的样子 是在对着土耳赛克的传家项链发呆 于是主动解释道 土耳赛克家族由汉姆多尔之子提尔创立 传说他当初决定到小石凯利格岛上定居的时候 需要先猎杀一头如山一般大的巨熊 所有人都以为提尔必死无疑 但提尔随后用地心之火锻造出了神兵 他的母亲海灵女神 又将陈光附着在他的身上以符文的形式作为守护 最终让提尔杀死巨熊 符文?守护? 兰恩还真的被这个话题所吸引了 他看向手中的项链 所以这便是传说中女神海灵让儿子免于受巨熊伤害的珍宝 德鲁伊点点头 只是不知道是那场大战耗尽了项链中的力量 还是子孙后代一直找不到激活符文的方法 使得这条项链一直展示不出神话中的光彩 但是如今他却庇佑了自己的后代 让斯凡瑞吉起死回生 或许这便是先祖给予后代的守护吧 兰恩露出受教的表情 以晚辈的姿态朝着德鲁伊问候 使凯利格的文化令人心持神网 您的知识渊博更令我敬佩 我是辛特拉的兰恩 兰恩 兰尼斯特 雷安伦 不知您是 费托夫 一个经常被动接受莫斯萨克对你称赞的老头子 名为费托夫的德鲁伊幽默地说道 满意地看着兰恩脸上生起恰到好处的窘迫 但是如今看来 莫斯萨克对你的称赞甚至有些保守了 虽然有着种种的限制 但是你的这种力量对于整个治疗魔法的体系都是颠覆 说句冒犯的话 我甚至觉得弗雷亚女神降下神迹都办不到你刚刚做的事情 这句话 兰恩可不敢接了 他们此时一边聊着天一边退出木屋 费托夫还伸手招呼着让自己的学徒们出来 把空间让给里面的父子 费托夫正在说什么 不远处却突然跑来了另外一个德鲁伊 那样貌也是兰恩所熟悉的 正是一开始负责接待兰恩 并且承诺为他寻找堕落德鲁伊情报的格雷斯密特 费托夫 我正到处找你呢 他一边打招呼一边转头 兰恩也在 视同青年朝着格雷斯密特点头致意 格雷斯密特则开始解释自己的来意 兰恩你知道的 我们德鲁伊里面出了叛徒 若想要知道对方的身份 还是需要一名资历足够深的老家伙 而费托夫就是这样一个资深的老家伙 项目之环这么多年来的每一个德鲁伊 几乎都和他接触过 他甚至是一名能够操控气候的天纵者 你的话似乎在夸我 但是你的措辞又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 费托夫摇了摇头 对于这名同伴的举动 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 幸好现在斯凡瑞吉的伤已经好了 不然我也没时间听你讲这些令人苦恼的话 却没想到格雷斯密特的关注点立刻就被带歪了 他惊叫起来 你说什么 那个小家伙的伤好了 不可能 你是研究出了什么新的草药或者什么新的魔法吗 我们快好好交流一下 我可以用我最新的成果跟你换 说到这里 格雷斯密特目光扫视一下 立刻捕捉到了兰恩 小狮子 你先把我的笔记还我 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抄一本新的 费托夫 这就是我的最新成果 快说说 你是怎么治好土耳赛克家的小家伙的 费托夫再次摇头 挥挥手把同伴的注意力抓回来 斯凡瑞吉不是我治好的 等等 你先别闯进去 这太失礼了 天纵者一把拉住冒失的同伴 提醒这个 对研究格外狂热的同伴冷静下来 布兰和伊斯特也在里面 现在是伤者和亲属交流的时间 先说说 看你来找我干什么吧 虽然平时你也是个冒失的人 但是在明知道我很忙的情况下还来找我 肯定是要紧的事情 格雷斯密特不住地往木屋里面张望 显然是觉得 现在里面的事情 才是要紧的事 不过在费托夫的反复催促下 他终究还是拍了拍脑袋 说道 这和兰恩也有关系 他刚刚和伊斯特一起从维尔卡人的大本营回来 给我们带来了消息 项目之环出了叛徒 他加入了斯瓦伯洛教派 还帮走了我们三个 一直被以为是在外力链出了意外的学徒 幸好他们这回被兰恩救了回来 你资历了 我觉得 你应该会知道 那个叛徒的神 话没说完 这回却变成了费托夫尖叫起来 打断了格雷斯密特 你说什么 兰恩就回来了三个学徒 一间重新被整理出来 给三名德鲁伊学徒疗伤的小屋中 费托夫看着正沉睡不醒的伤者 脸上难掩失望 被作为血迹 差点丢了性命的三名年轻人 因为失血过多 而显得脸色格外苍白 不过好在格雷斯密特在治疗和草药两门 学科中间是出类拔萃的墙 好旋稳住了他们的状况 同时 也有听闻消息的其他德鲁伊们赶过来 足够作为导师的他们 对于被解救回来的学徒格外上心 甚至组成了一个临时的交流会 研究如何最高效且不留后遗症的 让三名学徒恢复原状 所以 让费托夫脸上难掩失望的 并不是这三名学徒的身体状况 而是他没有在里面找到 自己想要找寻的对象 格雷斯密特给兰恩解释道 费托夫的学徒不久前去了摩斯科根森林 寻找一种罕见的草药 但是却再也没有回来 费托夫一直很自责 因为学徒去那里是为了他的实验 费托夫在森林中寻觅了许久 却一无所获 一度消沉 甚至打算停下自己的研究 离开项目之环这个伤心地 直到斯凡瑞吉 被图尔赛克家族的人送过来 他为了治疗伤员 才多停留了片刻 费托夫以为自己的学徒 也在被兰恩救回来的三人之中满怀期待而来 此刻心情大起大落 面上只剩下黯然 但是他毕竟是个长寿而强大的德鲁伊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至少表面上不再显露令人在意的悲痛了 我只是心中还抱有一点希望罢了 不过说不准那名堕落德鲁伊的手上 还有更多的学徒 或者还有其他没能等到被解救的学徒 说到这里 费托夫的眼睛暗了一下 随后说道 按照兰恩你们的描述 我只想到一个人 亚提斯 他是个年轻人 当初是作为孤儿被带回项目之环的 他对于自然能量非常敏感 天赋很高 但是却对群岛的战绩格外感兴趣 喜欢舞刀弄棒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 毕竟我们的学徒在出发游历之前 总要学一两门棒身的武技 光学术法是不足以应对危险的 直到后来 亚提斯开始对于魔物训养乃至于生物改造的项目 展现出了浓重的兴趣 他的研究开始极端化 又被于自然平衡 这遭到了他的导师的训斥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 他正式打算开启一个关于重现维尔卡狂战士的项目 为此他独身前往福尔哈拉村的遗址 希望获得更多邪教的秘密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费托夫叹息道 他失踪的时候还不到80岁 很年轻 我们一直以为他已经意外身亡 但是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似乎其中有一些别的引擎了 费托夫接着又补充 亚提斯的导师是我曾经的研究伙伴 他因为学徒的失踪一直自责于自己的教育方法 认为是自己的错 他现在应该在乌德维克岛隐居 时不时的给托达洛赫家族做顾问 我会去找他多了解一些关于亚提斯的消息 哪怕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那个堕落的叛徒并不是亚提斯 但亚提斯的失踪和那个叛徒肯定脱不了关系 我们也能够因此多一位 希望探寻学徒失踪之谜的伙伴 提到学徒失踪的话题 哪怕费托夫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不希望干扰到别人 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难眼的悲伤 兰恩郑重地感谢 那就拜托您了费托夫先生 随后他又保证到 关于您学徒的事情 我深感遗憾 我会拜托克拉茨派出人手去帮忙寻找的 我也有不少的猎魔人同伴精通搜救 希望可以发现什么线索 哪怕找不回他 我们也能够想办法让他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 同时也不让伤害过他的人安然度日 费托夫对着兰恩欲言又止 似乎不想要对方多费力 但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 做出多费心的拜托 在费托夫离开去寻找亚提斯的导师之前 他还去看了一趟斯凡瑞吉的木屋 虽然在兰恩的帮助下 斯凡瑞吉已经彻底康复 但是出于认真负责的态度 他依旧打算为斯凡瑞吉最后做一次检查 兰恩跟着费托夫一起回去 当他们打开大门的时候 就看到克拉茨正在跟布兰王会报什么东西 伊斯特坐在一旁时不时地做一些补充 这些话题是伊斯特这一路上的波折 包括狄门家族 德拉蒙家族 以及斯瓦伯洛教派的变故 显然 儿子脱离了生命危险彻底康复之后 布兰王再次回到了扶持兄长挤掉自己王位的事业之中 斯凡瑞吉坐在布兰王的身边 专心致志地观察着父亲的言行 似乎是在学习 当兰恩和费托夫进来的时候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其中最为炽热的一数当属斯凡瑞吉 兰恩甚至觉得 斯凡瑞吉此刻看着自己的眼神 跟他看布兰王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虽然已经契约了这么多随从 兰恩也已经体验过了各种目光 比此刻更加夸张的也不是没有 但是当这种目光 从斯凡瑞吉这种身份和亲缘关系的人眼中投射出来的时候 兰恩还是感到一阵不自在 好在布兰王立刻起来挡住了斯凡瑞吉的视线 这名激动的父亲张开双臂上来就是一个熊豹 从他用力拍打兰恩后背的力道来看 就能够体会出他此刻内心的汹涌 兰恩 如果不是你 我差点就失去了我唯一的儿子 兰恩看向一边同样激动后怕的伊斯特 往耳着抱住了布兰王 我们可是家人啊 不是吗 费托夫看着屋内的气氛 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 主委似乎有正式要谈论 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布兰王并没有让德鲁伊离去 而是同样郑重地感谢了费托夫 而在听兰恩解释 费托夫会帮忙寻找多罗德鲁伊之后 再次表示了感谢 这正是刚刚布兰王与伊斯特还有克拉茨 谈论的话题之一 如何在实际意义上帝彻底清剿斯瓦伯洛教派 要完成这个目标 那名逃走的堕洛德鲁伊一定要被处理掉 不过布兰王和克拉茨的意见一致 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依旧有更重要的事情的优先级排在这之前 我打算不日再次召集七大家族的首领 同时开始准备伊斯特的加冕仪式了 布兰王说道 从势力的层面上来讲 斯瓦伯洛教派已经被彻底覆灭了 伊斯特的加冕之路再没有阻碍 不论是哪一个家族都再不能挑出毛病来 既然连布兰王都认同了这一点 兰恩再不会有别的意见 难道他一个外来的辛特拉公爵 还能比史凯利格的国王更懂史凯利格? 幸运的是 兰恩你们这一次将狄门家族和德拉蒙家族 两个原本的竞争对手也变成了自己人了 彻底扫清了未来可能的阻碍 布兰王感叹道 我很了解卢哥 光是听你们转述他的表现 我就能够猜到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他是个别扭的家伙 但也是一个典型的岛民 想要把他变成自己人很容易 救他的命 或者打负他 布兰王哈哈大笑 当然 克拉茨除外 克莱特家族 无论对德拉蒙家的人做什么 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态度 克拉茨重重地哼了一声 兰恩思考片刻 提出一个问题 那迪门家族呢? 霍格 黑手已死 谁来继承 我们要介入其中吗? 扶持一个亲近我们的继承人来掌控迪门家族 不 兰恩 岛民不是这么做事情的 我们不会干涉其他家族的内部事务 布兰王严肃地摇了摇头 不过随后又安慰到 但是现在看来 迪门家族已经有自己的继承人了 朱塔 安 他是霍格的直系亲属 武艺高超 又曾经是霍格的贴身盾位 虽然没能够保护好霍格 但是随后 他跟随伊斯特一起覆灭了斯瓦伯洛教派的聚集地 还亲手砍碎了邪神的雕像 布兰王摸了摸胡子 我们不会干扰狄门家族的内部 但是我们可以放出这些消息 宣扬朱塔的所作所为 表明我们赞扬朱塔的态度 加上他本身的功绩和铁娘子的名声 足够他去竞选狄门家族组长的位置了 坐在布兰王身后的斯凡瑞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对于父亲这种不干扰其他家族内政 却依旧能够影响组长选举的方式表示敬佩 如果朱塔上位的话 我们也不用担心狄门家族的态度了 他在霍格死后 就已经表明了支持我的态度 伊斯特补充道 随后 他又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兰恩 实在不行的话 兰恩被伊斯特看得莫名其妙 克拉茨突然凑上前拍了拍兰恩的肩膀 铁娘子的名声很响亮的 他的剑技冠绝法裸斗 曾经向弗雷亚女神发誓 只有打败他的人才有资格跟他过夜 娶他为妻以致让他为妻生育子嗣 挑战他的人络绎不绝 但是从没有人成功 甚至因此给他衍生出了铁群女的绰号 而兰恩你 伊斯特接过克拉茨的话头 脸上的笑容开始变得莫名 之前在战场上是不是为了救他 而用刀背把他劈飞了来着 兰恩一愣努力开始回忆 当时是有一头巨熊扑像还没死透的霍格 黑手 我想救他 而朱塔挡在了路中间 这下不只是克拉茨和伊斯特了 连布兰王和斯凡瑞吉这父子俩的脸上 都露出了难以意会的笑容 从剑客的角度来讲 你展现了难以超越的强大 而且也算是打败了他 克拉茨再次用力拍打兰恩的肩膀 你没发现之后 一路上他看 你的眼神都不对了吗 真别说 兰恩还真没有注意 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眼神 甚至因此 都让相对应的感官变得迟钝了 此时细细回想 似乎真的有那么点意思 则 兰恩有些头疼了 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大增 其实几人说的都是玩笑话 有稀里在 怎么也不能真的让兰恩去完成这种政治任务 而且伊斯特是何等人物 对于朱塔的追随 他自己也有着绝对的自信 若是连这样的一个小姑娘都收服不了 还弹劾成为什凯利格之王 这种场合下调侃兰恩 更多的只是一种放松式的聊天罢了 总不可能真的要靠兰恩牺牲吧 不会吧 距离新一次的七大家族会议 还有几天的时间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 这一次布兰王在举办会议会更加严谨 而其他家族组长到来也会更加慎重 这势必会耗费更多的时间 在和辛克拉的莫斯萨克通讯过后 确定现在情况一切顺利 并不需要兰恩抽空赶回去 处理什么紧急事件事后 兰恩居然难得的到了一点空闲时光 然而还没等他松一口气 就有一个突然而知的坏消息 被送到了他的面前 你要走了 兰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面前站着格德 高大的熊派猎魔人的脸上带着不舍的笑容 但是动作依然决绝 是的 格德要离队了 和你一起冒险的日子很愉快 兰恩 我也相信 你所描绘的那个猎魔人教团重建 猎魔人团体复兴的未来一定会到来 格德说道 但是我已经跟随了托尔基尔了 你还记得吗 我这一次和你共同剿灭斯瓦伯洛教派 本身就是托尔基尔作为土耳塞克家族的一员 以委托的形式交付我的任务 现在斯瓦伯洛教派覆灭 伊斯特即将重登王座 我也要回去了 格德爽朗地大笑起来 似乎想要驱散兰恩脸上沉重的表情 兰恩极力想要挽回格德 托尔基尔伯爵也是土耳塞克家族的一员 或许我们之后还能够 你是贵族 一定知道我领主的领主 不是我的领主这句话 格德摇了摇头 打断了兰恩剩下的劝说 我跟随托尔基尔 不代表我要为布兰王和伊斯特卖命 而且我与托尔基尔之间的关系 也并不是领主和随从 而是朋友 格德补充道 说实话 我也有些厌恶了猎魔人的生活了 你知道我回去之后等着我的是什么吗? 托尔基尔会为我举办狩猎 还有充满着笑声和自夸声的宴会 而我的故事会是宴会的主角 这么说着 这名平时总是大笑着的熊派猎魔人 终于露出了沧桑的表情 作为一名熊派猎魔人 他显得格外的开朗而好谈 几乎让人忘了 他其实是一名资历可能都超过了雷索的老猎魔人 我曾经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猎魔人 只是命运让我没得选 而如今的生活让我格外满意 格德拍了拍兰恩的肩膀 我甚至可以算是退休了 史上第一名退休的猎魔人 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头也挺响亮的 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兰恩知道自己再没有挽留格德的可能性 只能露出苦涩的笑容来 格德安慰道 其实如果让我加入你 说不定反而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 而逃难到史凯利格来的 你还记得吗 我听说 辛特拉现在正在动荡不安 正在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 但是我的加入 或许对于你来说必大于力 让你的盟友背弃你 增加你的敌人 兰恩文言只能摇摇头 这么多理由叠加下 知道留住格德再不可能了 不管怎么说 辛特拉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如果之后 你想要换个地方体验退休生活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你的 格德哈哈大笑 记住了兰恩的保证 表示总有一天会前往北京的门户探望老友 在离开之前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身朝着兰恩说道 或许我还能够帮你最后一回 听说你最近正在帮费托夫寻找他失踪的学徒 兰恩点头 费托夫是一名少见的天纵者 可以控制天后呼风唤雨 哪怕是德鲁伊里面也没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不是无心管理的事务 我相信他可以成为项目之环的大导师 和这样的强者搞好关系 对于你的帮助是巨大的 这自然不用格德点出来 兰恩现在正和费托夫亲近着呢 如果你要帮他找回学徒的话 我或许有一些线索 格德思索着露出了难言的表情 我之前在帮格雷斯密特收集紫帆楼的时候 也去过摩斯科跟森林 我在那里碰到过一个德鲁伊学徒 格德似乎在斟酌着形容词 他的状况怎么说呢? 有点醉生梦死 以至于不想返回项目之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费托夫的学徒 但我相信他一定知道点什么 兰恩一愣听着格德的说法 莫名感觉有点熟悉的味道出现了 果然紧接着格德做出了深沉的表情 至于那名学徒留在森林中不愿意回返的原因 也是我踩不到紫帆楼的原因 那里有一个女业魔 大石凯利格岛有七大家族之二在这里生活 同时也有着庞大的贸易港口 它的开发程度与文明程度相当之高 不过哪怕是这样的岛屿 也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存在 这或许有着德鲁伊们刻意维护的因素在里面 而石凯利格人的成长也时常需要高山与森林 来给他们提供历练 摩斯科跟森林便是其中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 除了格德寻找的紫帆楼之外 这座森林里面还有着诸如曼陀罗根 水牛草一类的珍稀炼金材料 而与之相对的里面也有成群的森林狼 水鬼、孽鬼 乃至于叉尾龙、森林巨魔等等商人的魔物 甚至还有传言 曾经有人在森林中目击到过鹿手精 黑风停一下 黑色的骏马如风一般在森林中穿梭 在听到主人的命令之后 又转瞬之间化为静止 充饰搅乱了他身遭的空气 将周围的花草带得一阵摇晃 兰恩翻身下马 俯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采摘起一颗生长着红色花朵的草药 他的身后 没有跟着任何一个家族的士兵 甚至没有跟着辛特拉的随从或者猎魔人 以兰恩如今的实力 已经不再需要随从跟随了 人类士兵再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级 对他既没有威胁也提供不了帮助 最多给兰恩做一些杂活让他轻松一点 而兰恩现在恰恰是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的时候 猎魔人们倒是可以给兰恩提供不小的帮助 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史凯利格或许待不了多久了 所以杰洛特他们都被兰恩拜托出去 完成委托了 史凯利格的委托 毕竟史凯利格的委托实在不少 这样既能够帮兰恩填补一下 因为契约比尔和斯凡瑞吉造成的经验空缺 同时也能够锻炼一下士从们 帮助他们升级以早点为自己提供力量 像是如今寻找女夜魔 不对 寻找德鲁伊学徒的简单任务 兰恩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将手中红色的花朵打量了半天之后 兰恩摇摇头放弃了辨别草药种类的想法 莫斯萨克给他的草药 图见他如今还是没有背书 仅仅能够看出来这草药非常珍惜罢了 至于究竟是什么鼠目 是什么名称 兰恩就马找了 就在兰恩懊恼的时候 他背后的黑魔法弯刀上面燃起了翡翠色的火焰 紧接着 一个身穿黑色歌特风素色长裙的虚幻身影出现在兰恩的身边 艾丽丝静静地立在草地之上 阳光透过树木的缝隙投射在他的身体之上 让他原本就朦胧的身体更加虚幻 明明是虚幻的魂灵 但是他此刻却披上了金色的阳光 甚至皮肤之上都好似被点缀了钻石一般闪闪发光 画中魂灵把黑色的头沙轻轻掀起露出俏丽的面旁 凑近了看向兰恩采摘过来的草药 丝存片刻说道 这似乎是红色曼陀罗 有着麻醉的效果 可惜他的根须不够发达 不然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位更加珍贵的炼金材料了 握着这株红色曼陀罗的狮童 猎魔人挑了挑眉毛 迎着兰恩惊讶的眼神 艾丽丝微微勾起了嘴角 平时你在忙的时候 我就在一边画画 有时候也会看一些书 莫斯萨克的知识渊博 他给你的很多课本 都是贵族阶级都接触不到的 我受益匪浅 兰恩轻笑一声 不,不用解释 我在意的不是这个 我是很高兴 你终于从附身的弯刀里面出来了 平时一直闷着 真的辛苦你了 艾丽丝垂下眼瞼 你不是让我帮你画画 送给群岛各个家族的领主吗 我觉得 这个森林的景色很不错 适合采风 所以才出来 至于平时附身在你的弯刀里面 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喜欢观察不断变化的风景和你 但是又不想出现在那些士兵的面前 他们的目光会让我很苦恼 艾丽丝笑盈盈地看着兰恩 黑风轻轻打了个响鼻 似乎是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踢踏着脚步 上前想要蹭一蹭自己的同伴 而画中魂灵则非常配合地凝聚了实体 轻柔地开始帮助马梳理毛发 兰恩轻笑一声 左手一翻 从中取出被格德标注出路线的地图 随后开启猎魔人感官 开始在森林里面辨别自己前进的道路 等到他在抬头的时候 正好看到艾丽丝已经骑上了马背 似乎在等待自己 黑风 走 毛发黑亮的猎魔马 发出兴奋的思鸣 撒欢一样开始在森林中奔腾 猎魔马的反应极快 障碍丛生的原始森林 明明是一般战马最头疼的地形 此刻居然被黑风玩出了越战过关游戏的感觉 他在丛生的树木之间辗转腾挪 时不时高高越过 明明可以绕走的山岩 四提在经过溪流的时候 还会刻意踢踏 见其水花 那快乐的样子 看得兰恩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直到 咚的一声 一匹森林狼的腰被黑风直接踹断 发出了宛若饼干被掰断的骇人脆响 哀嚎着飞了出去 撞断一根小树 剩余的狼群终于明白 眼前的黑色巨兽 以及在他背上的盔甲人 不是自己可以招惹的存在 哀嚎辗转消失在了森林深处 原来是觅食的狼群 找上了黑风和兰恩 而不等兰恩下马 黑风自己就赶走了这群恶兽 眼看着黑风似乎还想要追着狼群深入进去 兰恩赶忙拉住缰绳 用力地安抚 梳理起马儿的鬃毛和脖梗 黑风 黑风 算了算了 马儿不分场合的好战和任性 还是挺让兰恩头疼的事情 好不容易安抚住黑风 兰恩擦了擦汗 回头却看到 画中魂灵骤起了眉 他对于原本欢乐的气氛被破坏似乎极为不满 这种和兰恩独处的机会也极为难得 此时身上已经开始燃烧起翡翠色的火焰 艾丽丝 艾丽丝 你也冷静一点 兰恩赶忙奋出一只手 抓住画中魂灵 他手忙脚乱地打量着周围 却发现自己已经达到了格德给自己标注出来的目的地 眼前是一条看似杂草丛生的山路 但是在兰恩的猎魔人感官之中 却能够清晰地分辨出人类何类人生物生活的轨迹 顺着山路往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深邃的山洞 之前地方有特意隐藏过踪迹 但是这里却敷衍了很多 兰恩蹲下身子 很快就通过猎魔人感官 在地上发现了被信息速特地标注出来的红色脚印 里面除了人类的脚印之外 还有 提印 找到了 再通过一段布满了苔藓的幽长隧道 眼前开始有亮光散发出来 经验丰富的兰恩知道 那光亮的颜色不是太阳 而是烛光 兰恩往洞穴的深处张望了一回 回头再看 艾丽丝非常自觉地化成一团翡翠色的火焰 再次回到了他的黑魔法弯刀之中 而黑风则不想进这狭窄的地方 摆了摆尾巴 朝着森林的深处奔去 要是兰恩有需要的话 只需要一个口哨 第239章 女夜魔准备常驻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温馨的山洞 是的 温馨的山洞 这两个词似乎很难联系起来 然而事实如此 山洞里面的苔藓和灰尘都被这里的主人收拾得很干净 连中乳石似乎都用清水仔细擦拭过 岩壁上面生长的树木根须 更是经过了人为的修剪 变成了山洞内部的装饰品 增加了生活的情调 一圈蜡烛围绕着岩壁被点亮 令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将眼前的一切尽收眼底 而光线又恰到好处的不会刺伤人眼 同时又有点烘托异样的气氛 一个曲线窈窕优美的身影背对着兰恩 他跪蹲在地上在忙活着什么 而在他的不远处躺着一名年轻人 从他的打扮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名德鲁伊学徒 从他平稳的呼吸和起伏的胸膛来看 他很安全 而从他闲适的表情和微微扬起的嘴角 可以体会出来他不但安全甚至还很快乐 兰恩皱了皱鼻子 既然进来了不如好好聊一聊 背对着兰恩的身影突然出声道 我还得感谢你帮我赶走了狼群 如果要我自己出手可得花费一番功夫了 兰恩穿着钢铁护镜 哪怕再怎么放轻脚步也还是会有一点细微的声音 理论上这是人类的耳朵分辨不出来的声音 但显然背对着兰恩的这个不是凡人 说话的窈窕背影转过身来露出了上半身极尽自然的装扮 根本没有装扮看不到一根布料 那皮肤上每一条弧线和每一道色泽都毫无遮掩地出现在兰恩的面前 在洞穴里面若隐若现的烛光照耀下 那些层栏叠杖的地方头下些许阴影 而那些阴影依旧遮挡不住什么 反而好似热游天水一般将洞穴内的暖湿气氛更向上拖了一层 饶氏兰恩已经经历过了部落齐龙树精们的锻炼 依旧鼻尖热了一下 树精们虽然装扮自然 但他们清冷宛若空谷冰泉 对于异性他们不会有一丝的情绪波动 连增加不足数量的行为都是完全的出于异物 而眼前这个身影的自然 怎么说呢 是属于春天来了 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的那种自然 不愧是女夜魔 兰恩左右张望了一番 似乎在夸奖这个洞穴内的布置 一有所指地夸赞道 真不错呀 突然间 兰恩感觉到自己背后的黑魔法弯刀抖了抖 而看到兰恩从洞穴的阴影中显现身影之后 女夜魔却大惊失色 虽然兰恩有着颜色和形状 都与琥珀猫眼不同的尸童 但是他胸前的徽章和背后的双剑依旧具有极强的标志性 猎魔人 女夜魔后退两步 你是接了猎杀我的尾托来的吗 那表情楚楚可怜 那声音迷你发颤 若是一般的战士 光是这一幕就能让他们拔不出剑 兰恩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不 我只是来找人的 而且是格德告诉我你的存在的 我是他的朋友 他没有对你动刀剑 所以我也不会伤害你 却没想到 女夜魔在听了格德的名字之后 情绪并没有缓解多少 他倒是不害怕了 脸上转而变成厌恶 那个大个子的猎魔人 你是听了他的故事过来的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那我再说一遍 我是不会和猎魔人过夜的 哪怕是出于感激 女夜魔气愤地说道 你们的身上满是羊角魔和我其他同类的血液 令我作呕 这么说着 女夜魔双手插腰晃晃悠悠地搭不上前 你这个 女夜魔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恰在这时 蓝恩走进了烛光照亮的地方 他身上的盔甲微微反光 身后的大尸旧披风随着走动微微飘扬 金发在洞穴之中似乎比蜡烛的光线更亮 而他脸上阴朗的线条随之头下分明的阴影 女夜魔微微愣了愣神 他看到了蓝恩身上能被看到的地方 似乎也看到了一些本不能被看到的地方 他再次开口 这回语气中开始有了迟疑 你 蓝恩曾经听豪斯提起过 在陶森特的时候 他和艾斯的小队遇到了女夜魔 甚至是在对方的指点下 才最终找到了托马斯、莫履的坟墓 完成了蓝恩给予侍从们的任务 但是蓝恩是没有碰到的对方的 彼时他已经深入了托马斯、莫履的实验室遗迹 再出来就已经是一年以后 直接由杰隆的传送门回星特拉打仗去了 不过蓝恩还是听豪斯描述过 那个女夜魔的外貌的 五官精致诱人 身材蜂蓝蝶杖 咖啡色皮肤顺滑似丝绸 身上衣着精简而挑逗 还有不明趣味的白色颜料图文 气势神秘而魅惑 用豪斯信誓旦旦的话来总结就是 我出于作战准备的目的 迅速地观察了他周身上下 不得不承认他比玫瑰院的最贵的服务 还要令人神志昏运 不奇怪 陶森特的骑士们 甚至愿意被地理 违抗公爵夫人的命令去保护他 除此之外 豪斯还有着疑虑 那名女夜魔 原本想要艾斯留下作为交换 才告诉我们任务目标的位置 但是当知道我们是您的侍从 尤其是在听到您的信誓之后 立刻就态度大变 说什么您的力量超群 很快就给予了我们帮助 他还说 不日就会来拜访您 兰恩在听完豪斯的报告之后 一直严阵以待 整个待旦 只是如今 距离侍从们和女夜魔相遇到现在 已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那名约定好会来拜访的女夜魔 却一直不见踪影 考虑到如今的南北形势 或许是路途过于危险了吧 兰恩没想到 如今在史凯利格 却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夜魔 这名女夜魔的气质 与豪斯他们描述所相遇到的那一个截然不同 如果说豪斯他们遇到的 是比玫瑰院头牌还要熟练 诱人的古人存在 是一朵明艳的红玫瑰 那么如今 兰恩对面的这名女夜魔 给兰恩的感觉就好像 一个爱好奇特的纯洁山野精灵 兰恩是这么觉得的 她头上长的角甚至还是牛角 配合上乌黑的头发 以及雪白的皮肤 甚至会给人一种娇憨的感觉 用小白花来形容 女夜魔或许会很违和 但是此刻眼前的女夜魔 给兰恩的气质感觉就是如此 虽然这朵小白花上面有着泥泞 却依旧能给人一种仿佛被污浊了 还不自知的单纯感 或许兰恩前世所说的纯玉峰 就是如此吧 这样矛盾的存在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 比如兰恩曾经遇到的湖中仙女 在诗歌的传颂中 湖中仙女面对真正的武德骑士 不但会给予对方神圣的湖女之剑 还会用身体作为奖励 让骑士们陶醉其中 在诗歌的传说中 湖女之剑有过不止一个持有者 显然湖中仙女也不止奖励过一名骑士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湖中仙女 依旧是所有骑士和艺术创作者们 心目中神圣、纯洁、美好的存在 兰恩眼前的这名女夜魔 就有点那种喜欢奖励人 但是依旧能够保持纯洁的气质在身上 虽然跟湖中仙女比起来 她奖励人的那部分气质重了一点 但是纯洁的感觉依旧存在 而这种气质 或许比陶森特的那名女夜魔 还更能够吸引特定的人群 倒在地上酣睡的德鲁伊学徒突然惊醒 她茫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然后她就看到了正背对自己的兰恩 联想到自己刚刚在昏睡中 迷迷糊糊听到的猎魔人猎杀几个关键词 德鲁伊学徒立刻就跳了起来 是谁 是谁要伤害我的那诺米 德鲁伊学徒指着兰恩大声吼道 是不是你 你这个变种的怪 德鲁伊学徒的维护的话语戛然而止 因为兰恩此刻已经转过了身 那双没有感情的尸童 好似在看一个死人 一直在项目之环进修 尚未开始历练的学徒哪里经受过这个 再疯狂 再好战的史凯利格人也投射不出这样的眼神 德鲁伊学徒立刻打起了哆嗦 话里面的语气也立刻开始了180度的大转变 这位 先生 他看向兰恩胸前的家族文章 猜测对方一定是一位爵士 伤害手无寸铁的女性 有违道义 而且 那诺米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兰恩面无表情地看了学徒一眼 又看了名为那诺米的女夜魔一眼 说道 我受项目之环的费托夫大师的委托而来 寻找他失踪的学徒 我听闻同伴提起 这里有女夜魔 以及陪伴女夜魔的德鲁伊学徒 所以过来了解情况 兰恩话音刚落 那名德鲁伊学徒就跳了起来 什么 导师派人过来找我了 我到底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很好 看来这家伙就是费托夫要找的学徒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兰恩点头 幸好自己刚刚控制住了脾气 没有拔剑把对方给劈了 而女夜魔则摆了这名德鲁伊学徒一眼 已经过了一个月又十二天了 德鲁伊学徒文言顿时如遭雷击 什么 我以为才过了几天而已 我只是想着 再过一天就走 再过一天就走 女夜魔那糯米摇摇头 转过身来朝着兰恩解释道 那些思想古板的老头子们 总是认为我会给年轻人下咒 但事实上 男孩子都是自己贴上来的 我甚至还要施展魔法 将他们赶走 让他们乖乖回家 随后他指了指学徒 只有他对精神魔法的抗性比较高 而我又不想耗费太多功夫 所以就先让他在这里睡着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老自立的德鲁伊 会找上门来 我可不想招惹他们 之后我就打算换个地方居住了 女夜魔的话 宛若利剑一样扎进了德鲁伊学徒的心里面 差点让他双腿失利而下跪 兰恩则打量着这个整洁的洞穴 他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女夜魔被对着自己跪坐在地上 不知道在做什么 现在才发现对方是在收拾东西 看样子确实是要搬家的 而女夜魔收拾的那些东西 居然是花卉 你在种植草药 看到兰恩好奇的眼神 女夜魔主动解释道 不,只是花而已 我是森林女夜魔 收集花朵 方便采释花蜜 兰恩挑了挑眉 魔物图鉴里面 可是从来没有将女夜魔进行过分类的 这种森林女夜魔的名称 确实是他第一次听说 而且 女夜魔笑道 她们很美 不是吗 哪怕是怪物 也会向往美好的事物 你在寻找草药吗 我 很乐于分享 女夜魔说这话的时候 并没有做出什么其他的动作 仅仅只是笑了一下 就这也让一旁 原本愤慨于她话语的德鲁伊学徒 又呆愣住了 似乎再次遗忘了自己的归气 女夜魔的态度很热切 兰恩却皱了皱眉 你刚刚见到我的徽章和双剑的时候 还很厌恶我 但是现在却变得乐于分享 兰恩微微活动了一下手指 我想知道原因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女夜魔无嘴轻笑道 你是兰恩 兰尼斯特 雷安伦 对吗 看着兰恩露出的惊讶的表情 女夜魔仿佛恶作剧得逞一般 笑得浑身都开始颤抖了 我在陶森特那里有姐妹 她曾经跟我说过 有一个姓侍卫 雷安伦的骑士 出现在那个表面安详的王国 那个骑士的家族文章就是狮子 一个身在南方的陶森特王国 一个身在海外的原始丛林 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别用这么惊讶的表情看着我 女夜魔玩味地说道 我只是喜欢住在森林里 不代表我真的变成了一个乡野的姑娘 你要知道 我们女夜魔可是自从天球交汇起 就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旅客 有一些超过你们理解的能力 可是再正常不过了 与此同时 我们也有能力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女夜魔好似看穿了一切 比如雷安伦这个姓士所代表的意义 年轻的猎魔人 你的血脉里面可是藏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 兰恩突然感觉到胸前的施旧徽章 开始了微微的震颤 眼前的女夜魔在使用魔法 兰恩当机立断拔出了虎女之剑 金色的符纹在黑暗的洞穴之中闪闪发光 而她的动作就像是一个信号 背后的黑魔法弯刀也在同一时间亮起了翡翠色的火焰 风一般地掠过了兰恩 朝着女夜魔龙罩而去 女夜魔见状脸色顿时大变 面对着银面来的翡翠火焰 她修长而强健的双蹄 猛然蹬地踩碎大块的岩石 附带的强大反作用力也让她转瞬之间 就退到了洞穴的另一端 然而 那翡翠色的火焰美则美矣 却宛若复古之躯一般 紧紧黏着女夜魔的行动规矩 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哈? 女夜魔怒急返笑 身上再次扭曲起无形的波动来 紧接着她身前的空气被猛然压缩起来 好似将一面巨大的透明瓶 仗化成了炮弹 朝着翡翠色的火焰压迫而去 扑了一下 半空中的火焰一下子化成了漫天的火星 煞是好看 但是紧接着火焰中旋转而出一个 宛若在宴会中舞蹈的优雅身影 她的裙摆和头沙在黑暗中飘洒 双手之中却饱含杀鸡 那身子猛然虚幻了一下 无视了那压迫而来的风墙直接穿越而过 在女夜魔惊骇的眼神中逼近了对方 紧接着再次凝食实体 轴身红光闪烁 妖灵? 女夜魔间叫起来 不对 是有着特殊力量的魂灵 吭枪女夜魔双手向前一伸 与爱丽丝碰撞的地方 一时间居然发出了钢铁碰撞的声音 但是很快她又飞了出去 胳膊上面已经留下了深深的斩痕 画中魂灵在投杀后面的眼神从来没有这么冰冷过 她正用一种极其别扭的方式握着手中的武器 她不会武技 纯粹是凭借着强大的身体素质 将手里的铁条硬砸出去的 兰安如有所感地摸了摸背后 黑魔法弯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如今只剩下一个刀鞘 停!停! 女夜魔好似一个迫不大一般狠狠拍在了眼壁上 身子还没有落下 就迫不及待地大喊起来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对那个男孩施展一个昏睡咒而已 她不应该听到我们之后的谈话 爱丽丝和女夜魔已经交手了两个回合 但是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直到这个时候 一个声响才姗姗来迟 扑通一声 德鲁伊学徒倒在了地上 兰安皱了皱眉 回头看着再次昏睡在地上的学徒 如今她对混沌能量的感知已经今非昔比 能够察觉出来 刚刚女夜魔施展的法术 并不是朝着自己过来的 仅仅只是释放一个针对外人的昏睡咒而已 这个举动也将她的意思也已经很明确了 我知道你的秘密 但是我对你没有恶意 甚至因此 让不该知道秘密的人远离了我们的对话 这是一种善意 爱丽丝虽然用着很别扭的姿势持刀 但握得很紧 此刻她听到了女夜魔的话之后 并没有放松 不过依旧还是看向了兰安 征求她的意见 兰安微微摇头 事已稍安勿躁 看到这一切的女夜魔放下心来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心疼地看着自己胳膊的两道血痕 虽然我能够治好她们 但是会花费很多时间的 虽然对方似乎在表露友好的态度 但是兰安并没有收回自己的长剑 而是缓缓逼近了对方 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 又用魔法让那个学徒昏睡 你的意图是什么 女夜魔看着兰安的狐女之剑 先是露出了对美丽事物的赞叹 随后又答非所问地表达了对这把剑背后之人的鄙夷 那个狐宁佛 这么早就下手了吗 兰安一皱眉 好在眉等她有下一步举动 对方就顺从地开始回答她的问题了 女夜魔双手往腰上一插 听说你的辛特拉最近正在招人 而且连部落奇隆的树精都嫁入了你们 正好我最近要换个住处 我也要去辛特拉 兰安握剑的手指微微一软 第240章 史凯利格的主线还没完呢 很多思想古板的老头都认为 女夜魔是是来自地狱的怪物 是年轻人堕落的原因 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这里说的老头 不仅仅包括那些没有经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 牧民 甚至包括了老学究一般的德鲁伊们 这种充满了愚昧色彩的说法 当然不是正确的 大部分人只是羞耻于面对堕落的真相而已 失败者们需要给自己的无能寻找一个借口 恰好女夜魔的形象过于不正确了一点 于是变成了上好的口诛笔伐对象 事实上大部分的女夜魔除非是出于自卫的目的 不然不会贸然选择杀戮和毁灭的道路 毕竟那和她们的生存之道相悖属于劫责而鱼 不过哪怕游戏里面的非人种族都很可怜 女夜魔们也常常被迫害 但是就像憨憨巨魔里面真的会出现食人魔一样 有着反差感善良秉性的女夜魔里面 虽然有着女菩萨一般的存在 有时却也会出现真正的射魂吸水的恶魔 正是这些真正的恶魔给了那些思想保守的老一辈人以借口 教导年轻人远离女夜魔 不过蓝恩现在起码可以确定自己眼前的这名女夜魔 不是邪恶阵营的最多混乱中立 所以她开始认真地衡量起对方加入辛特拉的利弊 刨除掉情感和荷尔蒙上头的因素 如果让女夜魔加入辛特拉会有什么好处吗? 似乎是有的 女夜魔的种族特性并不会总是带来动乱 陶森特和诺维格瑞就是不错的例子 在这个时代 任何一个繁荣的城市都需要玫瑰院那样的场所存在 这是能够带动城市经济增加人们幸福指数 同时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治安稳定性的场所 完成任务的拥兵 发了响的士兵 过往的商人总需要一个地方挥霍到手的钱财 放松紧绷的神经 而酒馆又太容易出现斗殴 蓝恩之前还特地还交代了猫派的凯亚恩 去寻找诺维格瑞的女夜魔 还有包括她在内的其他非人种族来着 除此之外 女夜魔本身也是实力相当高超的一种生物 毕竟是从天球交汇起就存在于世间的生物 它们的身体堪比钢铁 同时又掌握了不俗的施法能力 而恰好的是女夜魔有着力量 但是又有着能力的上限 上千岁的女夜魔虽然学识渊博 但也依旧是属于能够被老资格的猎魔人狩猎的级别 与同样是长生种的高级吸血鬼 比起来要弱了不少 就像刚刚 这位女夜魔就在爱丽丝的手中吃了扁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能够带动城池经济 有着不俗力量 但是又不至于脱离掌控的存在 蓝恩是挺乐意收服 这位名为那诺米的女夜魔的 实在不行 就当作给喜欢长脚女人的艾斯卡尔 发发福利了 狼派的拉拢也是十分必要的 事关到以后猎魔人教团的内部和谐问题 只不过荒郊野岭骤然遇到一个想要投诚的魔物 怎么看都还是觉得不太放心 蓝恩还是需要继续深入了解一下对方 得了吧 女夜魔对于蓝恩质疑不以为然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类老头 总是劝告年轻人远离我 自己却总是偷偷跑过来 之前我生活附近的村庄就有个村长什么的 怎么劝都不听 怎么用魔法都赶不走 还扬言如果我再拒绝 她就联合附近的村庄来讨伐我 女夜魔怂怂间 我也没有办法 倒不是真的怕了她 但是既然她这么想完 我就只好让她见识一下 结果她硬生生把自己给累死了 我因此还失落了好一阵子 特地给她做了个坟墓 可是最后还是有不少附近的人 以此为借口攻击我 烦人 我再也不想待在施凯利格了 对于你来说 辛特拉不会比施凯利格更好 兰恩依旧没有放下符文长剑 剑刃直指对方 我想不出你来辛特拉的理由 面对兰恩防备的姿态 女夜魔却有恃无恐 哪怕爱丽丝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但女夜魔连伤疤没好 就忘了疼 她轻巧地在烛光的照耀下 一步步走向兰恩 用指尖轻轻点了点剑尖 说道 这不是很明显吗 因为辛特拉有你啊 嗯 兰恩的剑尖都因为突如其来的告白微微动了动 翡翠色的火焰在兰恩的身后燃起 艾丽丝素黑色的裙摆在黑暗之中出现 她黑纱覆面看不见表情 但似乎有锐利的视线隔着兰恩摇摇在和女夜魔对视 她高举起手中的黑魔法弯刀 刀剑箱下 紧贴着兰恩的后背将其重新归敲 刀刃摩擦着钢铁发出清脆的声音 正 枪 女夜魔脸色变了变 她赶紧扑斥一笑 因为雷安伦你是上骨之血啊 我是从天球交会的时候过来的 那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有计划的逃亡 我的世界被白霜摧毁了 我不得以来到一块我不熟悉的地方 女夜魔的声音沉重起来 带着微微令人伤感的沙哑 让人听着忍不住想要用指尖摩擦自己的喉肉 而不久前 这块大路再次出现了天球交会的前奏 又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或许不会这么快 可能是几十年 几百年 乃至于千年之后 但是早一点选择将来的出路 绝对不会有错的 说着说着 女夜魔又开始了下意识的举动 她的手掌 轻轻放在了符文常见的剑脊之上 一寸一寸的抚摸着上面的符文 一步一步的接近着兰恩 而雷安伦 你的上骨之血就是解救世界的钥匙 而哪怕最终没能够拯救世界 凭借这股力量离开这个世界也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我要跟着你 只求在未来的蔑视危机之中自保 这个理由合适吗? 年轻的血脉继承人 上骨之血 在这个世界是有着拯救世界的使命的 为求自保 跟在这种人的身边 很合理 但是兰恩却没有在被女夜魔的动作吸引心思 她的注意力 在此刻却都集中在另外一个消息上面 你说 现在又开始了天球交会的前奏 大陆的历史 怎么都逃不过天球交会这个名词 这是堪称灾变级别的天文现象 是不同的维度之间的世界发生的碰撞 在天球交会之中 不同的世会界直接被连接并互相渗透 最近的一次天球交会是在大约1500多年前 那一次的交会不但带来了 如今的几个主流文明种族 还带来了大量的怪物 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大陆的架构 莫斯萨克给莱恩的学习教材中 就有名为天球交会的课本 里面用形象的比喻 阐述了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 请把我们的世界想象成一艘船 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之上 我们站在甲板上 就可以看到其他遥远的船舰 也就是其他形体 这些船舰各自都在了货物和船员 通常经过我们的时候 距离都非常遥远 连用望远镜都看不太到 不过每隔几千年 这座宇宙大海上都会发生大风暴 猛烈到会把船只朝彼此吹 紧铃航行 这种时候 一艘船上的部分船员 就可以移动到另一艘船上 货物也可能洒落到隔壁的船上 天气缓和后 船只会再次分离 分道扬镳 再不相见 所谓的交会后生物 也就是石狮鬼和石化蜥蜴等怪兽 就是从别艘船进来的乘客 我们人类就是船难受害者 被抛到原先由古老种族居住的世界 我们抵达了之后 学会了原先从未见过的神秘的古代魔法 不同世界会再次碰撞吗? 有可能 我们有办法避免这种灾难 或是加快来临速度吗? 有些学者相信 某些生物精通这种技能 它们体内有稀有的基因 能够控制我们这艘船的方向 带领我们航向安全的海域 或是航向末日 虽然原著游戏的最后 也有暗示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天球交汇 但那还是好多年之后的事情啊 怎么着也不该是现在吧 在惊讶过后 兰恩迅速地冷静了下来 一些过去经历的记忆碎片 在他的脑海中开始拼凑 如果天球交汇即将开始这个情报属实的话 那么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都变得有迹可循了 在参加北京会议一路上 骤然增多的魔物 森林中原本隐居的怪物突然苏醒 乃至于石凯利德的寒冰巨人 都突然开始变得躁动 这一切原来都是大灾变的前奏吗 但是 为什么天球交汇会提前这么多年呢 兰恩不是迟钝的人 在有了线索之后 一切抽丝拨捡起来就显得很容易了 每一种异象出现的时间都很巧合的一致 再联想到天球交汇这种不同世界碰撞的奇特天灾现象的话 兰恩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到头来 这一切似乎是自己上骨之血全觉醒的锅 联想到自己初次发动穿梭 这时各个异世界对自己如鸡似渴地伸手过来 甚至要禁止大师出手 才能够将他们拉扯走的场景 兰恩心中的判断愈发笃定了 至于嘛 我一个小小的上骨之血而已 如今连一人成军都还做不到呢 拯救世界都还没开始 怎么就间接引发天灾前奏了呢 还是说 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 哪怕离开了此方世界 你依旧为头等关系上的自己 点了最后一幕大戏 禁止大师 兰恩的念头在这里久转千回 而看到了兰恩的反应之后 女夜魔笑了 你还不知道天球交汇吗 那太好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女夜魔颇为忌惮地看了爱丽丝一眼 哪怕是千岁老人的她 也是第一次见到画中魂灵这样神奇的存在 我把这么关键的信息带给了你 用你们人类的话来说算是 投名状 我可以加入辛特拉了吗 而且我也不是单纯地寻求庇护 我还认识很多同族的伙伴 甚至还认识几个高阶吸血鬼 上古之血肯定是会组建自己的势力的吧 以后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联系他们 眼见爱丽丝的眼光淋漓 而兰恩还在权衡利弊 女夜魔继续源源不断地往外抛着筹码 兰恩看了看自己的 随从 面板 以及自己的三点多余的技能点 又看了看面前 笑得宛若一朵淤泥小白花的女夜魔 叹了一口气 随从 那糯米 威拉 地米亭 性别 词 种族 女夜魔 等级 1 天赋 迷妹 经验值 01000 生命值 17562000 法力值 18242000 物品蓝 棉麻碎花围裙 技能蓝 钢筋铁骨 植物学高级 神秘学高级 通识高级 夜魔体系法术终极 任务 5 共享随从天赋 迷妹 迷妹 给予天赋者除了长相之外的额外魅力 同时增强催眠类数法威力50% 为了契约女夜魔 兰恩好不容易靠侍从和猎魔人们做任务积攒起来的经验跳水一样降下去一半 显然女夜魔嘴上说着愿意跟随自己 但事实心里还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的 简单说就全是生意 没有感情 不过好在对方不知道系统的威能 在契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剧烈的反抗 不然的话 兰恩估计自己的经验值要直接耗干 感到深糟对着自己眼神同时变换女夜魔那诺米和爱丽丝 兰恩沉默了一回 我在石凯利格还有诸多的事物 现在不方便立刻把你待在身边 等之后回辛特拉的时候 我再过来找你 对于兰恩的解释 女夜魔神色莫名地点头 随后 他才惊醒一般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完全地信任了眼前的上骨之血继承人 毫不担心对方把自己抛在这里不回反 这是为什么 兰恩自然不会解答那诺米心中的疑惑 他随后转过身来朝着爱丽丝继续说道 德鲁伊学徒找到了 我也准备回项目之环了 你要现在附身回去吗 说着 他拍了拍背后的黑魔法弯刀 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兰恩 收下了女夜魔 他觉得自己应该生气的 但是面纱后面的眼神却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愈发炽热了起来 明明自己几乎一天到晚都跟在这名金发骑士的身边 但是怎么刚刚突然觉得 对方变得更加英俊了起来 兰恩 我们骑马走吧 让黑风多玩一回 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我再附身回去 兰恩对于这种小要求自然不会反对 回反的一路风平浪静 没什么需要多赘述的东西 一人一马一魂灵很快回到项目之环 将昏迷的德鲁伊学徒带回了他应该在的地方 得到消息的费托夫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兰恩 太感谢你了 我真的没想到你能够这么快就能找到他 天纵者用力抱着兰恩 大声地表达着内心的激动 我甚至没怎么期望他还能活着了 明明外表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者 实际年龄可能还要翻上几倍 但是费托夫抱着兰恩的手却格外有力 要不你在我们这里多留一会吧 我把我的知识和能力都传授给你吧 你想当天纵者吗 控制天后的能力 哪怕是莫斯萨克都比不过我 兰恩干笑两声指了指挥秘中的德鲁伊学徒 要不我们还是先把他唤醒吧 费托夫这才反应过来 如梦初醒 他皱着眉头看向自己的学徒 他在森林里面遇到了什么危险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外伤 但是他昏迷不醒 是魔法 费托夫立刻警惕起来 他遭到了其他事法者的攻击 是我们正在追踪的那个叛徒吗 兰恩摇了摇头 不知道那森林中的迷幻奇遇 该是由自己告诉对方 还是等学徒清醒了自己说比较好 最后他还是委婉地建议到 他并没有遭到攻击 只是等您唤醒他之后 或许地和他好好谈谈 不然我担心 他还是会时常回返那片森林之中的 费托夫一愣 一时间没有理解兰恩话里的意思 但是他很快就理解了 兰恩后退两步 轻轻关上木屋的房门 里面很快就传来了 德鲁伊诗法的解咒声 学徒苏醒的那男声 随后是惊慌失措寻人 却又戛然而止的呼唤声 老是威严的询问声 年轻人吞吐的解释声 再后来屋子里面又有魔法能量波动了一阵 兰恩很熟悉这个咒语 莫斯萨克经常使用 那是让项目手杖 生长成近身长棍武器的咒语 随后 屋内又持续了整整一刻钟的喧闹 才勉强安静下去 期间木屋门前时不时路过 因为里面的惨叫寻声 而来查看情况的德鲁伊 他们都被兰恩回忆 一切都好的眼神 又安静了半上 费托夫推门从屋中走了出来 与兰恩不久前见到的那个 因为学徒走失而忧郁自责的老德鲁伊相比 现在的费托夫可以用神清气爽来形容啊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感谢你 兰恩 费托夫沉吟道 那头蛊惑他的女夜魔 你妥善处置了吗 兰恩沉默半上 哪怕是在风气开放的史凯利格 是崇尚维护自然的德鲁伊 对于女夜魔的刻板印象依然很强 我能够保证 他不会再是史凯利格的问题了 费托夫长出一口气 学徒找到 他心中的大事彻底落下 正好跟兰恩交流一下他 现在持有的信息 这些日子以来 费托夫去乌德维克岛 找到了曾经失踪的德鲁伊亚提斯的导师 了解了不少情况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 但越是了解亚提斯 我就越确定 他或许就是那名加入了维尔卡人的叛徒 费托夫摇头道 他说过一些很不合时宜的话 也做过一些很不合时宜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天赋出众 又加上他的导师利宝 或许我们早就已经将他赶出了项目之环 兰恩抓住了费托夫话里的关键词 他的天赋非常出众 费托夫点头 是的 因此 哪怕亚提斯不是叛徒 堕洛德鲁伊另有其人 那个制服了亚提斯的叛徒 也一定实力出奇的强大 兰恩 你对付他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兰恩想了想 希望知道的更详细一点 那个亚提斯的天赋 怎么个出众法 费托夫深吸一口气 首先 他是一名魔猿 苍茫的大海上 一条小运船破开浪花 正在朝着小石凯利格岛的方向前进 船上不过15人左右 当先的一名做着骑士的打扮 他身上批的文章分为左右的红蓝两色 中间则是一头上半身为鹰 下半身为鱼的混合怪兽 此刻 这名骑士正在大声地鼓舞自己的手下 我们已经获得了准确的情报 邪恶的猎魔人格德 此刻正在小石凯利格群岛 他投靠了一名叫做托尔吉尔的海盗领主 现在正是我们前去惩戒他的大好时机 这名骑士的情绪激动万分 但是手下响应者却寥寥 他们各个精神违靡 士气低落 查斯特克 我们的领袖是查理米尔骑士 他已经死了 而且 我早就想说了 以如今北京的形势 便是瑞达尼亚 都要和施凯利格交吼 我们现在为了女公爵大人的寺院前来袭击 是不是 名为查斯特克的骑士大叫一声 一脚把这名畅反调的士兵踢下了船 引得剩下人的一阵惊疑不定 去他的北京和瑞达尼亚 我们亚可西公国不在乎 那个名为格德的猎魔人 那个恶心的变种人 居然胆敢拒绝女爵大人的招揽 去效忠令人那卑劣的篡位者 哪怕他跑到了尼弗加德的金塔之城 我也要将他追杀到底 查理米尔为女爵而死 获得了他的荣耀 其实义正言辞地高喊 而我 布拉维侃的查斯特克 也将用性命捍卫我的荣耀 查斯特克发表着慷慨激昂的宣言 出于他刚刚将人踹下船的举动 其他的人再不敢无视他 只能够不情不愿地响应 他们用力地划船前往小石凯利格岛 而骑士不知疲倦地 继续进行长篇大论 继续鼓舞士气 突然 一名水手惊叫起来 查斯特克 海上有风暴出现 而且 风暴里面还有一艘小船 查斯特克的大论戛然而止 他在船首眺望一番之后 自信回头 不用管他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前往小石凯利格岛 你不懂 你这在宫廷里面养尊处优的蠢货 这种级别的风暴足够掀翻战船 只有石凯利格的龙船 才能够安然无恙 查斯特克大叫一声 又把这个人一脚踢进了海里 随后拔剑指向风暴中那摇晃的小小身影 休想蒙蔽我 切战的蠢货 连小帆船都能够在海里安然无恙 这种风暴怎么能够掀翻我们的运船 被他踹下船的水手没有再浮上来 只留下一串气泡浮出水面 然而还没过几个呼吸 又有另一个水手尖叫起来 查斯特克 骑士面目猙獰的回头 看向出生的那名水手 对方咽了一口唾沫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语气 说道 那个风暴和那艘小船 似乎正在朝我们这边过来 水手说话间 他们脚下的甲板 已经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第241章 比尔利大公 亚克西公国又称弧行海岸公国 属于北京四大国之一的瑞达尼亚的附属国 它构成了瑞达尼亚的北方海岸线 不久之前 亚克西公国公国爆发了一场内战 作战的双方是一名公爵和他的女儿 海伦娜 朗格 哈尔 在经过一场血腥的内战之后 女爵推翻了自己的父亲 加冕成为公爵 女爵大人曾经如此屈罪欲贵地邀请猎魔人加入正宝 结果那不识抬举的变种人居然羞辱了女爵大人 该死的篡位者们 猎魔人以为自己逃到这海盗 土匪与罪犯的巢穴就可以逃过女爵的审判吗? 不可能 脚下的甲板摇晃得更厉害了 而骑士查斯特克质弱网闻 查斯特克有水手似乎发现了什么 呼唤骑士的名字企图提醒对方 众神一定是祝福了我们的追寻 让我们找到了格德的邪恶踪迹 可惜我们没能在大师凯利格岛将他杀死 该死的海盗们居然在维护他 甚至杀死了查理尼尔骑士和我们一半的人 查斯特克为最尊荣的女爵阁下服务 是何等荣耀? 任何拒绝从事服务的人都是最不可赦的恶徒 以狩猎怪物为下剑使命的猎魔人 不愿意杀死篡位者那披着人皮的野兽 便是违背了道德 违背了受魔猎人的行规 自然应该付出血的代价 查斯特克 风暴来了 水手们惊恐地大喊 骑士转过身来 如同重拳的风暴锤在他保养得当的钢铁盔甲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移动的 明明刚刚还要用望远近才能够观察清楚的小帆船 此刻已经到了离他们不到一百码的地方 隐隐约约还能够看到上面站着一个穿着长袍的大胡子光头 查斯特克骑士从没有见过这么快的小帆船 不过如果让自己脚下的运船和那艘帆船相撞的的话 船毁人亡的一定是对方 查斯特克这么想着 但是下一秒 他只觉得脚下的小型运船飞了起来 他很疑惑 为什么 那艘帆船还能够这么稳 大海翻腾 天空阴沉 时不时掀起的巨浪在半空收拢 就好像是抓不住猎物的巨长 只觉得手心里面少了那么一两艘战船 这是任何有点惊艳的水手和渔民都不会选择出海的天气 然而这巨浪好似有神志一般 围成了一个圈一样只在边缘肆虐 而在这浪圈的中心却只有些许的波澜 亚提斯站在自己的小船之上 船帆高高鼓起 狂风把每一根纤维都崩到了极致 好似下一秒就会撕裂 但是与此同时 海风也将整艘船的速度带到了他的结构本不该有的速度 杜洛德鲁伊正在闭目冥想 专心致志地控制着自己的自然魔法 突然之间他耳朵一动 隐隐约约之间似乎听到了什么声响 里面似乎有惨叫和求救声 但是他不慎在意 就当作是新的血迹了 杜洛德鲁伊亚提斯在风暴之中又行使了小半天 直到脚下的木质结构都已经发出了嘎吱摇晃的声音 才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 乌德为客道 等亚提斯双脚都踩上海岸的礁石之后 功高劳苦的小帆船才终于悲鸣一声舌了桅杆 就在他身后结了体 一块块木板之间有有藤蔓相连 显然这艘船之前早就已经撑不住了 一直都是依靠着德鲁伊的自然魔法才勉强维持 跪坐在地 将自己的项目法杖放置于膝前 亚提斯面色苍白地开始冥想 恢复自己已经快要耗干的魔力 一直到月上三竿 他才终于张开双眼 面色勉强恢复了红润 而与此同时 天上开始出现令人惊恐的怪物丝鸣之声 抬头看去 天上密布人身舌尾的双翼怪物 它们显然是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前来捕猎 而亚提斯也非常适时地露出了嗜血的笑容 面带饥渴地咽下一口唾沫 海妖混合兽 真美 半课中后 亚提斯将头从一截断裂的舌尾之中拔出来 口齿磨嚼 喉咙吞咽 血和肉下肚将一整天施法带来的疲惫驱除 就着粘稠的鲜血 亚提斯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鲜艳蘑菇和草药汁 虽然才刚刚饱餐一顿 他依旧好似酒饿的难民一般将手里的东西再次吃得干干净净 紧接着他把视线投向这片岛屿的雪山之中 冥想恢复了不少的魔力 但是此刻亚提斯没有使用术法 他提着自己已经变成了长棍造型的橡木手杖 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冰雪覆盖的地方拔山涉水而去 一路身上的长袍被腐蚀磨得爆炸灼伤 头顶被俯冲而下的海妖抓住血痕 更多数不清的怪兽一路上撕扯着他的衣袍和身体 但是亚提斯却依旧仅仅运用自己的战绩与这些野兽搏斗着 好似珍宝一般节省着自己的魔力 直到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窟 洞窟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影 伤痕累累的亚提斯笑了 寒冰巨人 他用力将自己的橡木手杖插入坚硬的洞年之中 口中开始念咒 深遭开始泛起魔法波动 在一阵血色的光芒之中 他的橡木法杖开始延伸 变形 逐渐变成了一座木质的雕塑 上面有着爪子和泪雄的毛皮 每一缕纹路上面都有着写的夹痕 斯瓦伯洛神像 魔法波动将寒冰巨人的注意吸引了过来 宛若山崩的闷想从远古的喉咙里面回荡 紧接着更加狂乱的魔法波动 从这具巨大的身体上面开始翻涌 好似回应 四周的气温骤然下降 隐隐开始了暴风雪的前奏 哪怕是全盛时期的亚提斯 也断然不是眼前这上古凶兽的对手 肉体上不是对手 甚至连施法能力上也有所不如 但是伤痕累累的亚提斯眼睛却亮了起来 他的脸上露出了迷醉的笑容 举世无双的强横肉体 与生俱来的施法能力 上千年无人能敌的强大战绩 还有号令雪山群兽的王者威严 这一切真的是太美了 项目首杖所画的斯瓦伯洛神像上面 开始散发出骇人的血光 心气在上面痛苦的翻涌 隐隐之间似乎还有迷蒙的祷告和惨叫声在回荡 亚提斯跪了下来 虔诚的在暴风雪和巨人的怒吼声中高喊 我神斯瓦伯洛 666名身负英雄汉姆多尔血脉的岛民 166名最精锐的维尔卡勇者 33名群岛之下的绝望狂战士 7名最虔诚的信徒以身四雄 还有3名德鲁伊学徒献上饱含魔力的鲜血 一起组成了为您的血迹 家族宴会之上的背叛之战 岛民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的混乱 还有信徒们在献身之前最终的战吼 一切只为了取悦您 我神 寒冰居然发出了怒吼 看到眼前散发着强烈血腥味的小人 窥然不动 大不上前 虽然逃走了几名狂战士 让血迹显得缺憾 但是没有关系 信仰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心里埋下 一会他们将代替我为您继续祷告 给您提供力量 我一路厮杀 只希望能够用孤勇的战斗令您短暂的侧目 最终再补上最后的祭品 看着朝自己伸过来的大手 上面的一根掌纹都比自己还长 骇人的动气更是隔着老远就让人打仗 亚提斯却笑了 最后的祭品便是身为魔源的我 大手合拢 将小人传在掌心 胳膊高高举起 悬在半空 随后松开 将血肉抛下 隐隐约约之间 似乎还能够听到狂热的高喊 我神 斯瓦伯洛 一切声音 背门板大的牙齿切断 上鼓的巨兽 做出吞咽的动作 将一切埋葬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视线偏移 他看向了那根插在自己洞穴口的木棍 那正好挡住了自己的出路 迈出每一下都会引发地面振战的脚步 寒冰巨人正想像修剪石块一样将它去除 然而 就在他的指尖 碰到斯瓦伯洛神像的那一刻 有不祥的光芒 从那神像木质的双眸中 骤然迸发出来 宛若上千具血肉翻涌的屠宰场 才能够散发出来的腥臭味巨浪一般 在洞穴里面翻滚 浓郁的血光 几乎将冰蓝的盐必染成了红色 随后这股血光又捕捉到了寒冰巨人的存在 好似有着意识的智虫一般 弥漫上他的身体 向着皮肤之下钻去 寒冰巨人开始发出惨叫声 声音沉重而嘶哑 像是从深渊中传来的那样 他的眼睛变得通红 散发着狂暴的光芒 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燃烧起来 那巨大的声音在山洞中 在山谷里 在悬崖上 在海岸边久久回荡 巨大的音波 让习惯的寂静的山顶积雪被惊扰 滚滚而下 形成了雪崩 数不清的飞禽 走兽 怪物们惊慌失措 消失在这宛若天灾的场景中 最终 那声音变得越来越尖细 好似从岩石变成了刀子 寒冰巨人身上的肌肉 骨骼也开始诡异地收缩 雪山的天上晴空霹雳 好似酝酿着什么绝世的凶肌 小石凯利格岛中 地牢 三名幸存的狂战士 被岩家看管地关在这里 但是石凯利格的士兵 对他们还是有着特殊的优待 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囚犯 甚至是伊斯特大人特地嘱咐 以后会收编的对象 只是现在尚不好控制 暂时看管于此而已 这些狂战士 以前毕竟只是老实的农家渔民 虽然有和他们作战过的士兵 或许带着仇视 但是也有不少士兵抱以同情 敏锐的伊斯特 从这些士兵中 各自挑选出了几人作为看守 再加上连弓乘车 都轰不开的坚固铁笼 构成了关押这些狂战士的囚牢 他们本以为一切万无一失 然而今天 三名狂战士突然一起倒在地上 痛苦地抱住了脑袋 他们曾经在迷幻状态下被人灌下药汁 好似洗脑一般被人灌输进了大段的抖纹 此刻那些蚊子 突兀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面 甚至带动起他们的喉咙和嘴巴 不顾一切地开始背诵起来 发生了什么? 他们都怎么了? 地牢里面顿时慌慌起来 但是涉于狂战士的凶威 没有人愿意进去一个随时会出现三头石凯利格巨熊的笼子里面 查看情况 这个时候 走廊尽头有两个人出现了 一个人是比尔 他面色忧郁 似乎剿灭维尔卡人的大本营 并不能让他从阴影中走出 陪同他的是应兰恩命令的豪斯 你来干什么? 正繁星于异动地看守 看到又来了一个狂战士 脾气实在算不上好 面对态度粗鲁的石凯利格士兵 豪斯微微皱眉 将比尔护在身后 我们来送饭 也让我的同伴来探望一下同乡 毕竟之后 他就要跟我们回新克拉了 在看清了混乱的现场之后 豪斯也有些着急 他看着口中背诵着模糊阴节的狂战士 朝着比尔问道 他们三个同时出现了情况 只可能是狂战士的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已经成为兰恩侍从的比尔摇了摇头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也什么都不知道 乌德维克岛上 原本正在发生骇人变形的寒冰巨人 突然停住了 笼罩他全身的血红光芒似乎有了一个漏洞 没能够宣泄出计划中的能量强度 那木制的雕像此刻更显猙獰 却隐隐透露出一股后继乏力 听到比尔略显无辜的话语之后 石凯利格士兵急了 大步上前就想揪住比尔的衣领 但是忌惮地看了眼豪斯 只是大喊 你肯定知道什么?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快说! 比尔愣了愣 非常质朴地说 如果他们嘴里在念叨什么的话 把嘴堵上不就好了 也可以防止他们咬到舌头 士兵们愣了一下 看向铁龙 似乎是看出了他们的怯懦 同为狂战士的比尔再次摇了摇头 自告奋勇 我去吧 寒冰巨人身上的一切变化戛然而止 橡木血色神像中喷涌而出的光芒 好似霜打的茄子一般收缩而回 最终变淡 消失不见 天空之上的阴影消散 雷霆和狂风也一起平息下来 只有被巨猴引发的雪崩仍在持续 不过好在 从初生起 就生活在雪山的生命们 总有自己的办法避开天灾 可惜 他们依旧失去了家园 此刻只能够战战兢兢地看着那 造成了一切的地方 那个上古巨兽的巢穴 诡异的颜色从岩壁之上退去 这里又变回了那冰冷了上千年的洞窟 寒冰巨人 好似被搓揉的泥块一般瘫倒在地上 不知道了过了多久 他的眼睛猛然睁开 疯狂 迷茫 猙獰 饥饿 鄙夷 欢喜 恐惧 无数种情绪在这双眼睛之中闪现 而且 左眼和右眼所呈现出来的情绪都不尽相同 好似有负数的意识在争夺大脑的控制权一般 寒冰巨人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脑袋 轰隆轰隆地在岩壁上面垂撞 似乎想要用外界的疼痛来缓解自己脑中的痛苦 渐渐地 他的惨叫突然更加清晰 更加具体 甚至变成了能够被听懂的阴姐 我神 斯瓦波 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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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一个瞬间 寒冰巨人停下了动作 痛苦潮水一般退去 但是困难还没有结束 在岩壁坍塌的灰尘中 寒冰巨人迷茫了 他看着洞口的那具雕像 又看了看外面广袤的冰川和天空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神 神 主神 主神保佑 一艘商船 收起了自己的船毛 数名水手死死地抓着绳索 让自己的身体脱离冰冷的海水 哐当一声 身体砸在了甲板上面 水手们四处打量 发现遭遇了船难的伙伴们 奇迹一般的居然存活了大半 除了一个人 查斯特克呢 被救上来的人中 唯独不见那身披弧行海岸公国文章的骑士 一落水就沉下去了 那蠢货在大海之上 还穿着全套的铠甲 找死 没有人试着去救他 答话的人不屑一笑 你去了吗 水手们沉默不语 似乎没想到自己等人居然这么滑稽的落水 而且准备去消失凯利格岛暗杀的他们现在 居然又被史凯利格人所救 等等 不对 有经验丰富的水手突然说道 他们不是史凯利格人 这也不是一艘商船 这艘船上根本没有一个商人 他们个个都伸手矫健 如果说是护卫 那也绝对不是一名商人 能够出得起价钱的 绝对是更加精锐的 甚至是正规军 这条船的吃水也很浅 根本没有什么货物 呜呜 这名水手的嘴突然被捂住了 为了不让他继续说话 刚刚被从冰冷的海水中打捞上来的水手们 只觉得身边寒气更浓了 开始剧烈地打战 将他们就上来的商船 护卫们目光不善地打量着他们 紧接着 人群突然分开 一个穿着皮甲 戴着头盔的剑朔身影 缓缓走出 来自湖形海岸的水手们 屏住了呼吸 因为对方的身上 有着极具标志性的文章 而对方似乎也没有打算掩饰自己的身份 那是一轮黑日 这是一名尼弗加德军官 这名尼弗加德人一摆胳膊 顿时就有几名士兵 上前抓住这些水手 一人一个强迫他们 做出死刑犯即将被刽子手处决的姿势 让他们难以呼吸 水手们颤抖得更加剧烈了 这次却是因为恐惧 我原本只想要抓一个问话的本地向导 不过你们似乎格外团结 求生意识也格外强 虽然你们看着似乎不像是施凯利格人 但是我也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 听好了 我只需要一个人 我的问题也只问一次 没等尼弗加德军官开口 一开始就到破这艘商船 真实身份的水手再次开口 在恐惧之下 他的牙齿几乎停不下来打仗 大人 我们是来自亚可西公国 也就是湖形海岸的水手 我们来这里侍奉女爵的命令来诛杀叛徒 看大人您的航行方向也是要前往小石凯利格岛的 我们在那里已经经过了精密的侦察 绝对足够作为向导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还颇为机灵地打量了一下周围 而大人您这边的人似乎不是很多 但是不管干什么 总是需要战士的吧 我们不知道什么大局 只是石凯利格与我们也有仇 如果有需要 我们也随时可以拿上刀冲在第一线 尼弗加德军官掖了一下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有意思的东西 水手咧嘴笑了出来 下一秒 刀光闪过 水手保持着被处决的姿势 被刽子手斩下头颅 尼弗加德军官摇了摇头 再次不紧不慢地重复道 听好了 我只需要一个人 我的问题也只问一次 第242章 西里再次希望快点长大 小石凯利格岛 土耳赛家族城堡 在伊斯特为兰恩他们准备的 用于休息的大厅之中 兰恩此刻卸下了铠甲 换上一身白色长袍的外罩 系上了红色的护腰和熊皮砍肩 这是宴会的装束 也是庆典一类的礼仪场合要用的礼服 一会便是这段时间以来最重要的庆典了 伊斯特的加冕仪式 完成了扶持伊斯特的任务 难得地有了一段清闲的时间 在庆典开始的这一小会功夫里面 兰恩准备干些什么呢? 他坐了下来 摊开了 施旧学派联络笔记 尊敬的老师见字如面 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在离开凯尔赛人之后 我去了一趟狼派的大本营凯尔默罕 见到了学派的前辈科恩 我和他一见如故 畅谈了许多关于学派的未来 只觉得肩上责任巨大 与此同时 我和狼派现任的导师维瑟米尔也达成了共识 整个狼派不日便要举派搬迁到辛特拉 人话翻译 我和科恩畅谈了未来 但是那未来没有老师 明就不算未来 而且 狼派要整个过来了 我一个施旧学派的新人复兴的猎魔人教团 结果里面最多的反而是狼派 这像话吗 不像话 所以 老师您快来吧 最好带上凯尔达一起 如今我身在史凯利格 非常惊喜地偶遇了一名熊学派的同伴 他叫做格德 与我之前跟您提过的猫派凯亚恩一样 也是学派里面的另类 他有着丰富的情感 也有着强大的实力 与我们的前辈乔治一样 也有着单人狩猎真龙的实力 虽然说是绿龙 人话翻译 连熊派现在都出现了哦 而且还这么的强大 堪比我们学派的骄傲屠龙者乔治 算上蛇派的雷索 狼派的维瑟米尔 这些都是大前辈 而施旧学派 却只有我和科恩两个新人 撑场子 怎么够呢 所以 老师您快来吧 最好带上凯尔达一起 与此同时 我在史凯利格发现了一名天球交汇之时 便降临大陆的女业魔 她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 1500年前出现过的天球交汇即将重现 我之前在信中跟您提过许多往日沉迷的怪物 突然苏醒 变得活跃 比如史凯利格的寒冰巨人 现在是找到原因了 而且想来不日就会有全新的怪物出现 这是比战争更加可怕的灾难 我只希望 我能够让辛克拉在这即将到来的危机中 安然度过 让新生的猎魔人教团 能够尽可能地保护好大陆的平民 人话翻译 天球交汇要来了 民众们又需要猎魔人了 这是属于猎魔人教团的本职工作呀 如今就是复兴教团的最佳时刻 在这乱世中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啊 你有听到远处传来的平民的哭声吗 您能够在凯尔赛人坐得住吗 所以 老师您快来吧 最好带上凯尔达一起 虽然杰龙之前 答应过会在危机时刻出手 帮助兰恩渡过难关 但是兰恩还是希望 杰龙能够在辛克拉常驻 这样一位魔武双修的猎魔人大宗师 在世界的边缘隐居实在太浪费了 至于凯尔赛人城堡 自然是不能够舍弃的 这座由精灵古堡改造而成的大本营 建立在少见的魔力之所上面 放在修仙小说中 就是所谓的动天伏地 虽然不如凯尔默罕的元素之环那样 能够短时间内 给予猎魔人脱胎换骨的变化 但是潜移默化带给施法类职业的提升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兰恩的计划中 凯尔赛人可以成为施法者培训的大本营 那里绝对可以建立起一个 不逊于项目之环 一个前提导师下山 书写完信件 兰恩轻轻合上笔记 左手一拍将其收回物品栏 抬头看向大厅 其他人也都在做着典礼前的准备 等待城堡总管的通知 西里自然是在的 此时他又换上了心心念念的那套外照白袍的李甲 在客厅里面疯跑 他似乎很介意之前搏杀巨熊的时候 被身上的装束限制行动的窘况 现在正在想方设法地让身体适应这套衣服 可以 对于西里这么懂事的举动 有人很恼火 我们的公主殿下可真是活泼 我相信辛特拉的管家先生 看到这一幕一定会破为欣慰 叶奈法抱着胸靠在墙壁上 左手摇晃着一杯葡萄酒 但西里你要是再把衣服弄乱 一会就自己对着镜子收拾 女术士此时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路肩长裙 肩带的边缘有一圈羽毛般的装饰 黑钥匙的星形项链贴在他分明的锁骨之下 将映衬出来的皮肤和下面的隆起装点的好似春雪 叶奈法显然也是要去宴会的 而他既然出席自然也少不了杰洛特的 狼牌猎魔人也换上了一身略显景深的黑色礼服 面色窘迫 总觉得女术士在戏弄自己 还是在外面照一件长袍吧 或者披风 看着杰洛特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蓝恩轻笑着评价道 叶奈法非常执着的要和杰洛特穿大陆贵族宴会的礼服 和史凯利格的风格实在不大 也让白狼非常的不适应 杰洛特听到蓝恩的话后立刻投来感激的眼神 屋内另外还坐着寇格林姆和科恩 他们还穿着铠甲 显然是不打算参加宴会的 此刻他们都用幸灾乐祸的眼神 揶揄地看着杰洛特 爱丽丝不再附身于蓝恩的背后 而是在大厅的角落 心无旁骛地在画布上面涂抹色彩 显然是有了灵感 戏里时不时地也会跑过她的身边 面带好奇地看着画中魂灵作画 敲门的声音响起 显然蓝恩期盼的时刻已经来了 托尔赛克家族的总管在获得同意之后推门进来 他的脸上满是喜气 兰尼斯特公爵 西瑞拉殿下 我们的陛下换您二位过去 另外几个家族的人就要来了 陛下想要和您二位一起接受他们的问候 这个时候 总管画中的陛下已经不再是布兰王了 蓝恩点头略微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 随后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西里 小公主却苦恼地看着身上刚刚因为蹦跳而凌乱的裙摆 用求助的眼神看向叶奈法 换来了女术士不屑的白眼 蓝恩你先去吧 我再整理一下 蓝恩轻笑一声摇摇头 朝着屋内的众人打了个招呼 便跟着总管走出大厅 西里注视着蓝恩离开的背影 看到大厅的门被侍从门关上 等着两人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楼道里面 他的眼珠狡黠地转了转 不负之前苦恼的眼神 在叶奈法愈发凶狠的眼神里面 西里快速蹦跳几下 到了爱丽丝的身边 爱丽丝 老师 西里轻声称呼道 爱丽丝原本就是蓝恩以绘画老师的理由被带出来的 前段时间也已经开始了对公主的艺术课程 我之前听你提到过 蓝恩之后要带一名女夜魔回星克拉 这是真的吗 西里的话出口后 大厅突然安静了一下 肉眼可见的 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 连叶奈法都微微侧过身子 看着西里 短暂的思考过后 他露出了赞赏的微笑 在蓝恩回来的这段时间里 大家已经听闻了一些关于女夜魔的风声 毕竟费托夫的那个学徒实在过于不孝 哪怕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 还好几次闹着要回森林找那糯米 结果就是让天纵者 把原计划学徒游离大陆之前 才会开始传授的实战课程提前了 学徒的惨叫持续了好几天 而项目之环所有的德鲁伊 在教导弟子的时候 也多了一个反面教材 而蓝恩虽然说过了女夜魔 不会再是史凯蒂格的问题这句话 但是杰洛特他们知道 蓝恩是不会随意杀戮智慧种族的那种人 而格德也无意中透露出 那名女夜魔虽然行为洒脱 但是秉性纯良 那么蓝恩的处理方式就很好猜了 但是当他们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蓝恩总是左右顾而言其他 除了蓝恩之外 知道女夜魔事情的只有爱丽丝了 但是画中魂灵的气质实在过于冷清 大家哪怕听闻了什么风声再怎么好奇 也实在不好意思找她搭话 搭的还是这种话题 还得是由西里来问这个问题啊 早就被好奇心刺挠得不行的众人 心中暗暗叫好 而听到小公主的问题后 爱丽丝转过头 轻笑一声 是的 女夜魔 她的名字叫做那诺米 之后要一起回星特拉 就在画中魂灵话语落下的那一瞬间 大厅内响起了一阵冷气倒抽的声音 死 寇格林姆带着一种满足了的微笑 由衷的赞叹 不愧是蓝恩啊 这么轻易就办到了这种事情 科恩也点头敬佩地附和道 我听说过女夜魔和人类甚至猎魔人过夜 但还是第一次听到能够把女夜魔带回家的 杰洛特想说什么 被夜奈法用眼神硬生生按了回去 西里的表情凝重起来了 小公主在房间里面转了转 拿起一件熊皮披风盖到了杰洛特肩膀上 杰洛特 你能用你的猎魔人感官 看出蓝恩身上有没有多出什么和女夜魔相关痕迹吗 白狼愣了愣 颇为好笑地摇头 那我得先记录下女夜魔身上的性稀素才能进行对比 但是 你放心吧 我看蓝恩身上虽然有多出新的性稀素 但是都不算浓郁 它和这些新性稀素的携带体 都没有如我一般亲密 更不用说是和你了 西里满意地眯起了眼睛 随后在白狼愕然的眼神中 把披风解下来扔到一边 他转头向叶奈法 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身体快点长大的魔法吗 我想学 叶奈法在看到杰洛特肩膀上多出和衣服完全不搭的披风的时候 脸都黑了一下 看到披风之后才面色稍近 温和地回道 你在做梦 丑丫头 蓝恩跟随着总管到了宴会厅 里面已经满是人了 伊斯特与上次见面的不同 他的头上已经戴上了一顶颜色深沉的王冠 上面没有任何的宝石或者其他贵重金属的雕琢 据说是土耳赛克家族的铁匠将伊斯特的第一把钢剑融化 铸成了这顶王冠 铁王冠 非常鲜明的岛民风格 此刻他好像一个吉祥物一样坐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 有一搭没一搭的绰影美酒 等有封臣和领主上前置意的时候便回忆问候 显然 他已经无聊的不行了 当看到蓝恩过来的时候 连眼睛都亮了 在我曾经的国王生涯里面 这是最令我不想回顾的事情 真没想到 我现在 还要再经历一遍 伊斯特朝着蓝恩苦笑道 随后朝青年身后张望了两下 西里呢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过来 蓝恩挠了挠左脸 他还没准备好 要多花点时间 伊斯特摇摇头 感叹一句这小家伙之后便把蓝恩拉到身边 恰恰这时候 有领主上前向伊斯特问完 还正好是个熟人 托尔吉尔叔说 伊斯特笑着张开双臂 想要和眼前的中年男人拥抱 他须发揭白 却身材壮硕 两个绳结束缚了他长长的胡子 不至于干扰到他挥砍战斗的动作 陛下 托尔吉尔先是朝着伊斯特鞠了一躬 随后才张开双臂和伊斯特抱在一起 互相用力地拍打对方的后背 大笑道 我真的没想到 有生之年还能够第二次这么称呼你 伊斯特笑道 之后出兵的事情 还希望您能够多帮我协调 当然 我早就等不及了 托尔吉尔用力和伊斯特一碰酒杯 当初的金塔之城在我的斧头下面哀鸣 还是我带着你 布兰 还有克拉茨他们一起去的呢 尼弗加德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托尔吉尔哈哈大笑起来 他是托尔赛克家族的长辈 因此和伊斯特说起话来颇无忌惮 布兰只是可惜了布兰 说起来 他人呢 伊斯特脸色僵了一下 小声道 比尔纳出了问题 布兰在处理家事 一会他要回来朝着其他家族的人请罪 还希望您能够多帮忙一起照看一下 伊斯特没有说是什么事情 但是托尔吉尔显然猜到了什么 他破口大骂起来 我早就说过 那个女人不适合去回家当老婆 偏偏布兰那时候被他迷了魂 这小子 这小子 这位长辈闹出来的动静吸引了不少周围的视线 好在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调整回来了情绪 和伊斯特简单碰杯 朝着兰恩微微致意之后 他又让开身体 我要跟你介绍一位勇士 不过想来你早就见过他了 是格德 这熊派的猎魔人也穿了一身颇为工整的皮甲长袍 正冲着伊斯特和兰尼斯特列嘴大笑 在这种场合由领主介绍给国王 说明托尔吉尔是把格德当作 土耳塞克家族的自己人来看待了 属于林薇都能够脱孤的那种绝对心腹 如果托尔吉尔有什么女性的家族晚辈之类的 可能都要撮合和格德之间的婚姻了 简单寒暄之后 托尔吉尔带着格德离开 伊斯特则对着兰恩小声讨论 听说你之前招揽格德 但是他不愿意跟你回辛克拉 兰恩遗憾地点头 他厌倦了刀尖舔血的生活 似乎想要退休了 伊斯特叹息一声 我和杰洛特很熟 知道常规烈魔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悲哀 格德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似乎也不错 但是如果你真的对他执着的话 我之后可以想办法让他参与到战斗之中来 以国王的身份下令让托尔吉尔出兵 作为心腹和战友的格德能够不跟着吗 但是兰恩考虑了一下这个诱人的想法 还是摇了摇头 我再想想吧 伊斯特点头随后指了指大厅里面的几个角落 另外几个家族的人基本也都来了 一会他们也要过来跟我打招呼 你就站在我的身后 在我和他们问好之后 你也和他们聊几句 兰恩自无不可地应下 随后好奇地问道 您跟他们谈论过出兵的事情了吗 谈到这个话题 伊斯特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剿灭斯瓦伯洛教派是足够写进史书里面的功绩 各大家族这回再没有推脱的理由都同意出兵了 兰恩也不由得被伊斯特的笑容感染 太好了 即将登基的史凯利格国王拍了拍辛特拉公爵的肩膀 说道 不过我还是打算去安抚一下中立的两个家族 布洛克伐家族的乌达瑞克 还有托达洛赫家族的哈罗德 因为我的声望而服从我出兵 和发自内心的支持我主动出兵 两者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兰恩点头在下面功绸交错的人群中搜索着两个中立家族的领主 乌达瑞克族长那张仿佛磕多了麻药粉的脸 很快就被兰恩捕捉到了 如果兰恩前世纪没有出错的话 乌达瑞克这张好似纵于过度 加磕错了药的脸 之所以会呈现出今天这般的样貌 可不是因为什么生活的坏习惯 而是因为他被恶灵缠身 但是乌达瑞克没有去寻求帮助 因为其中牵扯到了大家族的一些狗血性命 兰恩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随后对伊斯特说道 乌达瑞克这边交给我处理吧 我大概知道该怎么让他欠我们的人情 获得他百分之百的支持 伊斯特文言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你比我这个史凯利格国王 还要了解史凯利格的族长 这也是你那上古之血带来的能力吗 兰恩笑而不语 举杯和伊斯特微微碰了一下 但是我似乎没有见到托达洛赫家族的哈罗德领主 他还没有来吗 兰恩的视线在场中扫视 始终没有见到在之前的宴会中 有过一面之圆的大胡子 托达洛赫家族是铁匠世家和造船世家 远比一般的史凯利格人壮硕 原本应该非常引人注目才对 他反而在人群里面发现了珠塔 安迪门 这名铁娘子已经穿上了一身考究的礼服 身后有护卫跟随 显然已经成功继承了组长的位置 在看到兰恩的视线之后 他那对其他男人不苟言笑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表情 眼睛快速眨了几下 投射出难言的情感来 兰恩赶忙拉出一个符合社交礼仪的微笑 微微点头之后 立刻挪开视线打量四周 幸好西里还没有跟过来 不然估计又要解释半天 听到兰恩对于哈罗的领主没有出现的疑惑 伊斯特解释道 他所在的岛屿离我们不近 可能现在还在路上吧 他对于群岛的集体事物一向不怎么上心 他的家族也从没有参加过国王的竞选 想要获得他的友谊 基本只能够靠私交了 兰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陆陆续续地不断有领主和封臣朝着伊斯特走过来 向着新国王致以真挚地问候 一些曾经追随伊斯特成为上上任国王的老臣还格外唏嘘 向着伊斯特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 并且表示自己之后一定会竭尽全力追随他对抗尼弗加德 而伊斯特对他们回以诚挚的感谢 随后把身后的兰恩拉上前来 好似介绍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将他介绍给自己的追随者 让他们互相问候 君臣和睦的气氛直到布兰的到来而终结 是布兰而不是布兰王了 这名标准的群岛大汉在打扮上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 除了头顶上不再有王冠 他的精神面貌算不上好 他眉头紧锁 心中似有万般忧虑 这对于一名儿子刚刚大病出狱的父亲来说是不合理的 他应该欢天喜地才对 而不只是布兰 连跟在他身后的斯凡瑞吉也一样面色难看 甚至有种更胜一筹的绝望感 这一幕让众人不免地窃窃私语起来 莫不失事到如今 布兰王又后悔退位 不想把权力拱手相让给自己的哥哥了 而伊斯特见状只是叹了一口气 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上前 给了自己弟弟一个充实的拥抱 两个人一阵雨之后 布兰对着伊斯特轻轻摇头 而伊斯特再次叹了一口气 随后布兰走到宴会的中央 环视一周 显然他有话要说 所以周围众人的讨论声立刻平息下来 看着这位曾经德高望重 凝聚立众人所有信任的国王 今天将大家聚集于此 为的是什么 想必不用多言 布兰朝着伊斯特的方向摊开手掌 为了我兄长重登王位 曾经的海上骑士 今后的群岛国王 周围立刻有人高声喊起来 伊斯特 海上的火焰 万岁 剿灭邪神的领导者 驯服狂战士的绝对勇士 夸的是自己的哥哥 这让布兰的脸上露出了稍纵即逝的微笑 他看向人群 发现发出欢呼的人 里面有克拉茨 还有海文家族的多娜 狄门家族的朱塔 德拉蒙家族的疯子卢哥 虽然极力绷住了脸颊 但是也能够从他紧握的双手 看出激动 布洛克瓦尔加的乌达维克半死不活的样子 布兰早已习惯 但是没有看到托达洛赫家族的哈罗德 这让布兰皱了皱眉 因为人如果没有到齐的话 他之后要说的话或许要打个折扣了 为了不发单张干扰阅读体验 特此声明 明天请假一天 最近成绩又开始下降 恰好史凯利格篇要准备收尾了 好好整理一下 以上 第243章 寒冰巨人与黑日之旗 伊斯特的加冕宴会之上 布兰满脸沉重的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虽然七大家族的族长还有人缺席 但是他还是继续下去 新王登基意味着救王退位 我的王位本身就是继承我兄长而来的 如今交还给他也是理所应当 而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忏悔 看着众人因为忏悔这两个字露出惊讶的眼神 布兰长叹一口气 我在位期间 因为对家人的管教无力 因为对于家族内部的监察缺漏 因此给群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这是我荣誉的缺憾 而我必须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承认这一点 听到布兰的话 在后面的斯凡瑞吉握紧了拳套 布兰深吸一口 面色痛苦却依然大声道 之前 斯瓦伯洛教派的狂战士 袭击了我的城堡 伤害了我的客人 经过我的筛查 已经确定了 敌人来自我的家族内部 就是我的妾 一阵巨大的动静突然打断了布兰的话 一扇火红的传送门在大厅的中央打开 狂风飞舞 将围观兵客的长袍鼓成了一个个小型的风帆 也让现场出现了一阵骚乱 兰安身上顿时翡翠色亮芒大作 随后金光一闪 就出现在离传送门只有一步之遥的布兰身边 虎女之剑已然出鞘 其他参会者也条剑反射一般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首辅短锤 实在是之前维尔卡人的偷袭 让所有人怕了宴会再出现意外 然而传送门里面却出现了一个熟人 费托夫 像木之地的瑞智导师给斯凡瑞吉强行续命的资深医师 能够操纵天气的强大天纵者 如果兰安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去了乌德维克岛寻找那名有着堕落德鲁伊嫌疑的亚提斯的导师了 然而 现在他衣衫破烂 面色苍白 好似经历了一场令人惊骇的大败仗 兰安猛然一惊 突然想到 尚未到场的哈罗德领主 领地似乎就是乌德维克岛 下一秒 费托夫毫无德鲁伊风堵 扯开嗓子 焦急地大喊起来 乌德维克岛遭到了攻击 哈罗德生死不明 驻守那里的德鲁伊全部牺牲了 寒冰巨人从沉睡中苏醒 他带着漫天的海妖 满地的水鬼 腐蚀魔 袭击了城镇和村庄 托达洛赫家族 快要灭亡了 乌德维克岛 虽然不是史凯利格最大 最繁华的岛屿 却是曾经最吸引旅人的岛屿 他有着绝佳的位置 优美的景色 以及顶级的当地佳肴 而寒冰巨人 虽然一直在乌德维克岛存在 但是他喜欢冬眠 而且一睡就是几十上百年 这个时间跨度 足够经历两三代人 而每次苏醒之后 寒冰巨人虽然会大肆破坏 但是和战争 家族冲突 海啸山崩一类的天灾人祸比起来 寒冰巨人似乎也不算什么了 反正寒冰巨人之前 一直都只在乌德维克岛肆虐 关不着其他家族的事情 而管理乌德维克岛的托达洛赫家族 组织了几次针对寒冰巨人的围剿 都失败之后 也就不了了之了 倒是一些年轻人 对此兴趣盎然 渴望屠杀巨人 成为诗歌赞颂的对象 最终 他们也都变成了 印证巨人凶恶的佐证之一 直到不久之前 兰恩现在知道 是所谓的天球交汇前奏出现的时候 寒冰巨人苏醒 并且靠着兵魔法 和令人难以理解的贤熟水性 在群岛地方郊游一样 跑了个大半 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之后 另外的六个家族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可惜 当他们决定开始商量着 派兵围剿寒冰巨人的时候 恰又碰上了国王竞争的选举 让组长们尿不到一个湖里面去 之后 又是斯瓦伯洛教派余孽出现 总之 不断出现的更重要的事情 让针对寒冰巨人的围剿计划 一再搁置 事实证明 族长们虽然意识到了寒冰巨人的危险性 但是这种意识还不够深刻 直到现在 好似在宴会中心 投下了一颗炸弹 气氛顿时被引爆 费托夫狼狈的样子 和所说的话 把所有人都吓到了 一直面色苍白 神游天外的乌达瑞克 直接被吓得坐到了地上 新担任族长的珠塔 挺起了胸膛 似乎想让自己显得沉稳些 但是右手却不由自主地 紧紧攥住了自己的剑柄 此刻抓着自己胡子的手都微微颤抖 费托夫先生 无意冒犯 疯子卢哥咽了一口唾沫 迟疑着出声 对于德高望重的德鲁伊 他显得非常有礼貌 但是您是不是受伤太重了 您所说的话 太过于不可思议了 托达洛赫家族快灭亡了 德鲁伊大师们都牺牲了 这个消息未免太 费托夫愤怒地打断了他 卢哥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发疯 但现在都不是时候 老德鲁伊愤怒地环顾四周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嗨嗨 费托夫显然也受了不轻的伤 他的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血迹 加上情绪激动 整个人爆发出了 好似要将肺呕出的咳嗽 好在有人接过了他的话 没有让费托夫的情况继续恶化 我们需要立刻支援 伊斯特说道 在场剩余的六大家族组长之中 只有一个还能够保持冷静 带着铁王冠的伊斯特 快步走到费托夫的身旁 环顾四周 毫无疑问 我们现在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危机 一直被我们忽略的敌人 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给予了我们最沉重的打击 我们即将失去 陪伴了我们千百年的伙伴 托达洛赫家族 我们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作为史凯利格的国王 我有义务保护我的封臣 而同为汉姆多尔的后裔 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兄弟 克拉茨见到自己舅舅的动作 很自然地跟到他的身后 表明自己的支持 兰恩和布兰对视一眼 一同握住了自己腰间的武器 显示自己的态度 组长们并非质疑费托夫的消息 也并非能够冷眼看着惨剧发生的人 只是消息来得太过 突然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 此刻伊斯特站出来 则大大缩短了他们思考的过程 好似有一条主心骨突然出现 直接告诉了他们 接下来行进的方向 土耳赛克家族的士兵 可以立刻集结起来 布兰 伊斯特转头命令道 我现在需要你 布兰印下兄长的命令 重重点头 转身去集结自己家族的士兵 兰恩也转身喊过豪斯 让他去集结猎魔人 侍从 还有辛特拉的士兵 费托夫大师 还需要继续辛苦您了 伊斯特随后又对严肃地 对刚刚回来的德鲁伊说道 还需要您通知项目之环的其他大师 让他们帮忙过来 将各个组长的命令 传递回自己的岛屿 同时 现在坐船去乌德维克岛 显然是来不及的 我们需要用传送门 先运送一批士兵过去 费托夫摇摇头 我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话音刚落 更多的传送门在大厅里面被打开 一时之间狂风大作 伊斯特抬手 折在眼前阻挡风压 眼睛却越来越亮 只见各个家族供奉的德鲁伊顾问 都已经至此 他们快步在人群中 找到自己的组长 简单交代情况之后 再次开启传送门 将他们带回领地 开始调兵遣将 但是现场 还留下了另外三名大胡子的德鲁伊 显然他们就是准备开启传送门 让先遣部队过去的 然而 这样的数量远远不够 费托夫叹息一声 传送门要资深的施法者 才能够自由施展 在没有事先用魔法材料的辅助下 单纯靠德鲁伊资深的魔力施展的话 也不能够长久存在 伊斯特皱梅 我们大概可以运送多少士兵过去 费托夫和三名同伴对视一眼 大概五百人 伊斯特点头 也就是大部队 依旧要靠坐船过去吗 五百人作为先遣部队 倒是足够了 最起码尽可能的先保存下 托达洛赫家族的血脉 疏散岛上的平民 布兰将自己的信物交代给斯凡瑞吉 让儿子安排家族士兵集结之后 又匆匆赶了回来 正好听到费托夫和伊斯特的谈话 他赶忙说道 兄长 你现在已经是国王了 不要再做身先士族的事情 先遣部队由我来带领吧 伊斯特看了看自己的弟弟 坚定地摇头 正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国王了 所以我必须第一时间到场 岛民的王在还能够拿得动箭的时候 就应该站在所有士兵能够看到的地方 你应该明白的 布兰 见到兄长坚定的眼神 布兰低头漠然 不用担心的 有我跟在姑父身边 您是见过我的能力的 实在不行我也能够把它完整地带回来 兰恩上前一步对着布兰宽未斗 而且我还会带上所有的猎魔人大师 他们最为擅长对付怪物 不会有事的 好玄寇格林姆他们不在场 要是听到了 兰恩的话 他非要连连白手否认说 我和你可不是同一种猎魔人一类的话 不过兰恩确实不是现场的唯一个猎魔人就是了 那就让格德也跟上吧 一个苍老的声音插进了他们的谈话 回头看 托尔吉尔上前一步 显然他和自己看中的猎魔人挚友 已经有过了交流 格德特别擅长一种防御的法术 兰恩你们肯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连最强劲的十字母都伤不到他的皮肤 他一定能够保护好伊斯特 熊派猎魔人撕扯开了自己胳膊上面的布料 露出肌肉球节 宛若山岩的胳膊来 哪怕是巨熊跟他比起来 都有些相形见出 随后他和兰恩对视一眼 咧嘴笑了 那可是寒冰巨人 我来石凯利格之后 可从来没有见识过呢 海风净吹 白浪拍打着岸边 发出雷霆般的响声 岩石的缝隙间 一次次升起乳涩的喷泉 汹涌好似水手们的内心 兰恩带领着自己 有着丰富对战魔物的经验的 辛特拉护卫队 联合土耳塞克家族派出的精锐战士 汇聚一处 随后由四名导师级别的德鲁伊 一起鼓动魔力 展开传送门 作为先遣部队转瞬之间 消失在隐映闪光之中 随后 由布兰集结剩下的大部队 留下斯凡瑞吉驻守城堡 维持基本的秩序 乘坐龙船前往乌德维克岛 进行后续的支援 先遣部队的作用 是尽可能的拯救托达洛赫家族 疏散岛上的平民 而布兰他们集结的后续部队 只有一个任务了 杀死寒冰巨人 彻底终结这个从天球交汇之后 便开始困扰群岛 长达千百年的怪物 尽管去坐吧 布兰 用怪物的头颅来洗刷你的耻辱 我会照顾好斯凡瑞吉的 托尔赛克家族的长辈 绰号血红的托尔吉尔领主 用力拍打着布兰的肩膀 如果不是我的年纪已经大了 去了反而会成为你们的拖累 我真想亲手用斧头砍下巨人身上点什么东西来 哪怕是手指头也好 布兰郑重地拜托老领主 照顾好自己的儿子 于自己不在的时候 帮助一起管理小石凯利格岛的事宜 随后 他便携带着家族铁卫登上龙船 扬起风帆 破开海浪 与此同时 在各个岛屿到乌德维克岛之间的海峡中 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战船 颜色各异的风帆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挂在船侧的 画着不同文章的青铜盾牌 也闪闪发亮 这或许是石凯利格近百年来 都未曾有过的 团结一致的大动员 而在小石凯利格的一处高地海岸上 一名有着典型南方人特征的男人 观察着这些远航的龙船 他留着洛腮湖 脸上翻涌起惊喜的红韵 他是一名军官 他的身后 站着近百名一眼 就能看出训练有素的战士 身边则跪斧着一名狼狈的水手 这果然是一处视野极好的海岸 还真的多亏 你指出来了 洛腮湖军官满意地朝着水手笑道 水手鼻青脸肿 气色昏暗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洛腮湖军官的夸奖 然而 还没等水手想清楚 就见到洛腮湖军官的脸色一变 在水手惊恐的眼神中拔出长剑 刺进他的脖梗 洛腮湖军官身后 立刻出来一名士兵 非常配合地用力一推 死去的水手顿时坠入山崖之下 血色翻涌 不过几个呼吸便被蓝色的大海吞没 随后 尸体便被什么东西扯动 快速地沉入海底 想来是水鬼之类的怪物 它们能够很快地让大海中的罪孽消失不见 洛腮湖军官深吸一口气 转过身来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消失凯利格岛的军备 如今显然陷入了空虚之中 对于我们来说 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使凯利格即将介入南北的战争 我们需要给予他重创 洛腮湖军官咬牙切齿道 而我们选择进攻小使凯利格岛 有人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土耳赛克家族是最无耻 最邪恶 最残暴的家族 士兵的队列之中立刻有人应贺 我们要为金塔之城复仇 年轻的时候 血红托尔吉尔领主曾经带着科拉茨、伊斯特、布兰 一起洗劫过尼弗加德现今的首都金塔之城 彼时 土耳赛克的先后两名家主还是年轻人 海之野猪克拉茨也不过是一个半大的少年 而尼弗加德那时也不过是一个小国 在场的士兵都是那场劫掠受害者的后代 甚至是亲历者 因此 相对于南北战争的局势 复仇的旗号更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斗志和士气 有人提议过雇佣赏金猎人 但是复仇怎么能借助他人的手 况且我已经获得情报 那残忍的辛特拉雄狮此刻也在消失凯利格岛 这次的行动并不在皇帝陛下的战略之中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接下来的行动将载入史册 改变大陆的格局 洛塞胡军官大喊道 取我的铠甲来 披上你们的文章 让史凯利格人和辛特拉人知道 是谁即将取走他们的性命 给他们带来恐惧 一瞬间 黑日的旗帜在在群岛之上开始飘扬 暗沉的黑色铠甲镶嵌着金边 开始在阳光下反射出冷淡的光 而与此同时 他们身后的帐篷之中 一块块防水布被掀开 露出由金属和坚木组成的争鸣巨兽 他们由黑色和灰色的色调构成 巨大的铁链环绕两侧 不断延伸向上 宛若爪牙和利齿一般扣合在脚盘和滑轮之上 随时准备撕碎即将出现的猎物 释放致命的力量 尼弗加德巨型投尸机 一座城堡需要十几年才能够建成 随后经过细致的修缮可以保存千百年不倒 但是这些投尸机足够在一天之间将它们彻底摧毁 洛三湖军官郑重地戴上自己的头盔 放声高喊 伟大的日轮在上 一切荣耀归于恩西尔皇帝陛下 更多的声音响起带过了山崖间喧嚣的海风 伟大的日轮在上 一切荣耀归于恩西尔皇帝陛下 第244章 风暴卧在我的掌心 托达洛赫家族的领地是乌德维克岛 他们家族的原顿文章上面画着岛民最早使用的古风器 其上萦绕着飞舞的火焰 群岛另外六大家族的家族灰迹几乎都跟山 嗨 血有关 唯有托达洛赫家族与众不同 因为他们是铁匠世家 虽然也是英雄汉姆多尔的后裔 托达洛赫却不是由英雄六子所直接建立的家族 毕竟英雄只有六个孩子 而群岛有七大家族 托达洛赫是由各个旁系建立起来的家族 因此很少参加群岛的政治事务 也几乎从来没有竞选过史凯利格的国王 一直游走在边缘 但是因为托达洛赫家族出众的野铁技术 和堪比矮人的锻造技巧 群岛另外六大家族绝对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 也是因此 托达洛赫家族虽然从来没有出过群岛的领导人 却也依旧有着不小的家族势力 其他家族厮杀劫而来的财富 也不可避免地会流入托达洛赫家族之中成为他们的抵御 可惜如今的事实证明 财富并不能转化为战斗力 铸造出来的武器也不能自己去杀死敌人 断铁的钢锤终究还是不如杀人的战锤 尤纳 霍兹诺特从来没有见过如今天这么多的海妖 他们几乎遮蔽了蓝天 尤纳也从来没见过如寒冰巨人这么高大的怪物 他几乎和自己家族的城堡一般高 坚硬的石头屋子在他的拳头下面不比纸糊的坚硬多少 就连自己心目中最强大的男人 自己的父亲 托达洛赫家族的族长 哈罗德 霍兹诺特 也消失在了那只手掌里面 而且 那该死的怪物居然还会使用武器 尤纳一回想起 那跟和城堡一样高的橡木巨棍 就忍不住发抖 世界上哪有这么高的橡树 可以制作出这么巨大的木棍 羞的一声 一头天上飞舞的海克纳 发现了较小的金发少女 怪物们总是喜欢挑选落单的更瘦弱的猎物下手 她身形好似游蛇一般 在半空中一个藤月就俯冲而下 尤纳小姐 一名忠诚的铁卫舍身撞开尤纳 补上了因为战斗疏忽而露出的防守真空 海妖的力尺被千锤百炼的钢铁阻挡 铁卫反手就用斧头劈开了这头怪物的脑壳 然而紧接着更多的海妖围住了这名铁卫 抓起它后便斩翅而上 随后在高空松开了双爪 让沉重的铁块裹着血肉之躯朝着厚实的大地做自由落体运动 再坚硬的铠甲也挡不住这样的攻击 短促的惨叫戛然而止 而尤纳的脸又白了一分 尤纳小姐 您快逃 您是托达洛赫家族如今唯一的希望了 更多的铁卫朝着尤纳围过来 拼死保卫家主的血脉 朝着岛屿的边缘退去 不 父亲还没有死 我亲眼看着寒冰巨人把他带走了 那怪物并没有杀死父亲 我们要救他 尤纳尖叫道 费托夫大师已经回去寻找援军了 托达洛赫家族的血脉 绝对不能够抛弃乌德维克岛 岛民绝对不能够被怪物击败 尤纳反复焦急地看向费托夫离开时候的地方 却怎么都等不到自己预想之中的动静 守住这个点 这是费托夫大师传送门的定位点 如果我们现在退去 一会援军们到来的时候 将毫无准备地暴露在怪物的利爪之下 尤纳站出来企图鼓舞士气 更多的怪物发现了这里聚集着的人类 哪怕他们且战且退 这个时候也没有离开怪物们的视线 他们聚集了过来 怪物越来越多 身边的铁位越来越少 半空中响起的惨叫越来越多 地上的喊杀声越来越少 就在尤纳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终于 轰隆一声 半空中打开了一扇大的夸张的传送门 狂风大作 甚至掀起了地上的积雪瓜动一阵小型的风暴 手持电蓝色长盾的战士当先从传送门中出来 他们似乎有过传送的经验 很快就反应过来 挥舞手中的武器 和托达洛赫家族的圆盾铁位 并肩作战 将粘在他们身上的海妖爪子砍碎 随后出来的 是被护卫队护在中间的铁关王者 伊斯特 他走出传送门的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尤纳 立刻拔出腰间长剑 亲自投入了战斗 与自己的护卫队一起组成阵型 朝着这边杀过来 但是伊斯特才走到一半 他的身上就立刻亮起了亮翡翠色的光芒 一团金色的光斑在他的身边亮起 夺走了全场的视线 与其他人哑然的目光不同 伊斯特和他的护卫队对着光团 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伊斯特就这么顶着一身亮翡翠色和护卫队继续前进 将那团人形的光斑甩在身后 亮眼的光线逐渐熄灭 让人可以看清楚背里面被遮蔽的景象 骑着高大黑色骏马的金发骑士 从中显现出身影 是兰恩和黑风 因为不想经历穿越传送阵的眩晕 辛特拉的公爵大人 直接以伊斯特为定位点施展了自己的传送 而在落地的第一瞬间 兰恩再次凝聚精神 四个光团再次在他身边凝聚成形 从中出现杰洛特、寇格林姆、科恩 还有格德的身影 依旧是传送 不过这一次是将队友传送到自己身边 第一次经历传送的格德满目惊叹 而另外三人显然已经适应这种方式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术士们都把传送门 作为一种资深的身份标志了 而且我也开始喜欢上这种战术了 寇格林姆喃喃自语道 随后他抬头 看着漫天的海妖倒吸一口凉气 我的天啊 这里能有上百的海妖吧 地上还有腐蚀膜 整个岛屿的怪物都集中到这里了吗 杰洛特快速地扫视了一下战场 起码没有看到寒冰巨人 算是幸运了 话音刚落 白发裂魔人便拔出背后的狼手银剑 和科恩一起配合着使用法印 投入战团之中 运用制造火焰的伊格尼法印 还有掀起风暴的阿尔德法印 娴熟地把半空中俯冲而下的海妖打落在地 让人类士兵进行轻松地收割 落地便开始战斗 寇格林姆叹息一声 也有走进人群和怪物之中 蛇派除了雷索之外 都不怎么擅长这种正面的群战战场 但是蛇派猎魔人的毒液 依旧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他时不时在俯视魔群中带起一捧血液 随后便远行顿走 而被伤害的俯视魔油 能够走出十几步 随后才开始异样的膨胀抖动 好似岩石炸弹一般发生爆炸 将身边的怪物同伴掀翻 给其他史凯利格士兵制造可乘之机 最夸张的是格德 与其他猎魔人只是作为辅助不同 他大吼一声 直接身上泛起金光 随后挥舞着 比其他猎魔人都要掌上一截的大剑 就扑进了腐蚀魔群中 这些死后会产生爆炸的怪物 让常人避之不及 但是对他似乎没有太大影响 他凭借着自己的经验 娴熟地在怪物群中穿梭 偶尔被响起的爆炸波及道 也不过在他的 昆恩法印之上掀起阵阵涟 却伤不到他分毫 猎魔人的专项应对措施 让士兵们的压力顿时已轻 但终究也不过是四个人而已 对于战局的扭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他们的帮助 却极大地缓解了战士们的压力 也给支援士兵们的入场 制造了空间和适应的时间 不至于让他们一落地 就手忙脚乱地面对怪物群 徒增损失 传送门中源源不断地走出士兵 终于在大概五百人之数的时候停下 最后出来的是费托夫 他身影快步出现在伊斯特身边 严肃地看着眼前的战场 这样下去 会出现太多无谓的伤亡 地面部队对付这种飞天的怪物烈士太大 哪怕有猎魔人们的帮助也一样 猎魔人对付海妖的战法是正确的 要学习 费托夫深吸一口气 我需要大概半个钟的时间来准备咒语 掀起足够笼罩整个战场的风暴 将这些海妖全部击落 给士兵们制造机会 这段时间 我需要你的人保护我 伊斯特打量战场 认可费托夫的战术 回头大喊 哈尔玛 凯瑞斯 克莱特家族的青年们立刻站了出来 克拉茨在德鲁伊的帮助下返回家族集结士兵 但是依旧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派出来帮忙 这对兄妹第一次亲临这么大型的战场 脸上都泛着兴奋的红韵 虽然他们面容青涩 但是伊斯特知道继承了克拉茨血脉的两个青年都是值得信任的战士 你们带上40个人跟在费托夫大师身边 绝对不能够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伊斯特高声道 随后命令自己的副官吹响号角 其他人截顿排原阵 保护托达洛赫家族的成员 寒冰居然不在这里 我们就将这些怪物全见 5 沉闷的号角声吸引了战场之上所有生物的注意力 这也是伊斯特想要的效果 让怪物们都朝着军阵而来 岛上其他受灾的平民和其他人也能够更加安全一点 天空之中 一只明显比其他海妖体型更加庞大的个体 也注意到了这里 它的翅膀足有正常海妖的三倍长宽 蛇尾尖端的利刃撞骨刺堪比重负 嘶呀 尖利的叫声在半空之中响起 一瞬间甚至盖过了号角的声音 而所有的海妖则仿佛听到了命令一般立刻集合起来 亮色的鳞片反射太阳在半空中形成了一阵会发光的风暴 朝着石凯利格的阵型席卷而来 那头异常的海妖顿时汇聚了所有人的目光 凯瑞斯的面色微微发白 这不是在史派克鲁格岛的巨型海妖梅露星吗 我听说当地的村民认为他是半神 甚至专门成立了祭司的野宗教 他怎么跑到乌德维克岛来了 不知道 哈尔玛紧了紧手中的斧头 我曾经听说有一种号角 只要吹响就能够让空中的海妖落地 真希望现在能在手上啊 兄妹两人心中生起恐惧 但是反应却是极快 他们在短暂失神之后 立刻大吼着命令身边的护卫们架起盾牌 好似礁石一般将费托夫团团围住 尽可能地压缩着彼此的空间 希望能够挺过这场海妖组成的风暴 战场的另一边 兰恩也注意到了这边的状况 尼尔瓦 身背长弓的女士从文言立刻策马到达施主的身边 不用吩咐就架起长弓瞄准目标 尼尔瓦手中的弓几乎跟他的人一样高 弓弦也是史无前例地长 他如今经过 随从面板的升级 力量已经逐渐超出了常人的层次 军营里面的射手力士拿到他的弓 不要说满弦 连拉开一半都要抖得瞄不准目标了 兰恩指着天上的巨大海妖梅露星询问道 能打下来吗? 米尔瓦瞄准了两个呼吸 愧疚地摇头 她在半空中摇摆得太快 身边又有太多的海妖作为障碍物 我需要等待一个时机 女射手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 但是她知道 兰恩询问她的本意是阻止这头怪物聚集海妖们 对士兵们发动集中攻势 这显然不是能够的静待时机的场合 大人 您的剑术胜过我许多 或许您可以 不 米尔瓦 你才是我们中剑术最强的人 兰恩拍了拍女射手的肩膀 鼓励道 没关系 我会给你制造时机的 女士从浑身一抖 没等她对兰恩的话做出反应 身边的金发侍主 已经亮起翡翠色的光芒消失不见 只留下黑色的骏马 不耐烦地在原地用后蹄刨着土 金光一闪 兰恩出现在哈尔玛和凯瑞斯的面前 看着正在准备仪式的费托夫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哈尔玛被兰恩突然出现的方式吓了一下 凯瑞斯的反应倒是极快 费托夫大师在准备改换天后 用狂风将这些海妖全部打下来 但是仪式需要时间 我们再守护 兰恩点头表示明白 他们事先没有商量过战术 所以不知道德鲁伊大师的打算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来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随后 兰恩金光再闪 出现在了伊斯特的身边 让最外层的士兵们 改成防守的姿态 举顿不要让阵型被俯视魔冲开就行 让弓箭手们预备 但是先不要开弓 防止被搅乱架势 风暴过后就是反击之时 伊斯特愣了愣 指向前方已经几乎拧成了一束海妖之柱的长翼怪物们 风暴 你是指他们 兰恩摇了摇头 举起左手 混沌能量在那里凝聚 不 我指的是这个 风暴握在我的掌心 宛若深枯魔变的喧闹包围了整个战场 长翼怪物们再次改变了飞行的阵型 转化成了乌云一般的形体 以压顶的气势 冲着石凯利格人的队形盖了过来 被愚昧村民视为半神的巨大魔物 梅露新隐没在海妖群中 作为指挥官汇集起群岛几乎所有的海妖 集合成了这骇人的魔物聚合体 数百的魔物 威势已经不下于天灾 它们足够在一个吹覆而过的时间 彻底摧毁一个村庄 一个城镇 乃至一座小岛 在伊斯特的号角指挥下 最外围的士兵高举盾牌 土耳塞克家族独特的长盾尾端被押进土中 士兵们极力缩紧身子 近代冲击的到来 它们新人伊斯特勇猛的海上骑士 重登王位的群岛之王 但是面对宛若天灾一般的场景 耳边回荡着连号角声都压制不住的斯明 前方还不断有灵星的腐蚀魔冲击 这一切依旧在放大士兵们心中的恐惧 有人的手开始颤抖了 有人的呼吸开始急促了 瑞纳鲁格 有士兵心中默念石凯利格的战侯给自己壮胆 瑞纳鲁格 下一秒 默念战侯压抑着恐惧的士兵 他突然感觉视线的鱼角有金光闪过 作为一名盾位 他被好奇心驱使 做出了一名老兵绝对不该做出的行为 将头探出盾牌的防御范围之外 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名骑士的背影 他在队伍的最前端 挡在身为盾位的自己身前 他有着挺拔而健硕的身躯 比阳光还要耀眼的亮白金发 争鸣的大师就化作他的披风烈烈作响 他直视着海妖组成的乌云 抬起了左手掐出一个奇异的手势 阿尔德法印刺骨魔力爆发 法力值4826-5200 法力值15200 激进消耗一空 兰恩从来没有尝试过一次性宣泄如此海量的魔力 除了不让自己因为透支而昏迷过去的底线 其他的魔力被他尽数投入了这个法印之中 他自己也很好奇这一击能够多大的威力 常年生活在雪山冰岛之上的种族 对于大自然的灾害是有着一定的抵抗能力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无视天灾 事实上 比起抵抗力 他们在长久的生活中学会的更多的反而是躲藏 提前察觉到风压的动向 提前注意到温度的变化 随后做出应对 趋利避害 保存自身 延续种族 然而如今海妖们眼前的这个人类 面对着灾害一般的魔物集群 身上却发出了真正的天灾的气息 而且毫无征兆 好似连接了另外一个只有利风的次元一般 巨量的风暴在那举起的手掌之中咆哮而出 夹杂着比寒冬更加冷冽的冰晶 化作狂怒的巨龙 裹挟着骇人的威势 撞进了海妖们的阵型之中 巨大的压墙将风流化作利刃 任何一颗卷熄进去的小石子都会化作重锤 刚刚还争鸣嘶吼的海妖之云迎头撞上 这条咆哮的狂风之龙 不到一个眨眼的时间就催拉枯朽一般消融 最初接触的海妖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直接变成了拳头大小的冰晶 又在下一个瞬间被撕扯成了更加细碎的快力 化作炮弹将后面的海妖继续击落 而后面的海妖继续被裹挟着 成为这狂风的一员 一路蛮横的后推 直到贯通整个阵型 轰的一声 海妖之云被彻底冲散 格德是现场唯一一个看清了全过程的人 他支撑着独特的昆恩 法印 替他挡住了好似重拳的风压 不至于像其他人一样连眼睛都睁不开 先是数不清的血色冰块掉落在他的脚边和头顶 让金色的防护法印溅起涟漪 随后是扑苏苏而下 宛若鱼点一般尚在挣扎的女海妖 在地上扑腾的好似上岸的鱼 蓝恩这一击席卷了几乎全部的海妖 彻底搅乱了战场上面的风流 形成了一片低空近飞蛆 除了一开始就在高空 连箭矢都接触不到的数十头海妖 剩下的竞数失去了战斗能力 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 不 还是有一头海妖例外的 那头被渔民们视为半神的梅露星 一盏最大的他本应该受到最大的影响 不过这魔物的智慧确实过人 在感知到风流变化的时候 就第一时间收起了翅膀团缩成球 凭借着尖石的鳞片在风暴中飘摇垂撞 虽然鲜血淋漓 但是却保住了一条性命 他在落地的最后一瞬间再次展开翅膀 虽然尚有渔风飞得摇摇晃晃 但是足够他再次一飞冲天离开战场 撕呀 尖利刺耳的声音响起 半空中转身玉桃的海妖听到首领的声音后 猛的一顿回头迟疑 惊恐不定地在兰恩和梅露星之间摇摆 不知道该不该克服内心的恐惧去拯救自己的首领 咻 一支长剑穿透了紊乱的风流 还在犹豫的海妖们忙不迭地四散逃开 悬停半空的梅露星轰然落地 金属箭头野蛮地撕开了他的翅膀 米尔瓦在长弓之上搭好第二支剑 为了珍惜兰恩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机会 他的第一剑出于保险没有射击要害 因为女射手吃不准金属箭头 在这种距离下能不能穿透对方的鳞片 将对方射落之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炮制对方 不过米尔瓦的第二剑没有射出去 因为他的同伴已经截足先登了 黑风踏踢而过 丝绸一般的鬃毛在风中飘扬 整个身体宛弱战车碾过战场 将失去了飞翔能力的梅露星 最后一次撞上半空 豪斯紧随而至 他手持狮手掌剑划出荧光 将整个上半身 好似风车一样摇摆起来 借助冲氏将利刃狠狠凿进了梅露星的脖梗之中 巨大的冲击力让剑士丛的双手微微一麻 但是他依旧竭尽全身再次发力 使劲一翘 猙獰的蛇手就冲天而起 在落地的时候 这颗蛇手变成了一颗极其美艳的头颅 翻滚几下 不动了 第245章 尤娜的请求 你刚刚为什么不帮忙 见到梅露星被队友斩首 米尔瓦直接调转方向 让叙事待发的箭矢刺刺穿不远处一头上在阵翅的海妖 随后 他一边重新搭建一边看向身后 那里正有一头巨熊帮他挡住寒风 新加入兰恩士群的随从 狂战士比尔 不知道是由于随从 面板将比尔的技能固化 还是他本身实在天赋异禀 在回到小石凯莉格岛之后 兰恩给比尔做了简单的测试 随后发现 他居然已经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狂战士变身 而且还能够保持理智 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但是在刚刚对战海妖的过程中 比尔却表现得十分色缩 在米尔瓦严厉的眼神中 眼前的巨熊发出一阵霹里啪啦的骨头脆响 显现出青年的身影 看着地上扑腾的海妖 他面色不忍 别的都可以 唯独他们 我不想伤害他们 米尔瓦轻则一声 却没有再逼迫这个新的同伴 他也是知道关于比尔的故事的 再加上在刚刚的战斗中 化身巨熊的狂战士帮他挡下了不少腐蚀魔的进攻 给他创造了不错的狙击环境 帮助也是巨大的 在不耽误公爵大人的要事的情况下 给这强大的同伴一点调整心态的时间也没关系 算了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他们 米尔瓦抬头 那里还有着敌人 刚刚那片海妖之云的声势浩大 很多海妖飞在连箭矢都触及不到的高度 虽然兰恩的那一剂法印将大部分的海妖全都打了下来 但是拥有十几头好运的海妖零星的在空中 看这些漏网之鱼的驾驶是要逃走了 这种数量哪怕是遗漏了也无伤大雅 只是米尔瓦一直跟着兰恩东奔西走 已经习惯了全间敌人露出一些余孽总觉得不爽力 不过米尔瓦的烦恼很快就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众人头顶的天空开始密布阴云 在哈尔玛与凯瑞斯身后保护的费托夫站了起来 项目首杖声长出根须 上面荧光闪烁 作为桥梁为自己的主人沟通着整座岛屿的力量 随后天上便有雷霆作响 暴风再次接踵而至 这次的威力没有兰恩的法印正面这么强 但是范围更大更加绵延不绝 刚刚直冲天空的海妖顿时遭了殃 巨大的双翼在混乱的风流之中东倒西歪 这些非空的生物对于天气的变化最为敏感 打着旋就朝着地面落了下去 海妖们并不是没有在暴风雨的海面上穿梭的经历 只是骤然变化的天后让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在下坠了一段距离之后 他们立刻震动双翅调整了回来 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距离地面已经近了 伊斯特冷眼吩咐自己的副官 吹号放箭 在兰恩的提醒下所有的弓箭手早就严阵以待 一阵令人耳膜发紧的崩弦声在战场上响起 力剑划破沉闷的号角组成了密实的箭雨 将这些怪物彻底覆盖 天空之上的雨滴还没有凝结完成 海妖们便已经扑速速而下 没有一头逃脱 石凯利格群岛的近海以后 应该不会再因为海妖的灾祸而烦恼了 费托夫睁开眼睛 长出一口气 在兰恩那一记令人折舌的法应过后 再配合着岛民在地上的收割 高空之上逃走的海妖其实已经不多了 便是放了他们离开以后 对岛上的居民也不会再是威胁 但是费托夫依旧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 他看向不远处 几具穿着德鲁伊长袍的破烂尸体倒在其中 自然之道 费托夫低声念叨 蓝恩的身体摇晃两下 只觉得脑子传来一阵剧烈的酸腾感和疲惫感 好似被莫斯萨克用向木手杖定在书桌前面 看了三天三夜的书没有合眼一样 好在战场上剩下的事情不用他来管了 自有士兵们上前倾脚已经不再成为威胁的怪物们 伊斯特大步上前 看着蓝恩略显苍白的脸色关切道 没事吧 蓝恩摇了摇头 正在说时 费莫托夫从一旁走过来 他应该是从来没有一次性释放过这么巨量的魔力 消耗有点大 冥想一会就好了 有着丰富医师经验的德鲁伊开口了 这才让伊斯特放下心来 一滴雨落到战场之上 随后立刻变得滂沱 这样的天气也压制住了腐蚀魔的爆炸 让士兵们消灭怪物变得更加顺利 不过这些地面上的怪物本身数量也没有多少 或许是因为寒冰巨人的移动速度太快 腐蚀魔们翻山越岭的跟不上 只有海妖们才能够及时到达 这对于乌德维克的村庄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费托夫看着战场中那些红色血肉冻结而成的碎块 对着蓝恩发出由衷的感叹 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还要再说一遍 莫斯萨克夸你的时候还是保守了 蓝恩 我之前还想着教导你成为天纵者 但是现在看来你已经自己误出雏形了 这种程度的风暴是很多成熟的德鲁伊和术士都做不到的 在没有仪式 没有咒语 没有其他魔力材料的辅助下 张手就释放出足够笼罩整个战场的冰霜风暴 强度还大到能够将正面的海妖直接冲成碎块 哪怕是费托夫也觉得自己开了眼界 我并没有杀死他们太多 蓝恩细细数了数 谦逊道 最多就几十头 多数都是被我的风暴打下来之后 再被士兵们杀死的 也就是海妖 换成别的怪物 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相较之下 您才是让我大开眼界的 蓝恩指了指天上的乌云 在释放了笼罩整个岛的天后魔法之后 费托夫依旧气定神仙 如果给他时间 谁也不会怀疑他能够再来一次 因为我是沟通了大自然的力量 让自然提供了我施展法术的魔力 因此也需要仪式 咒语 要一个队的士兵来守护我 很多时候 我们天纵者的能力 都是拿来在干旱的时候起雨 或者平息愤怒的海上风暴 德鲁伊摇摇头 蓝恩你也是魔员 对吧 但是 你对于魔力的运用 还是过于粗糙了 说到这里 德鲁伊突然顿住了 他又看了看战场中的碎块 轻笑一声 算了 或许你这样的运用 才是最适合战场的 士兵们已经开始进入 打扫战场和救援伤员的阶段了 蓝恩的侍从们 看到自己的侍主 似乎状态不对劲 率领着辛特拉骑兵们赶回来将他围住 蓝恩随即跪坐 在地开始冥想 恢复自己的魔力 寇格林姆用银剑将一头海妖的脑袋劈开 看着蛇躯转化为曼妙破碎的少女形体 颇为可惜地摇了摇头 恰好柯恩走到寇格林姆的身边 蛇派猎魔人指了指蓝恩的方向 朝着同伴感叹道 刚刚那骇人的冰雪风暴 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夸张了 说起来 柯恩你能不能 施旧学派的猎魔人 好似没听到同伴的搭话一般大步离开 去前方帮助受伤的平民了 蓝恩在闭目冥想 恢复魔力 伊斯特看到家族的士兵们 井然有序地开始救助灾民 维持秩序之后 也转头看向了自己一行人此行的最大目的 托达洛赫家族 金发的少女尤娜 在家族侍卫的帮助下解开铠甲 其中好几块钾片 在刚刚的战斗中已经变形 卸下之后就露出伤口来 那鲜血淋漓的样子 让护卫们一阵自责 但是尤娜自己却面不改色 可以看到 他裸露在外的肩膀上面有着结实的肌肉形状 上面有着不少灼烧 刀割的伤疤 显然他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家族小姐 他的手上还有一层后部的老茧 看得伊斯特暗自点头 托达洛赫家族的锻造技术独步群倒 看样子 哪怕是家族的女眷也有传承 然而 尤娜不等护卫们给自己处理伤口 就急匆匆地朝着伊斯特这边跑过来 伊斯特先生 不 陛下 看到伊斯特头上的铁王冠之后 他立刻联想到自己家族今天本来的行程安排 改过了称呼 我很抱歉 这里发生的一切 尤娜 伊斯特看到少女交集的表情之后安慰道 我们会全力帮助你们赈灾的 这次 大家也充分认识到了寒冰巨人的危险性 另外六大家族的军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 我们会帮托达洛赫家族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 尤娜在得到伊斯特的安慰之后 表情并没有变得平静 伊斯特迟疑道 说起来 我并没有见到哈罗德 尤娜立刻激动起来 陛下 我们等不及援军到来了 我的父亲被寒冰巨人抓走了 每多等一分钟他就愈发危险 我们要立刻去救他 伊斯特没有在现场没有看到托达洛赫的现任家主哈罗德 原本以为对方是死无全尸 或者更糟糕一些的情况 没想到现在居然得到了一个被寒冰巨人抓走的情报 从来没有听过寒冰巨人还会把人抓走的先例 他不由地愣住了 饶是尤娜说出被寒冰巨人吃掉了的话 他都更能够接受一点 请您相信我 这不是什么突遭重变而精神失常的疯姑娘的胡话 看到伊斯特迟疑的眼神之后 尤娜更加激动了 我之前从没有见过寒冰巨人 却绝对没有想过他居然有着智慧 回想到那个巨大的身影 尤娜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开始发颤 他不想要表现出恐惧 但是身体的反应压过了他的意志力 那个身影携带着暴风雪而来 而在走后暴风雪也随之而去 他高大的身影宛若融入了群山 连天灾都似乎成了他傍身的仆丛 他有着人的形状 所以可以从肢体轻微地感知出他的情绪 他似乎很匆忙 让身后追随他的魔物大军都险些追不上 当时 所有人都如临大敌地看着那具比雪崩还要可怕的身体 唯有尤娜被护卫们簇拥着 准备逃跑的时候 瞥到了寒冰巨人的眼睛 那不是如同是个传说中的那个残暴 只知道破坏的怪物有的眼神 那眼神中是迷茫 而当尤娜回过身的时候 耳畔更是想起了宛若闷雷的巨响 就好像是有人通过喇叭在他的身边大喊 由不得他不听 那个声音喊的是 神 你的意思是 寒冰巨人说话了? 伊斯特不敢置信地反问道 尤娜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我不敢肯定 那或许只是和神英杰相似的吼叫 但是我可以确定 他不是那种只知道破坏的野兽 他是有智慧的 他来到我们这里 更像是在寻找什么 而不是单纯的破坏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尤娜又开始发抖 不然的话 那样的身体 加上之前漫天的海妖 我们根本等不到陛下宁的救援 寒冰巨人 已经在石凯利格群岛存在了千百年了 一直都是以凶残 野蛮的形象存在于传说中 从来没有说过话 但是当知道寒冰巨人可能存在语言能力之后 伊斯特如坠冰窟 语言代表了一种可怕的东西 一种比寒冰巨人能够号令海妖 乃至于其他魔物的能力 还要可怕的东西 智慧 要知道 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可是交流 寒冰巨人 他需要和谁交流 石凯利格群岛是还有其他地方生活着独眼巨人的 这些高大且刀枪不入的怪物 一直都是独居生活 领地意识极强 他们出现的地方都将变成无人区 他们是怪物 但是如果有了智慧 就有可能变成非人种族 单个个体都要靠着大军围剿的非人种族 我之前见过几次寒冰巨人苏醒的场景 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话 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做出破坏之外的行为 年长的费托夫看着伊斯特肯定了尤娜的话 但是这次的他不一样 费托夫参与过前半段的战斗 是亲眼见过寒冰巨人到来的场景的 尤娜说的没错 他确实没有一昧的破坏 也确实开口吐出了字 不管那是和神相近的英杰 还是寒冰巨人确确实实地说出了那个字 但是我们都要确认一个前提 寒冰巨人有了不俗的智慧 我走的时候 哈罗德还在带领家族卫视反抗怪物 回来的时候没有见到他 原本以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联想到寒冰巨人的反应 如果他不是当场死亡的话 说不定真的还活着 尤娜听到德鲁伊言语的肯定 眼睛中爆发出更加夺目的希望 恳切地看着伊斯特 伊斯特深吸一口气 我们只是先遣部队 是为了帮助拖达洛赫家族撤离 以及拯救村民而来的 500人散落到群山之中 是绝对对付不了寒冰巨人 看着神色再次变得激动的尤娜 伊斯特抬起手 画风一转 所以 我们只能够进去搜索 不会和寒冰巨人正面发生冲突 如果真的碰到了他 我们会立刻撤出来 只希望我们足够幸运 也希望你的父亲足够幸运 这毕竟是群岛七大家族之一的组长 是如今新登王位的伊斯特 无法视而不见的人物 要是在明知对方还有存活希望的情况下 见死不救 那么 伊斯特之前动员其他家族组长出兵时候的口号 都会变成空话 甚至有可能把一个中立的锻造家族 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 有着海上骑士豪气的伊斯特 本身也不是见死不救的人 但是我们还需要等一会儿 看着急切的尤娜 伊斯特伸手示意对方稍安勿躁 他指向了兰恩 我们需要先等他恢复状态 看着不远处朝着这边缓缓走过来的杰洛特 格德 寇格林姆 科恩 伊斯特说道 猎魔人们对于群山或许没有我们熟悉 但若是碰上了山里的怪物 甚至真的遇到了寒冰巨人 他们五个人会比五百人 甚至上千人的大军还要强大 第246章 兵巨魔的锅 在石凯利格的群山之中作战 若是正面遭遇战 几千人和几百人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差不了多少 如果是特殊一点的地形 甚至千人能够发挥出来的功效 反而不如几十人 伊斯特原本听费托夫复述了托达洛赫家族的危机之后 以为寒冰巨人已经到了平原 他打算用大军围杀这头怪物 所以才会召集其他家族出兵来支援 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寒冰巨人 没想到 现在这生于冰雪和群山之中的怪物又回到了山脉里 此刻普通的士兵若想要进山去围剿 那真的是去多少死多少 真的还不如几个猎魔人能够发挥的作用大 理论上来讲 现在最好的战法是用点诱饵或者其他的战术什么的 花些代价将寒冰巨人引出来 至于怎么引 用什么诱饵 那就需要兰恩的猎魔人们和项目之环的德鲁伊们一起集思广义了 总能够想出办法 可惜现在哈罗德偏偏被寒冰巨人抓走 还有着生还的可能性 伊斯特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见死不救 思存片刻之后 伊斯特留下了哈尔玛和凯瑞斯 让他们带着一小部分的救援部队继续打扫战场 也防止附近再有灵星的怪物 趁着自己等人离开之际 在袭击这里的伤员和灾民造成二次损失 而他自己则带着剩下的人深入山脉 寻找消失的托达洛赫家族组长 哈罗德霍兹诺特 在等待兰恩冥想恢复魔力的过程中 尤纳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 带着自己的护卫们冲进了家族的废墟之中 搜寻了半天 从挖出一把冷力的长剑来 这把剑的剑身好似一体的黄铜 颜色深沉 却又给人一种璀璨的明目之感 好似黄昏最后一缕刺目的夕阳 剑挤和剑饼很朴素 似乎是一柄半成品 还没有来得及在上面镶嵌宝石 雕刻花纹 但是凑近了细看 却能在上面辨认出细小的符纹 闪烁着微光 只是剑身本来的色泽过于深沉 将这些本该耀眼的符纹遮盖 这把炫目而又朴素的剑上 只有一处装饰 那就是 剑饼处被做成了图尔赛克家族 原顿徽章样式的配重球 这也显示出了这把剑的主人身份 尤纳郑重地 用双手把这把剑捧了出来 呈给伊斯特 传说中 汉姆多尔之子提尔在父亲的室以下来到小史凯利格岛 为了在岛上定居 他必须要杀死一头如同山岳一般的巨熊 所以他走进了史凯利格最深的洞窟里 以那里的地心火焰为熔炉铸造出了一把神兵 其刃风力道能将一根头发从中间竖着切开 强力道可以一击就砍下一棵百年老树 尤纳低下头将这把剑刚刚举起 当父亲知道您计划讨伐寒冰巨人 并且接到您锻造武器的委托之后 他就召集了全族的工匠锻造出了这把提尔之刃 希望能够帮助您斩下寒冰巨人的头颅 获得超越您祖先的荣耀 可惜当寒冰巨人袭击我们的时候 这把剑没有机会出鞘 尤纳顿了顿 深吸一口气 提尔之刃 是我们托达洛赫家族有史以来的最高杰作 请您用它救出我的父亲吧 不仅仅是伊斯特 此刻周围所有目光触碰到这把 提尔之刃的人都被黏住了视线 无法挪移 托达洛赫家族是不逊与矮人 诸如异族的顶尖驻剑师 锻造出来的钢剑绝对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 斩断一般的制式长剑 再加上有群岛德鲁伊帮助进行符文覆摩 这把剑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 是能够传承千年的至宝 虽然上面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符合身份的雕刻 但是对于群岛的国王 对于伊斯特来说 这恰是最好的状态 提尔之刃 伊斯特重复着这把承载了土耳赛家族祖先名号的长剑 手指抚摸过他的剑 郑重道 我一定不会让他蒙尘的 寒冰巨人不知道从何时起 获得了裹挟暴风雪而行的能力 对于行踪有着一定的掩饰 好在距离他离开的时间还短 队伍里面又有着整整五名猎魔人一起开启猎魔人感官 很快就发现了巨人留下的踪迹 顺着他们一路登山而上 哪怕之前已经因为围剿维尔卡人而深入过山脉一次 但是兰恩此刻依旧要惊叹施凯利格的险峻 施凯利格一半不到的土地是平原 而乌德维克岛更是七成以上都是山脉 里面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也隐藏着数量众多的魔物 有着人工痕迹的阶梯早就已经消失不见 众人此刻完全是在原始的山岩和小道之间攀爬 气温降低到零度以下 空气愈发刺骨愈发稀薄 停 前进一会之后 队伍最前端的猎魔人突然做出了禁止前进的手势 整支队伍立刻整齐地停下脚步 伊斯特带来的全是土耳赛克家族的精锐 入山之前也将部分指挥权下放给猎魔人们 所以士兵们对于杰洛特他们的提示相当顺从 当然 也是猎魔人们在这几次的和土耳赛克家族的并肩作战中 已经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敬重 饶使伊斯特没有命令 在指挥官不在场的情况下 说不定这些士兵也会自发地听从猎魔人们的建议 倒是队伍最前方刚刚做出了停止指令的杰洛特 心中突然生起一丝异样 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在领队的情况下 遇到这么另行禁止的士兵 杰洛特 怎么了 伊斯特上前 看着猎魔人蹲在地上 从地上粘起一撮尘土 积血覆盖其上 但是在表面被猎魔人清理干净之后 下面露出了一个巨大的脚印 泥土中还混杂着暗红的色泽 似乎是地上的一滩什么东西 被一个巨大的身影硬生生踩开一般 人血而且相当新鲜 寇格林母也凑上来 一双舌筒因为激发了猎魔人感官而微微发亮 我们已经接近了 格德打亮几眼 发现这些血液散发出来的性吸塑相当博杂 评价道 这里的血不值有一个人的 看样子 寒冰巨人在路上还绑架了不少其他的人质 伊斯特面色凝重的点头 我只希望真的是人质 这代表我们还有解救他们的机会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新的麻烦 一个声音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是科恩 几步之外 他也有了新的发现 诗旧学派猎魔人面前 也有一个巨大的脚印 但是除了人血混杂其中之外 还能够看到其他几个小得多的脚印覆盖其上 这几个脚印没有穿靴子 这在如此天寒地冻的环境里 是十分不合理的 更加不合理的是 这个几个脚印似乎缺了几个脚趾头 而且边缘没有正常脚掌那样圆滑的弧线 反而凸起一声就好像脚掌上面长的石头一样 巨魔 杰洛特斩钉截铁道 生存在这种环境的话就是兵巨魔了 还有 科恩蹲下来 看着周围还存在的一些细碎脚印 看上去就好像是半大少年的脚掌 但是脚趾的掌势弯折而扭曲 腐蚀魔 伊斯特蹲下来左右打量两下 他更擅长海战 对于这种山里野外的情形不太熟悉 能看出来他们的数量吗 大概离我没有多远 杰洛特不假思索 很近 或许在往前走一刻中就能够遇到 猎魔人化音刚落 山道上面顿时有上百把武器发出钢铁的铿锵声音 好在山间有风将这份声音卷走消失 原本就紧接着的士兵同时进入了战斗的状态 数量的话不好说 伊斯特犹豫一下 会不会像是之前的海妖一样 出现那种铺天盖地的数量 杰洛特摇了摇头 海妖的习性不一样 他们本身就是大族群在一起形成的巢穴 飞在天上聚集起来也方便 这头寒冰巨人 之前游荡周边岛屿的时候 说不定把附近的海妖都集中起来了 腐蚀魔没有这个机动能力 这山脉之中的地形也限制了他们大批的集群 或许会有十几头 但最多不超过五十 看着伊斯特稍稍缓解的面色 杰洛特强调道 但是腐蚀魔是会产生爆炸和敌人同归于尽的魔物 造成的杀伤会是其他怪物的数倍 尤其在群体作战中格外强势 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兰恩不如其他猎魔人们擅长追踪 暂时没有通过脚印辨别出来怪物本体的能力 刚刚一直和伊斯特一起在一边听着这些老前辈的分析 此时他出声疑问道 那如果把他们动起来 能不能缓解爆炸呢? 杰洛特掖了一下 想起了兰恩之前那夸张的阿尔德法印刺骨 我们之前没人尝试过 你可以试试 顺着这些痕迹 前方很快出现一个废弃的矿洞 矿洞巨大深邃 坚固的松木做成木架 彼此之间用粗力的麻绳固定支撑起天花板和侧壁 生锈的铁稿和矿物的废料散落在附近 不时还能够见到一根根断裂风化的骨骼 这里曾经是拖达洛赫的矿场 只不过 现在这里的资源已经消耗殆尽 于是遭到废弃 对于野外的魔物来说 这是上好的巢穴 不知道 现在正在被谁占据 地形复杂 好似珠网迷宫 没走几步侧面的岩壁 就悬挂有油布火把 这么多年 他们居然还能够被点亮 科恩和杰洛特用 易格尼法印 搓出火苗 将这些火把一一点亮 对于猎魔人来说 一瓶 猫 就足够他们在黑暗的环境中 畅通无阻 但是加上 史凯利格的士兵一起行动的话 光线就成为必须品了 不过这个矿洞并没有多狭长 不时还有另一边出口的冷风惯涌进来 很快眼前就豁然开朗 远比火把要明亮的光 让众人的视野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 也有着意料之内的粗广声音 从那散发光线的源头传了过来 肉 肉 伴随着沉闷的脚步声 一个沉闷的声音 好似在歌唱 汤 汤 这是一个大约2米5身高的巨大身影 肩膀宽阔的长度胜过身高 肚子好像孕妇一样圆鼓鼓 后背则好似顶着龟壳一般的甲皱 让身形勾搂 是巨模 冰巨模 与兰恩在凯尔默罕遇到的岩石巨模相比 这些冰巨模的皮肤表面要更加清白 表皮覆盖着的岩石上面还挂着碎冰 散发着滚滚的寒气 气质比起憨厚的巨模模一家 要争宁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们的数量也更多 足有五头 此刻 他们围在一口巨大的锻造炉边上 似乎把这用来野铁的容器当成了汤锅 架起大火在下面炖煮着什么东西 那口锅里面的东西多到盖子都盖不上了 索性开着翻腾 时不时有肉块被沸腾的开水溅出来 这个时候 就会有跳舞的冰巨模兴奋地冲上前抓住 将其塞进嘴里 小小人 小小人 歌唱的声音不停 肉汤 肉汤 跳着跳着 一头脑袋比身边的同伴大了一圈的冰巨模突然停了下来 露出了他这个物种不该露出来的忧郁眼神 小小人 肉汤 能不能 不给大鸽子 此话一出 正在跳舞的冰巨模们都停了下来 面色整齐地变得忧伤起来 一名头领模样的冰巨模狠狠一拳捶到大脑袋冰巨模头上 小小人 大个子给的 他沉闷地训斥道 不是冰模模的 只能喝汤 不能吃肉肉 冰巨模们 刚刚似乎选择性地忽略了自己并没有食物支配权的事实 此时被提醒了之后 就再也欢快不起来了 只是眼巴巴地围在锻造炉的边上 期待着里面在被沸腾的汤水 溅出来几块肉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盘根错节的矿洞的重要位置 有四五个涌道 连接着他们的地方 但是 此刻一头冰巨模的鼻子狠狠地耸动了几下 猛然朝着其中最宽的一条泳道看了过去 臭臭的味道 有小小人 更多的小小人 冰巨模的眼睛再次爆发出光芒 这次是他这个种族该有的争名 冰模模 自己抓小人人 肉汤 熬肉汤 在他们饥渴的眼神中 那泳道当先出来了两名琥珀色猫眼的猎魔人 然后是身穿铁甲全副武装的土耳赛克士兵 然后是另外几名身背双剑的猎魔人 然后是更多的土耳赛克士兵 越来越多 而冰巨模们的眼神也从惊喜 兴奋 争名 饥渴 逐渐转化为了呆滞 疑惑 惊慌 甚至开始了思索 蓝恩和一丝特面无表情地看着冰巨模 以及他们背后那口正在沸腾的铁锅 冰巨模们的话语在刚刚被他们一丝不插地听了进去 有诡异的香味从那口铁锅里面肆意地飘散出来 那是稀奇古怪的坚果 草药 酒精 以及最重要的肉 多种复杂的成分混合熬煮 构建出一股微妙的芳香和酷似袜子的恶臭混杂在一起 只叫人想要作呕 咕噜 一声 汤水沸腾 将一个肉块冲出来砸在一头冰巨模的脑袋上 对方展现出了与体型完全不匹配的灵巧 头也不回地将这个肉块从半空捉了下来塞进嘴里 而蓝恩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因为那是一根脚趾 第247章 冰冰模和大个子 普尔赛克士兵们在离开咏道的第一时间 就在这个宽阔的洞厅中间排开了阵型 刚刚在隧道中传出去老远的声音 和此刻山洞中诡异的气味 更是让他们第一时间做出了战斗的姿态 伊斯特的眼角抽了抽 那是那压抑不住的怒火 石凯利格的新王大吼道 放箭 对付巨模这些有着坚实假套的魔物 最好的方法是盾机 用战锤 如果还能够加上马匹奔驰的冲击力 就更好了 实在不行 让几个人用尽了油的粗网一罩 然后让士兵围上去早也行 甚至用盾牌去拍来制造眩晕也可以 至少比现在士兵们手上拿着的长剑和短斧效果要好 实在是伊斯特带出来的这几百人 实在过于匆忙 他们日常接受的训练也都是与人争斗 而不是对魔物特攻 此刻用剑与覆盖来试探 反而成了最好的选择 而洞穴中的五头巨魔 在听到伊斯特的命令之后 第一时间好像刺猬一样把身体团成了团 只不过附着在他们身体表面的 不是刺猬一般的生物角质 而是实打实的尖兵和岩石 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精断的箭头和厚重的冰岩不断碰撞 发出了好似断铁的脆响 米尔瓦在兰岩的身后奋力拉开他那张夸张的长弓 在一阵令人牙齿发酸的崩弦声中射出流星一般的箭矢 叮叮 整个箭头直接埋进了冰巨魔皮肤表面的岩石层中 箭杆则承受不住巨大的反作用力直接从中爆炸开来 让冰巨魔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但是他没有发出惨叫 显然并没有触及到血肉 米尔瓦撇了撇嘴发出切的一声 再次拉弓企图找出冰巨魔背上冰岩连接之间的夹缝造成实质性的杀伤 而这些冰巨魔虽然思维迟钝 但是作为捕食者的反应却是极快 在没有寒冰巨人存在的情况下 他们本就是食物链的顶端 而寒冰巨人的出现又让他们复苏了趋利避害的能力 此刻面对这么多数量的人类士兵 危机感早就盖过了饥饿感 所以这些冰巨魔选择了最直接的策略 跑 他们直接保持住团成团的石块状态 咕噜咕噜地滚了起来 这个洞厅连接着几条不同的涌道 他们也兵分数路 只求逃生 他们的举动用文字描述似乎有些滑稽 但是只有真正面对这些冰巨魔的时候 才能够感觉到那害人的恶声势 一块比人还要高的巨大石头 以战车的速度翻滚 裹挟着的巨大力量 绝对不是凭借人类的力量可以阻挡的 以人类的力量 士兵们早就分散开来 弓兵继续传射 盾尉负责堵住那几个涌道 防止敌人逃跑 他们面对着声势惊人的兵巨魔 只觉得他们一起连城门似乎都可以撞开 但是他们面对着敌人一步不退 只是将手中的长盾尖端用力凿进掩尼 企图以人为强阻挡敌人的步伐 正当他们表情坚决地企图迎接冲击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紫色光环魔法阵 突然在整个洞厅里面延展开来 对于人类士兵 这个法阵不过是增加了一点视野的光线罢了 但是对于这些兵巨魔来说 这却是催命符 令身体质色的魔法转瞬之间攀附上了他们的身体 下一秒他们声势惊人的翻滚就变得齿色 紧接着就有赤白色的闪电打在滚动冰岩球的侧面 蛮横地将他们前进的路线改变 身体一歪就砸到了一旁的岩壁上面 亚登法应 魔法陷阱 呜 有两头巨魔晕头转向的微微打开了岩壳 而紧盯战场的弓箭手和米尔瓦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弓箭极数一般划破黑暗 转瞬就把这些兵巨魔变成了真正的刺猬 只不过他们的刺掌在正面 骇人的惨叫声在洞穴里面开始回荡 让剩余的本来就头昏脑胀的巨魔紧了紧身子 企图当一个缩头乌龟来躲避伤害 这样确实能够挡住他们平日里遇到的那些野兽的利尺 也足够挡住人类的刀剑 然而群岛的士兵退了下去 杰洛特和科恩围住了一头 两人都是左手掐印右手持剑的驾驶 施就学派猎魔人使用 伊格尼法印开始克制而持续地喷射火柱 制烤着团成一团的兵巨魔 而白狼的左手则开始散发微微的白光作为预备 只等兵巨魔承受不住炽热露出头颅 寇格林姆和格德围住了一头 蛇派猎魔人掏出了一个装着毒药的炼金瓶 朝着冰岩的缝隙里面开始倾倒 不时冒出危险的绿烟 熊派猎魔人给自己刷了一层昆恩法印 然后死死按住了开始颤抖的兵巨魔 反而不希望对方此刻舒展身子 而兰恩则站在了最后一头巨魔的身边 高举狐女之见过头顶 金光翼翼好似举着一根金色的火把 开始肆无忌惮地蓄力 几个呼吸之后 熬的一声 被蛇 熊包围的兵巨魔最先撑不住 在一阵滋滋的腐蚀声中 整个冰岩球剧烈地开始颤抖起来 但是这个巨大的石块 却被格德死死按住无法舒展开来 直到格德感觉不到对方的挣扎了才放手 让枕头巨魔好似烂泥一样瘫软开来 随后是贝狼 施旧炮制的那头巨魔 他在好似烧烤一般的火焰灼烧下 大吼着挥舞拳头挣扎 却被两名猎魔人灵敏地躲过 杰洛特左手捏起的 亚克西法印 下一秒就入侵了兵巨魔的大脑 随后两柄银剑分别穿透了他的胸膛和脖梗 至于兰恩 他手中的虎女之剑越来越亮 让整个洞穴变得好似露天被阳光直射一般 伴随着一声低贺 那长剑上面的符文终于闪耀到了极致 一直紧紧盯着这把传说中的武器的群岛士兵 只觉得视野都短暂地花白了一下 只觉得空气中似乎有风被撕开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士兵们只见到那头坚硬到 或许要弓成锤才能够敲开的巨魔 外壳已经好似夹心馅饼的面皮一样 被利落地分成了两半 露出了其中令人作呕的血肉 而顺着兰尼斯特公爵挥剑的方向 兵巨魔身体下面的兵泥 距离兵巨魔五不开外的岩壁 也都留下了深深的剑痕 好似刚刚有个看不见的巨人 站在公爵的身后 替他挥出了这一剑 看着兵巨魔的尸体 兰恩轻轻叹了一口气 从刚刚巨魔们应对士兵们的举措 就能够看出来了 这种怪物在没有专项应对措施的情况下 面对哪怕十倍余己的凡人士兵 兵巨魔进攻绝对可以给这支队伍造成不小的损失 尤其在矿洞这种崎岖的地形 可能最后人类一方都没有办法全歼对方 以至于让他们逃脱 哪怕辛特拉已经有了岩石巨魔巨魔魔一家 兰恩对于这种高级战斗单位的态度也是多多益善的 可惜这些兵巨魔已经做出了不能够原谅的事情 那就只能够请他们变成炼金材料了 正好给兰恩身上的炼金药剂进行补盲 他还从来没有巨魔尖药呢 说起来 虽然兰恩热衷于收集各种魔药和尖药 但是真正战斗时候 需要用到的时候却很少 目前为止似乎也就两次 当初以凡人之躯搏杀施救的时候喝过一次 在凯尔莫罕猎独眼巨人老毛头的时候喝过一次 拍手将巨魔的尸体收尽 物品兰 兰恩的视线偏转 看向洞听中间那口被高造成锅炉的巨大锻造炉 里面还在向外面散发出诡异的香味 有人想要靠近那口大锅 但是脚不愁愁 有没有可能 寇格林姆看着大锅欲言又止 哪怕无伤地解决了这些兵巨魔 但是在场没有一个人露出哪怕一点喜色 因为寇格林姆话里 还没说出来的意思 也是大家此刻脑海里面的猜想 有没有我们要救的人就在里面 那个托达洛赫家族的族长 已经变成肉汤了 伊斯特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脸色已经不能够再难看了 哈罗德作为七大家族的族长之一 以这种屈辱的方式死去 任何一位岛民都不能够接受 而且 这也意味着 伊斯特他们这次行动的彻底失败 连见多识广的猎魔人 见到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迟疑 不想接近 最后还是 伊斯特秉承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心态 命人上前去整理那口大锅 哪怕他们要寻找的哈罗德族长不在里面 将岛民的蚕食收敛 给予一个体面的葬礼也好 而兰恩思索片刻 走到被蛇派猎魔人毒翻的兵巨魔旁边 这头兵巨魔因为毒药奄奄一息 尚有一息 兰恩觉得这头兵巨魔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因为经过反复的大脑检索 他此刻终于回忆起了一些前世 关于托达洛赫家族的信息 在前世的游戏中 托达洛赫家族已经因为寒冰巨人的缘故 已经名存实亡 基本可以判定灭族了 因此在游戏里面出场不多 兰恩也不熟悉 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细细回想 哈罗德族长在后世其实还是活着的 兰恩记得 他是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死去的情况下 被寒冰巨人俘虏 被寒冰巨人以各种诡异的肉类续养 等玩家在任务的进程中发现哈罗德的时候 这个男人已经精神失常到和死人兴致勃勃的对话了 而寒冰巨人绑架哈罗德的目的只有一个 造船 是的 造船 谁也不知道寒冰巨人为什么要抓一个家族的族长给自己造船 但是怪物这个奇妙的举动最起码让这个大家族的家主活了下来 只是现在兰恩知道自己的到来产生了蝴蝶效应 上古之邪引发的天球交汇提前唤醒了寒冰巨人 导致现在的情况出现了偏差 虽然寒冰巨人依旧如同未来一样将哈罗德族长抓走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此刻的他究竟是要让哈罗德造船 还是单纯的想要吃了对方 看着伊斯特他们难看的脸色 兰恩只希望哈罗德族长的事件线能够如同未来的一样 兰恩指了指地上还在抽出的中毒的冰巨魔 朝着寇格林姆问道 你能够让他恢复意识吗?寇格林姆愣了一下 似乎在思考兰恩为什么要把一头注定要死的冰巨魔唤醒 我想问问他是否知道哈罗德的踪迹 是不是真的把哈罗德丢进了锅里 兰恩主动解释道 寇格林姆的眼睛猛然亮了一下 你呃,展示那个了吗? 就催眠魔物那个 我听格德说过你之前把一头受诅咒的狼人给催眠了 让对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寇格林姆入队很早 但是对于兰恩催眠魔物的技能展示实在没见过 毕竟以前也很少遇到需要展示这个技能的场合 兰恩看着突然爆发出热情的蛇派猎魔人 抽出着眼角点了点头 寇格林姆立刻爆发出了强大的热情 在身上的炼金背包带一抹 就取出了一个炼金陶罐 轻轻在中毒冰巨魔的血盆大口上面滴了几滴 毫无反应 寇格林姆想了想 索性直接把瓶口堆进去 咕噜咕噜把一整瓶药剂都灌了下去 很快兵巨魔的身体就开始剧烈地抽搐起来 巨魔一族都有着强大的自愈能力 常人哪怕费尽千辛万苦 突破了他们的坚硬的外壳和韧实的表皮造成了伤势 只要不致命也能够很快恢复 作为代价 兵巨魔极快的新陈代谢让毒药可以迅速地传遍全身 可以说蛇派猎魔人的手段天克巨魔 现在再给兵巨魔用解药其实也是回天无力的 就这么短短的一会已经足够让蛇派的毒药给他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势了 但如果是回光返照一般让兵巨魔短暂的恢复意识 寇格林姆还是可以做到的 兵巨魔那覆盖着坚硬冰年的丑陋脸庞抽出了一下 模模糊糊地张开了双眼 视线之内除了一只泛着乳白色光芒的左手别无他物 亚克洗法印 魅惑术 或许是由于心叠加了女夜魔的天赋 眼前这头本就不太聪明的兵巨魔很快就变得神色恍惚起来 而兰恩也感觉到自己消耗的魔力比平时少了一大截 很轻松就让兵巨魔进入了催眠状态 猎魔人们都好奇地凑了上来 除了格德以外 他们都没有见识过兰恩催眠魔物的本领 兰恩左右瞟了两眼 不理会这些家伙 按照惯例 深吸一口气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 你的名字 出乎意料的兵巨魔毫无反应 只是继续用那种迷茫的眼神看着兰恩 尸童猎魔人不由得眉头皱起沟壑 怎么回事 以以往的经验来看 催眠到了这种程度 应该足够让对方有温必达了 围观的猎魔人们对视一眼 杰洛特突然对着兰恩说道 或许是你问问题的方式不太对 问问题的方式 白狼点头 兰恩你应该这么说 你 兵嬷嬷 名字 兰恩愣了一愣 有道理啊 因为杰洛特并不是法印的施展者 所以兵巨魔对于他的话并没有给予反应 而当兰恩附述过一遍之后 兵巨魔呆滞的眼睛终于转了转 大口开始磕磕碰碰的往外蹦字 是 兵兵魔 不是 兵魔魔 很好 终于可以交流了 虽然内容有点怪 但是不重要 兰恩绞尽脑汁回忆巨魔的语法结构 含兵巨人 不对 大个子 给兵兵魔 小人人 兵巨魔呆滞的点头 早上 大个子回来丢给兵兵魔小人人 伊斯特此刻也围了过来 面色紧张地看着兵巨魔 希望从他的嘴里听到好消息 小人人里面有没有大胡子 老的 身上有图案呢 兰恩尽可能地描述着哈罗德族长身上的特征 一个灰色大胡子有纹身的中年男人 小人人 都是大胡子 有图案 兰恩头疼地择了一声 但是兵巨魔接着又补充道 一个大胡子小人人 大个子不足 不乖 敲一棒 人后面了 伊斯特的眼睛亮了起来 连忙示意兰恩继续追问 不足的小人人在哪 兵巨魔伸手指向洞窟伸出的一条涌道 里面漆黑一片 伊斯特连忙让大部队原地休整 带着兰恩等人 就朝着漆黑的涌道里面冲过去 他们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被催眠的兵巨魔眼神恍惚地瘫倒在原地 蛇派猎魔人的毒素依旧在持续地摧残着他的身体 大个子 不煮小人人 回来找小人人 其他小人人 只能煮 不能吃 兵兵魔 扑斥一声 托尔赛克家族士兵的长剑猛地刺进兵巨魔的胸腔里面 他们刚刚整理完锅炉里面的肉块 双目通红 似乎是觉得不解气 这名士兵又狠狠地在剑柄上面踩了一脚 直到长剑的剑尖偷到后背 被尖石的石块挡住 再不能寸进 呸 怪物 第248章 准备开始石凯利格真正的BOSS战了 这条永道窄小而阴沉 兰恩等人一进去就感到有阴酸腐臭的味道扑面而来 在行进的过程中 他们还时不时会采到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 角落散布着大堆骨头 麋鹿 雪兔 狼 甚至是人类的颅骨 腿骨 和别的骨头 这条永道没有连通外界 里面的空气浑浊不堪 显然是被兵具魔们当成了好似仓库一般的存在 而这些骨头则被他们作为收藏或者装饰品 此时 这个仓库里面只有一个活人 哈罗德 伊斯特惊喜地叫出了这个活人的名字 众人千辛万苦寻觅的哈罗德族长倒在一堆骨头上面 就好像一个被随意堆放的麻袋 他有着灰色的头发和大胡须 胳膊和背上有家族图腾和野兽的纹身 身材异常强壮 尤其是那一对好似铁断的打铁胳膊 只不过 此刻他的头发已经被泥土和冰茶子凝成了一缕一缕 大片的血痂也已经几乎覆盖了他全部的纹身 看上去凄惨至极 立刻就有土耳赛克护卫大步上前 扶起被绑架的托达洛赫家族领主 开始小心翼翼地查看他的情况 半晌后 他们朝着伊斯特轻轻一点头 还活着 护卫判断道 伊斯特长舒一口气 另有懂得战场急救的护卫 继续给哈罗德简单地进行身体检查 判断对方是否有什么严重的伤势 及时进行处理 以免搬运回去的时候造成二次伤害 但是只要人还活着 一时半会死不掉 那就可以带回项目之环救治 实在不行 还有兰恩 伊斯特是放心下来了 这次进山的任务完成 就出了被魔物绑架的大家族组长 而且还很幸运地没有碰到寒冰巨人 甚至没有一名士兵有伤亡 一切都顺利到不可思议 也就在士兵们查看状况的时候 哈罗德的眼皮突然颤抖了几下 发出声音 是谁 伊斯特 是我 你得救了 伊斯特蹲下身子 看着脸上还残留着恐惧的中年人安味道 哈罗德眼神迷茫 而畏缩地打量周围两眼 丝毫没有因为伊斯特的话而放松下来 伊斯特 他再次重复问题 是我 伊斯特十分有耐心地继续说道 同时用眼神示意着周围的护卫 把哈罗德扶起来 准备离开 不 伊斯特 你不该来的 哈罗德突然淒厉地惨叫起来 你不明白 那头怪物 寒冰巨人 你不明白他现在的样子 没关系的 哈罗德 伊斯特轻声道 我们没有碰到寒冰巨人 之后 七大家族会联合出兵一起剿灭对方 无论是什么样的怪物 都没有办法和整个施凯利格为敌的 他们抬着哈罗德往回赶 阴暗地涌到狭而长 最前端的士兵高举着火把 却依旧驱散不了雪山中 如复古之躯的寒冷和阴霾 哈罗德神志不清 在搬运的过程中一直半梦半醒 但是突然之间 他好似被噩梦笼罩 不 他会回来的 伊斯特 你还要再快一点 哈罗德惊恐地惨叫着 话音未落 前方突然传来爆炸的声响 众人的眼神猛然一凝 后方驻守的部队出事了 兰恩和伊斯特对视一眼 猛然加快脚步 很快就有火光从前方出现 凌乱地喊杀声 顿时传进众人的耳朵里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有源源不断的魔物 从四面八方的涌道中 朝着驻守的图尔赛克家族侍卫们涌了过来 包围过来的 只有一种魔物 它们的身形好似水鬼 但比水鬼更加恶心 脑袋上长满沙皮狗一样的臃肿褶皱 形成一副皮肉冬帽 脑后 肠子一样粗大的稀疏毛发 随着跃动乱晃 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肌溅和筋膜 连接成了一副血肉外壳 牙间齿利 猙獰的外貌令人心里发寒 腐蚀魔 之前在支援托达洛赫家族的时候 图尔赛克士兵们就遇到过这种怪物 不过那个时候 他们的数量很少 似乎寒冰巨人进攻托达洛赫家族 属于临时起义 没有花多少时间集结自己能够号令的魔物群体 所以只有机动性极强的海妖全部跟随 结果他们被兰恩配合着士兵和德鲁伊全歼了 而腐蚀魔因为手脚短小不便翻山越岭 所以没多少数量参加之前的战斗 但是此刻他们显然是有巢穴在附近的 因此聚集了大批的数量朝着在此地的图尔赛克士兵围剿过来 前方盾位组织阵型 不要近战 用弓箭 伊斯特不在 他的副官接过了指挥拳 之前有过和腐蚀魔厮杀的经历 他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窍门 兰恩的速度最快 此刻已经到了洞口 听到副官的命令之后不由的亡魂大冒 不能放箭 这里是矿洞 兰恩高喊道 腐蚀魔太密集了 只要他们中的一头被引爆 立刻就会引发连锁爆炸 这里会塌方的 兰尼斯特大人 正张弓搭建的士兵们顿时迟疑了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好在兰恩第一时间给自己刷上一层 昆恩法印 随后金光一闪 出现在队伍的最前列 张开左掌捏出 阿尔德法印刺骨的手印 我们找到哈罗德了 所有人朝着来时的方向撤退 伊斯特此时也从勇道中奔出 高声命令自己的部队 这里交给兰恩 众人来时的勇道是最宽敞的一条 也是唯一没有涌现出腐蚀魔的一条 他们一路过来都有做详细的侦察 防止退路被堵 是确定可以安全撤离的 得到国王命令的士兵们没有一个人意 立刻井然有序地开始退出矿洞 兰恩深吸了一口气 虽然他一马当先 但其实他心里也没有底 不知道用刺骨的暴风雪 将这些腐蚀魔动成冰块之后 能不能够杜绝他们的爆炸 不过哪怕不行也没有关系 兰恩并没有打算杀死这些腐蚀魔 只是计划 控制用自己的魔力持续而稳定地喷射风暴 以这些腐蚀魔的体型足够将他们击飞 拖延他们的步伐 毕竟腐蚀魔他们在这种地形实在太致命了 其他猎魔人们显然也注意到了兰恩的打算 一人堵住一条涌道 同时掐出首饰 准备为军队的撤离拖延时间 阿尔德法 哄 黎兰恩最近的一头腐蚀魔毫无征兆地爆炸了 冲击波和掀起的石块砸在兰恩护身的昆恩法印 上面掀起阵阵的波澜 而在这头爆炸的腐蚀魔身后 有好几头魔物被同伴爆炸的冲击波掀翻在地上 紧接着他们的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开始抽搐 恶心而臃肿的身体 好似一个劣质的气球一般开始不断地扭曲 开始不规则地膨胀 好似有好几条气体留住在他们的体内横冲直撞 兰恩的心下一片冰凉 他很确定自己刚刚没有对腐蚀魔做出任何的攻击性行为 但是那头腐蚀魔就这么爆炸了 而眼前还有更多的腐蚀魔要紧随其后 轰轰轰 与此同时 其他的涌道里面也陆陆续续地传来爆炸的声音 全速前进 伊斯特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知道一定出现了意外 连忙命令士兵带着哈罗德全速离开矿洞之后 他亲自带着护卫队断后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兰恩不断地后撤 剧烈的爆炸已经冲断了好几根用来做支撑的横梁和松木立柱 另外四名猎魔人也都已经退出了各自守护的拥抱 里面不断有颜快砸下来 不对劲 这些腐蚀魔很不对劲 寇格林姆大喊道 我根本就没用法印 也根本没有碰到他们 但是他们就这么当着我的面包炸了 我猜你们也是一样的情况 科恩面色凝重地听着周围隆隆的声响 看着不断扑速速落下的严陈和石块 难道这些腐蚀魔之前就已经受了重伤 强撑着走到我们跟前才引爆 他们倒是不担心自己 知道兰恩随时都可以用那独特的上骨之血离开矿洞 并且将他们召唤出去 不对 我没看到这些怪物的身上有伤痕 哪怕有 也没有致命到这种程度 格德否认了两个同伴的猜想 他们更像是自己引爆的发动自杀性的袭击 只为了引起矿洞的塌方 格德抬头看着愈发颤抖的矿洞 是一众人聚集到一起 准备要撑开 昆恩法印 紧接的防护罩了 最先离开的土耳塞克护卫 已经带着哈罗德离开矿洞了 他们吹起号角 报告着此刻的情况 让伊斯特的面色烧尽 这些腐蚀魔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符合生物生存的本能 杰洛特深吸一口气 一个猜想涌上心头 他面色凝重地回答 除非有一个不容智慧的存在 命令他们这么做 众人的面色齐齐一变 群山之中有这个能力的 还有谁 答案只有一个 寒冰巨人 那么 寒冰巨人 为什么要命令这么多的腐蚀魔 在这个时候来到矿洞里面 发动自杀性的袭击呢 兰安瞳孔皱缩 朝着伊斯特大喊道 快让外面的士兵警戒 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 伊斯特的副官端起号角 然而还没等他吹响 一阵绝望的惨叫声 先一步从外面传了进来起来 狭长的涌道 将那声音困在里面 形成了回应 久久不绝 让尚在洞穴内的士兵们 握件的手 渗出冷汗 里面的震动愈发剧烈了 然而这一次的震动 却不是源自那些 因为爆炸而不稳的矿洞涌道 而是来自地下 好似脚下的大地 开始被人蛮横而有规律地撞击 梦想从众人护近的底端 不断传导到他们的各个感官之中 他们知道这是巨人的步伐 蓝岸眼中泛起亮翡翠色的光芒 他已经准备发动 传送将众人全部转移出去了 然而下一秒 他们的头顶突然传来一阵 宛若山崩的巨响 一个天窗被硬生生地 从岩壁上面凿了开来 外界不是晴天 没有亮光 只有寒冷的空气和拳头大的冰力 从那个空洞往里面惯用 一张粗犷 丑陋野蛮的头颅带着一张脸 出现在空洞的地方 那个头颅巨大 坚硬 布满了好似岩缝一般的褶皱 上面有着冰冷的色彩 一缕棕红色的头发 从那褶皱中生长出来 好似山顶的枯木 那头颅上面的那张脸五官扭曲 眼距极大 鼻子短而粗 血盆大口中 牙齿交错不齐 猙獰 凶残 是这张脸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但是此刻 这张放在所有油画 插图之中 都可以吓哭小孩子的脸上 一双眼睛 却透露出了极其不协调的神采 那是迷茫 这迷茫的眼神 往洞厅里面张望了一下 吐出一个字眼 神? 伊斯特 杰洛特咽了一口唾沫 不由的声音有些发颤 你们史凯利格的巨人 是这么大的吗? 正常在玄冥中 带上巨人二字的魔物 比如独眼巨人 实际上不过五六米的身高 就到顶了 但是 就寒冰巨人出场的效果来看 这头怪兽的身高 绝对是十米往上的 属于肩膀上面能够站着大汗 常人跳起来 只能够打到对方膝盖的级别 不 我曾经见过诗歌里面关于他的描述 他应该是没这么高的 伊斯特喃喃自语道 他是 又变大了 看着那张突然出现的巨脸 兰恩身上的翡翠色光芒 渐渐熄灭了 因为 在那寒冰巨人的手上 赫然抓着一个人 哈罗德 伊斯特的脸顿时阴沉下来 他能够猜到 自己刚刚撤离出去的部队 经历了什么了 就在众人因为寒冰巨人的出现 而静怡不定的时候 寒冰巨人也在透过自己开出来的天窗 朝着洞穴内部大亮 他迷茫的视线接触到了伊斯特 随后凝聚到那顶铁王冠上面 他看了看自己手中已经昏过去的哈罗德 又看了看伊斯特 口中再次吐出那个字眼 神 下一秒 在伊斯特惊骇的眼神中 一束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橡木 将哈罗德牢牢包裹住 不断地生长 变形 最后形成了一个木质的棺材 紧接着寒冰巨人血盆大口一张 就把哈罗德连带着整个橡木棺材吞下了肚子 他狠狠捶了捶脖子和胸膛 狠狠咳嗽两声 好像被噎住了 他捶泪自己身体巨大的响声传出来老远 听到的人无不怀疑那力道足够碎裂岩石 做完这一切之后 寒冰巨人的身边似乎有什么气势猛然鼓了起来 只见他就这么从那个洞口将手伸了进来 而目标是伊斯特 护卫们全部聚集到自己国王的身前 哪怕面对的是比他们人还要大的手掌 哪怕他们握着武器的手不住地颤抖 但是他们也要誓死守卫自己的国王 好在下一秒 熟悉的金光一闪 兰恩出现在半空之中 凭借着强大的腰腹核心力量做到短暂的滞空 兰恩将手中的狐女之剑高举头顶 在短暂的蓄力一个呼吸之后 当头展向寒冰巨人的手腕 当 枪 好似金铁交机的声音在洞穴之内响起 砰的一声 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众人定睛看去 原来是一幅由兽骨制作而成的护腕 只是这护腕的大小实在超标 给一般的人用来做假咒都足够了 这是寒冰巨人的护腕 这巨人有着惊人的智慧 已经开始学会使用工具 乃至于制造简单的防具 虽然这防具的防御力或许还没有寒冰巨人本身的皮肤坚韧 兰恩砍开了寒冰巨人的护腕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由 怒气爆发 蓄力过的长剑足够烈石断铁 一副骨头做成的护腕 没什么大不了的 问题在于 兰恩伤到寒冰巨人了吗? 没有 师同猎魔人在半空中倒飞而出 巨大的反作用力从巨人的手腕顺着长剑传导到他的身上 此刻兰恩不觉得自己是有系统的猎魔人 反而感觉好像在刚刚穿越之时拿着制式长剑硬批城门一样 他的双手都微微产生了苏麻 背后另外一把黑魔法弯刀在此刻亮起火焰 哥特长裙的画中 魂灵一瞬间显现出身影 在倒飞而出的兰恩撞到岩壁之前将其接下 使他安稳落地 神? 寒冰巨人的手腕上面留下了深深的伤口 然而 鲜血还没来得及从里面一出来 那伤口周围的皮肤就开始迅速地收紧 仅仅留下一道划痕一般的痕迹 深深的伤口是对于人类来说 而那伤口对于寒冰巨人的体型估计也就刚刚破皮 但是哪怕没能见血 蓝恩的攻击也让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受过伤的寒冰巨人出离愤怒了 他怒吼着身边原本凝聚着的气势猛然达到了一个顶峰随后倾泻而出 时至今日 蓝恩已经有能力分辨出来 寒冰巨人身边萦绕着的是魂厚的自然能量 所有猎魔人胸前的徽章都剧烈地颤动起来 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 牙间的狂风开始咆哮 山顶的鸡血不再压抑化作浪涛席卷而下 蓝恩他们所处的山洞开始彻底坍塌 跑 蓝恩大吼道 第249章 一个叫伊斯特的男人决定去死 当然没成功 狭长的隧道口 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像捏扁的罐头一般被扔在地上 印着土耳赛克家族文章的盾牌 好似饼干被击碎 散落在各地 一头巨人正在咆哮 好在寒冰巨人似乎不是抱着杀戮的目的 袭击的这支队伍 或者说在他的眼里 有着更加紧急的任务要去完成 不然 这支数百人的队伍 此刻已经要死伤大半了 人类士兵惊骇地看着那个趴在山崖上面 硬生生给矿洞外面凿出一个天窗的巨大身影 不断地射箭骚扰对方 然而 金铁铸造的箭头 刻在那身体上面不够能留下点点白印 最多加一点划痕 除了激怒对方 再没有其他的作用 如果不是还有兰恩在矿洞里面 吸引了寒冰巨人大部分的注意力 此刻这怪物就要掉头回来 让这些士兵付出代价了 而除了骚扰寒冰巨人的士兵之外 更多的战士在矿洞里面协助指挥 让来不及撤出来的同伴加快速度 矿洞就要塌了 而他们的国王还在里面 突然 一股风暴从矿洞里面席卷而出 强大的冲击力 让穿着厚实盔甲的士兵们 也不能够豁免 凌空将这些士兵 全部从矿洞里面推了出来 滚地葫芦 一般在地上暴作一团 这种程度的冲击力 就只有兰恩的 阿尔德法印 魔力爆发 才能够做到了 而和兰恩相处了这么久 这些土耳赛克家族的士兵 早就知道这一点 巨大的风流 好似背后加了一个推进器 让他们终于在矿洞彻底坍塌之前 全部撤出 士兵们的惊呼中 还夹杂着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显然有不少人 因为这一记风暴受了伤 但是 比起被他方眼埋 这个结果 简直不能再好了 伴随着轰隆声音联响 仿佛地心深处有凶兽在咆哮 矿洞里面的横梁 终于彻底支撑不住 寸断碎裂 土耳赛克士兵们 只觉得不远处的山斗好四王里面 猛然缩了一截 刚刚爬起来的人再次东倒西歪地趴在了地上 陛下 伊斯特的护卫队淒厉地大喊起来 他们没有在刚刚出来的人群里面看到自己的侍主 好在下一秒 金光一闪 兰恩突兀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没等士兵们上前询问 又有树团亮翡翠色的光团在他的身边膨胀开来 格德撑着巨大 昆恩法印 防护罩的身影从中显现出来 他的身边是其他的猎魔人同伴 还有伊斯特 虽然在兰恩的帮助下 劫后余生 但是伊斯特的脸色却没有丝毫的庆幸 他的护卫队有大半被掩埋在了矿洞下面 没有及时撤出来 凌冽暴风雪朝着众人扑面而来 将他们体表的温度带走 也让他们的心不断下沉 兰恩在这冰雪中感受到了充盈的混沌能量 显然是寒冰巨人特地改变了局部的天后 让自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战斗力 我们要走了 兰恩看着伊斯特还死死地盯着寒冰巨人的腹枪 显然群岛的新王是对于哈罗德耿耿于怀 我们只有不到五百 现在是四百 甚至三百的士兵了 兰恩强调道 救出哈罗德领主确实很重要 但是这不值得搭上您的性命 伊斯特沉默不语 不远处 还在从天窗巷内张望的寒冰巨人发现目标失踪 愣了一下 但是他很快朝着四周张望发现了伊斯特 随后在山崖之上如履平地一般朝着这边大步赶过来 他的目标似乎是我 伊斯特紧紧握着剑柄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生出了智慧 但是寒冰巨人现在对于大家族的族长似乎有着格外的偏爱 我知道你能带我走 兰恩用你的上骨之血 但我只有一个问题 伊斯特深吸一口气 缓顾此刻为了保护他组成阵型准备直面巨人的土耳赛克士兵们 你能带走他们吗? 兰恩沉默摇了摇头 不说给这数百人打上 传送 得标记要花费多少时间 一次性传送数百人要耗费的魔力 也不是他现在能够提供的 而如果没有兰恩 这数百名战士在群山间是绝对跑不过寒冰巨人的 那么他们的结果不说全军覆没 但是能幸存的也绝对不超过十个 那你回去吧 兰恩 伊斯特决然地说道 群岛的王不可能在勇士们为自己而战的时候逃脱 兰恩顿时急了 这不是追求岛民荣耀的时候 不 兰恩 这是必须追求荣耀的时候 伊斯特严肃地说 如果这个时候我抛下部队逃回去了 那么我的冥王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之前的努力就会全部白费 收拢各个家族联合出兵尼弗加德 为卡兰瑟报仇又会变成空谈 反而如果死在这里更好 你作为唯一有能力的人将情报带回去 然后带着另外几大家族的士兵 回来狩猎寒冰巨人为国王报仇 这才是符合岛民价值观和荣誉观的举动 布兰的妻子犯了大错 他不可能再成为国王了 但是你会在此之后 获得所有岛民的友谊和敬佩 不管下一任被推举出来的国王是谁 你的名望都能够超过他 甚至下一任国王的继位都要参考你的意见 而且你已经获得了大部分家族的友谊了 兰恩 我能够看出来 卢哥和珠塔对你是幸福的 加上布兰、克拉茨、多娜 哪怕没有我在 石凯利格的领主们也会很乐意出兵支援辛克拉的 寒冰巨人的身影越来越近了 众人只感觉自己似乎身处地震的边缘 巨人的每一次脉步都会让他们的身体发生一次震战 箭手们根本拉不开弓 只觉得在马背上都没有如此颠簸 伊斯特转过身去 对兰恩摆了摆手 所以你走吧 兰恩 带人回来 为我报仇 然后 再为卡兰瑟报仇 兰恩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没想到 伊斯特的想法已经变得如此极端了 这个男人的生存意志 在卡兰瑟女王死的时候也已经一并被掩埋了 他之所以还站在大地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复仇 因此 当他知道自己如果活下来会阻碍为卡兰瑟复仇的目标之时 他甚至愿意复死 然后用自己的死亡给兰恩作为垫脚石 成为兰恩的资本来获得倒民的认可和追随 兰恩不得不承认 从单纯的政治角度来看 伊斯特的分析是合理的 是正确的 却也是兰恩无法接受的 他环顾四周 看向跟随自己而来的裂魔人们和侍从 他的眼神太过坚定 哪怕不说话 也足够让人读出里面的意思 寇格林姆叹了一口气 别看了 你如果不走 我们也跑不了啊 科恩认可地拍了拍兰恩的肩膀 随后敬佩地看向伊斯特 这才是骑士之道 格德看着寒冰巨人有着恐惧 却也有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 而杰洛特沉默不语 只是上前站在了伊斯特的身侧 西里还在等你回去 伊斯特 白狼说道 所以我们不会走 至少不会就这么逃走 看着似乎想说什么的伊斯特 杰洛特抬手 在其他侍卫们看待大不尽的眼神中堵住了伊斯特的话 前段时间 我们刚刚杀死了一个独眼巨人 虽然这个蓝皮肤的大了很多 但是应该也不会难上多少 杰洛特虚着眼睛 你要相信猎魔人的专业判断 所以 兰恩接过杰洛特的话头 我们留下来 解决这头怪物 说到这里的时候 兰恩的眼前出现了一个 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的虚幻系统面板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惊艳蓝 那上面的树植在侍从们长久以来的努力下 已经快要到达满植了 但是兰恩在意的并不是升级 而是有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刚刚的山洞里面只是惊鸿一瞥 此刻众人才得以看清寒冰巨人的全貌 随后便被他身上 那与人类惊人的相似性震惊 一般的巨人类魔物 比如之前遇到的老毛头 最多是在腰间围一块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围裙破布 而寒冰巨人的身上却相对精致了很多 他穿着与自己发色一致的围薄和砍肩 肩膀上面系着骨头作为装饰 手腕用造船用的麻绳缠绕做成护腕 两条大腿上面更是用木板 帆布、骨头、石块做成了厚实的绑腿 虽然从兰恩刚刚那一击造成的效果来看 这些防具或许都没有寒冰巨人本身的皮肤厚实 只能够做装饰作用 但是这意味着寒冰巨人的智力水平 绝对不能够跟以前狩猎的魔物同日而语 很多引诱的战术基本都不用考虑了 只能够硬碰硬 蓝恩 虽然我们刚刚说的话非常正派 非常有识歌感 但是你真的觉得凭我们可以干掉这怪物吗? 寇格林姆凑到蓝恩边上 悄悄地说道 这和我们之前干掉的老毛头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好像一般的血魔和高级细血鬼一样 更何况我们现在比当初人还要更少 如果你有什么主意的话就快点跟我交个底 寇格林姆看着比城墙还要高的寒冰巨人 又看了看土耳赛克家族的士兵咬了咬牙 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 人类士兵真的要像是攻城一样 触动投尸机或者闯弩一类的武器 才可以对敌人造成伤害 以现在土耳赛克家族士兵的配置来说 唯一能够发挥的作用 或许就是用生命吸引敌人攻击自己 为主攻守拖延一点时间 我来主攻 我的剑可以砍透他的皮肤 伤到他的血肉 蓝恩深吸一口气 就好像我以前对付老毛头那样 但是挥出那样的斩机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蓄力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来短暂的拖住对方 给我创造机会 亮翡翠色的火焰 在蓝恩背后的黑魔法弯刀上面燃起 爱丽丝显出身影 在顾布上 可能会被人类士兵看到的影响 画中魂灵之道 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他必须加入战斗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 不然你们都不足以靠近寒冰巨人 而我能够无视他的攻击 蓝恩自无不可地答应 但是你也要小心 那个大家伙会使用魔法 说不定也有着能够伤害到你的方法 然后 蓝恩的凝聚精神 我还需要一点别的帮手 三团好似小太阳一般的光斑 出现在蓝恩的周围 是 传颂 魔法 虽然现场的士兵很多 但是真正能够给寒冰巨人造成伤害的人却很少 所以 蓝恩需要一些超凡之人的帮助 只是蓝恩 现在身处远离大陆的石凯利格 因为距离问题 大部分被他打下印记的对象 都要耗费大量的魔力 才能够召唤过来 那将让他可能无法投入之后的战斗之中 所以他只能够选择 尚在石凯利格的帮手 刺眼的光芒渐渐熄灭 三个身影渐渐出现 一个是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围裙 头生鸡脚 脚踩双蹄的女叶摩娜诺米 他满脸 好奇地看着自己身上的 亮斑消失 还没来得及对蓝恩露出富有种族特色的笑容 就立刻被寒冰巨人吓得变了脸色 另一个是身穿黑色长裙 戴着新型黑钥匙项链的女术士叶奈法 他身上钉箱与醋力的气息短暂地驱散了严寒 没有打招呼 就将他传送至此 显然让女术士心生不满 不过他很快就了解了现场的状况 狠狠瞪了一眼蓝恩和杰洛特之后 他娴熟地退到士兵们的保护阵型之中 大声地念诵其咒语 最后出来的是提着项目守仗的德鲁伊费托夫 他之前留在登陆的地方救助伤员 此刻的手上还拿着绷带和药膏 落地之后迅速地打量着四周 他的视线逐个扫过兰恩 夜奈法 女夜魔 伊斯特 寒冰巨人 脸色不断地变换 最终只能够长叹一声 看样子 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写进历史里面了 天纵者说道 随后 德鲁伊和女术士一样推到队伍的后方 快速地念诵几句咒语之后 手中的项目守杖便化作长棍 扎根进脚下的土地 开始沟通群山的力量 然而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不曾想 对面的寒冰巨人 见到费托夫的举动之后 突然也大吼一声 众猎魔人 只感觉到胸前的猎魔人徽章 开始剧烈地波动起来 就见到寒冰巨人护腕上的一节木头 突然也开始弯曲 延伸 膨胀 直到变成一根长度超过十米的骇人项目长棍 不 是项目巨主 扣格林姆深吸一口气 兰恩 你跟我说实话 现在你还有信心对付这家伙吗 第250章 寒冰巨人的脑子在这一瞬间都嗡了一下 死死地盯着寒冰巨人手中的那根橡木巨棍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之前听尤娜说过 寒冰巨人的武器是一根橡木长棍 但是他们 只以为是群山之中那颗千年的巨木被拔出来了 没想到会是这种 德鲁伊的魔法 格德喃喃自语道 寒冰巨人能够施法 但是书中记载的 一直只有号令其他魔物的能力 以及掀起暴风雪的威能 但是德鲁伊的魔法啊 这位灭太 呜的一声 一团东西带着破风声朝着格德砸来 熊派猎魔人条件反射地想要躲开 但是眼角余光看清了那东西的真面目之后 却又芒不迭地接下 那是一个全新的炼金背包袋 一般猎魔人的背包袋上面 都会放置三到四种不同的低成本炸弹和魔药 用以应对突发状况 而兰恩此刻扔过来的背包袋上面 只有一种炼金造物 祖魔金炸弹 兰恩左手连连翻动 给一会可能要近战接触寒冰巨人的同伴 分发力气 科恩打量了一下背包袋上面整齐的炸弹 深吸一口气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对巨人会用到总魔金 这还不够 兰恩宁神看向自己刚刚鱼山洞中和寒冰巨人对拼一剂 在对方手腕上面斩出来的伤口 上面现在连滑痕都已经快要没有了 寇格林姆 寒冰巨人也有高速自愈的能力 星辰代谢很快 他会不会弱毒 蛇派猎魔人文慈脸颊抽了抽 推理应该没错的 但是这么大的体型不知道要用多少剂量 而且我的攻击根本不破防 算了 我想想办法吧 他瞪着蛇童左右打量两下 突然看到了正网弓搭箭叙事待发的米尔瓦 等等 寇格林姆奔过去 娴熟的从自己的炼金背包袋中取出一个小瓶 随后竞数淋在米尔瓦的箭头上 用这个 兰恩箭撞点头 最后一次左手翻转 从物品栏中取出 食人魔剑游给金光闪闪的符文之剑附上一层迷龙的晕环 同时他背后的黑魔法长剑自动飘浮而出 在一阵亮翡翠色的火焰之中消失不见 全体注意 杰洛特站在队伍的最前方 白发在狂风中飞扬 死死地盯着逼近的怪物 他要来了 暴风雪迎面来 放箭 凄厉的号角声在山间回荡 如果不是山间的积雪 不知道什么原因变得薄了好几层 或许都有可能会引发雪崩 数百只箭矢朝着寒冰巨人铺天盖地压了上去 密集程度甚至短暂超过了空中飞舞的雪花 可惜 寒冰巨人周遭围绕的暴风雪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 所有逼近的箭矢都不由自主地被偏离了方向 呼 呼 寒冰巨人把左手挡在眼睛前面 经过了狂风偏移的箭矢 好像是无力的石子一样 轻轻刻在青蓝色的皮肤上面 不能够透过分毫 除了米尔瓦射出的那一只 不吃 神 寒冰巨人出离的愤怒起来 他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年没有受伤 但是在刚刚短短的一刻钟之内 就险些箭矢两次 一只箭杆格外长的箭矢 浅浅地镶嵌在他的掌心 带来了微微的刺痛感 可以看到 寒冰巨人的 好似触电一样 猛地甩了甩手 紧接着 那根箭矢就自动脱落 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只是破了皮 造成的伤口 甚至不足以让箭矢镶在里面 米尔瓦给自己搭上了第二支箭 目不斜视地朝着寇格林姆问道 这种程度伤口 你的毒有用吗 寇格林姆拔出了自己的蛇派迎剑 直接把自己特制的毒药袋整个扔给了米尔瓦 轻装上阵 你能够让箭更深一点吗 我听兰恩说过 你能够多次让箭矢射中同一个地方 米尔瓦仔细瞄准了一会 摇了摇头 风太大 有寒冰巨人身遭带来的暴风雪 所有的射出的箭矢都会威力大减 被偏移方向 米尔瓦这种级别的射手也不例外 不过好在现场中有别人可以对抗这暴风雪 叶奈法的手中猛然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霹雳 咔嚓一声 闪电转瞬之间越过战场 狠狠地击打在寒冰巨人的肩头 让巨人发出了吃痛的声音 与此同时 巨人肩膀上的毛皮砍尖也随之点燃 火焰灼烧至生长在冰雪中的巨兽 让它爆发出惊人的惨叫声 而叶奈法好四上了影 第二道 第三道 闪电不断地披在寒冰巨人的身上声势浩大 不过 若是有经验丰富的人见此 也只能够评价一句声势浩大 虽然那巨人此刻吃痛的连连惨叫 但是可以看出来 闪电对它造成的伤害还是极其有限的 毕竟这只是用法术模拟出来的元素攻击 而不是真正的天灾 叶奈法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它的法术用来攻击一般的独眼巨人可能都疲软 它需要的只是闪电附加的麻痹效果 来拖延寒冰巨人的脚步罢了 不过一会 寒冰巨人就适应了闪电带来的疼痛 随手抓起一块比叶奈法本人还要大的石头丢了过来 女术是灵活地在半空中开出一个传送门 这块巨石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做完这一切 叶奈法狠狠地喘了几口气 本就白皙的面庞更显苍白 不住地又往士兵的阵型后面退了几步 正当寒冰巨人的注意力全都被叶奈法吸收的时候 在场的另一位施法者终于做好了准备 费托夫站了起来 那根插在地上的橡木手杖猛然在往上窜了一分 一股力量从它的顶端一直沟通到天上 下一秒 众人只感觉到深遭的冷风猛然停了下来 连半空的雪花都不再飞扬 只是垂直地从天空之上掉落下来 那天上厚重的乌云好似被太阳溶解一样消散不见 长年被暴雪笼罩的群山之中终于有了阳光 晴空万里 寒冰巨人不由地将手掌放置到眼前 身居洞穴的他被那从苍穹而下的光芒晃了眼睛 下一秒 就见到在他的脸和那遮挡阳光的手掌之间又有金光一闪 兰恩出现在半空之中 他单手一挥 一个炼金背包带就砸在了寒冰巨人的脸上 叮当当大把的拉环从兰恩的手上被抛出 吊在寒冰巨人的身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完成了目的 兰恩不再恋战 果断身体再闪转瞬回到队列之中 而寒冰巨人脸上的十几颗祖魔晶炸弹则一起炸响 浓郁的金属碎屑瞬间化为墨绿的烟雾将他的上半身包裹住 丝丝静电在烟雾之中传导点缀幽兰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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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金属碎屑通过寒冰巨人的器官 食道粘膜进入他的体内附着进他的身体 以巨人的代谢速度一天之内或许就足够将他们全都排出体外 但是兰恩他们的战斗绝对花不上一天的时间 山间的风彻底平息下来 下一秒由箭矢掀起的风暴再度席卷而来 这回他们不会再被偏转方向 令人头皮发麻的崩弦声和破空声持续性地在山谷中响起 直到群岛士兵们向后伸手的时候 剑虎已经空空如也 直到他们拉弓的右手已经微微发颤 他们的箭矢或许造成不了多大的伤害 但是此刻这是他们能够运用的最佳攻击手段 下一秒就见到他们拔出了近战的武器 准备开始和十倍高过自己的巨兽近身搏杀 但是所有士兵都知道 以他们的攻击力能在战斗中创造的最大战果 或许也不过是让对方挥一挥手 给真正能够造成伤害的同伴拖延一点时间 请您稍微后退一点 静待时机 站在兰恩身边的士兵紧张地调整了一下握着短幅的手 如果说我们之中有谁能够杀死这怪物 那就只能是您了 兰恩轻笑一声摇了摇头 不 应该是你们稍微往后站站 保护好国王和施法者就是你们的任务 杰洛特 寇格林姆 科恩 格德早就已经站在他身边 比尔巨吼一声化作两人高的巨大棕雄 黑风踢踏着蹄子上前 看主人似乎想要不战 不懈地打了个响鼻 用组魔精来废掉敌人魔法能力 让其他人作为骚扰 但是想要一击决胜击败寒冰巨人的话 兰恩想来想去就只有自己蓄满力的怒气爆发 那能够无视敌人防御力的刀剑技能 也就是拜年剑法 但是这又延伸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哪来的时间给兰恩的拜年剑法肆无忌惮的蓄力 达 需要寒冰巨人失去移动的能力 甚至是攻击的能力 这意味着寒冰巨人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势 再问 但是如何让寒冰巨人失去移动和攻击的能力 给他造成伤害呢 达 用兰恩的拜年剑法呀 用拜年剑法要先让寒冰巨人失去行动力 但是让寒冰巨人失去行动力的只有拜年剑法 这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其他人能有什么办法吗 似乎没有 面对寒冰巨人 其他猎魔人的攻击都只是作为骚扰 吸引注意力给兰恩创造机会 叶奈法和费托夫的法术也是如此 甚至面对这种血条疾厚的敌人的时候 施法者的表现还要更加平弱 因为他们的法力可不如猎魔人的体力这么绵延不绝 在经过刚刚的试探之后 已经证明了射箭没有用 攻击类的法术没有用 拜年剑法又没有施展的前提条件 蛇派的毒也一样受限 兰恩似乎只能够靠自己了 面对寒冰巨人这种破格的生物 也只有系统这种破格的存在有制敌之策 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哪怕伤害不如拜年剑法 但是最起码可以给寒冰巨人持续性的制造伤害 而又不用经过蓄力至少是太久的蓄力 刚刚叶奈法用闪电劈向寒冰巨人 点燃对方毛皮砍尖的做法突然给了兰恩灵感 他看向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还有两个技能点 随后他又用意识点开了技能页面 翻到了 法应 大类 兰恩已经很久没有点开技能了 在经过了狼派元素之环的奇遇之后 法应大类的三级技能全部都已经点亮 他实际上已经满足了点开四级法应技能的条件 只是兰恩一直认为自己的法应体系已经足够应对当前战斗 开始想要为点开二次突变的技能储存技能点 但是此刻 兰恩突然发现 伊格尼法应 的一个四级技能可以解决自己此刻的苦恼 纵火狂 使伊格尼法应给敌人施加燃烧状态的几率增加20% 1% 燃烧在游戏中是一个相当强力的Debuff 能够持续性的减弱敌人的生命值 属于玩家在前七月级打Boss的时候不可缺少的战术选择 可惜对于兰恩来说 这个效果一直以来有点鸡肋 首先 兰恩已经不是前七了 与其给敌人点把火 慢慢等对方把自己烧死 不如直接一刀砍死来的方便 其次 燃烧几率这个东西在现实里面的判定是很有意思的 只要火星落到易燃物上面 条件充足的情况下 燃烧几率就是百分百 不可能说是明明用火把可以点燃的稻草 到了兰恩用易格尼法印喷火了 反而还得判定一下点燃几率 火焰浮面如清风 难道这稻草也会不动如山 但是兰恩也清楚 这个技能并不像系统文字表述的这么没用 这个技能的价值应该换一种方法解读 将不可燃之物施加燃烧状态的几率增加 因为游戏里面玩家的易格尼法印 在技能加持下 可是能把纯石头雕刻而成的石像鬼和魔像都点燃的 几率平等的点燃一切物质 也只有这样 这个技能才能够体现出身为 易格尼法印系列最终技能的牌面来 所以此时此刻 这个技能放在寒冰巨人身上特别适合 面对这个刀剑难伤的巨大怪物 兰恩正是需要用一个debuff 给对方持续而缓慢的扣血的手段 也只有在这种强敌的身上 纵火狂技能才能够体现出应用的价值 那么 加点 法印 大泪 易格尼法印 小泪 四级技能 纵火狂 纵火狂 十一格尼法印给敌人施加燃烧状态的几率增加百分之四十 五分之二 在天赋 魔潮 的作用下 纵火狂 直接来到第二级 将敌人点燃的几率提升到几乎误开的百分之四十 加完技能点之后 恩恩恩 还有最后一个技能点 此时此刻 寒冰巨人已经接近众人不过二十步的距离 他们已经可以闻到那九居群山之中而在身上续养出来的恶丑 我们上 四双琥珀色的树童和一双暗金的狮童一起在山间点亮 笔人还要粗的橡木巨柱当头砸过来 巨大的风压将兰恩的大师旧披风吹得烈烈作响 所有猎魔人和负责近战的侍从都灵巧地四散逃开和敌人拉开距离 唯有兰恩贤熟地在地上一个翻滚 好似幻影一般穿透了这根足够开山烈石的巨柱 不退反击镜出现在寒冰巨人的脚边 抬起左掌 伊格尼法印 纵火狂 锥形的火焰顿时覆盖了寒冰巨人的双脚 让这风雪中的怪物变成了诗歌中另一种脚踏火焰的恶兽形象 如果忽略它此刻惨叫的话 明天打完寒冰巨人 第226章 符合朴素道德观的审判 维尔卡人 是一个游离于史凯利格群岛七大家族之外的团体 维尔卡人比任何群岛人都好战 甚至早期大陆人对于群岛人的刻板印象也多来源于维尔卡人 野蛮 狂暴 血腥 他们以侍奉战斗为生 不属于群岛上的任何血脉或家族 也没有没有妻儿和子嗣 唯一延续这个团体的方式 是那些希望将生命完完全全奉献给战斗的群岛人脱离自己的家族 主动加入成为维尔卡人的一员 所以 与其说这是一个族群 不如说是一个团体 乃至于教派 他们天生就是斯瓦伯洛的信徒 甚至还有传言 斯瓦伯洛本身其实就是维尔卡人的图腾神 后来维尔卡人的作风发扬光大 因此才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斯瓦伯洛教派 默克瓦格在暴露了自己维尔卡人的身份之后继续说道 教派被史凯利格人针对 清理之后 我们保留了残存的火种和狂战士的培养方式 隐藏了起来 竟待让我神教义复兴的时机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海盗 居然还有着信仰 但是一想到斯瓦伯洛教派的教义 那一切又都顺理成章 兰恩追问道 你们隐藏在哪里? 大石凯利格的群山之巅 一个叫做福尔哈拉的村庄 隔得惊讶的瞪大眼睛 我出发之前也了解过斯瓦伯洛教派和维尔卡人的历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说的地方就在原来斯瓦伯洛教派的大本营附近 现在你们居然还隐藏在那里 狼人默克瓦格无意识地呢喃着 那里有着熊之环是培养狂战士的必要之所 而且石凯利格人也想不到我们会再回去 兰恩头疼的揉了揉眉心 原来是灯下黑 只不过默克瓦格困在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 也不知道现在的维尔卡人还在不在原地 说不定已经转移了 不过既然获得了线索 带人去看看准没错 说不定能够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为了保险 兰恩继续问道 还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 或者你想说的吗 帮我解除诅咒 兰恩切断了法印的魔力供应 默克瓦格的表情迷茫了一瞬 过了三个呼吸的时间才反应过来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金色头发的怪胎 该死的要遭瘟疫的混蛋 我要 兰恩揉了揉耳朵 转头朝着格德递出自己的虎女之剑 你要不要试试看他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不死之身 格德非常乐意地接过长剑 惊叹地打量了一会符文长剑上面闪闪的金光 雾的一声巨响 长剑被熊派猎魔人挥出了斧头的气势 这不是兰恩一般有着系统的加持 而是纯纯靠着强横的肉体力量 鲜血在黑暗的洞穴中泼洒出来 浇灭了几盏蜡烛 狼人彻底失去了生机 然而下一秒 他的身体好戏被斩碎的妖灵一般开始自燃 转瞬之间就被幽绿色的火焰包裹了全身 等到火焰燃尽的时候 默克瓦格已经在原地消失不见 好似从未存在过一般 格德凝重地看着对方连灰烬都没能留下的身体 我还以为能够练一瓶狼人煎药 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个不死之身 熊派猎魔人用力拔出自己之前用来钉住狼人的熊手银剑 在和手里金光闪闪的狐女之剑对比了好一会之后 才狠狠叹了一口气 练练不舍地把狐女之剑交回给了兰恩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连狼人这样的魔法生物都能够催眠? 系统的东西很难解释 而格德现在还不是猎魔人教团的自己人 上古之写的秘密兰恩尚未没有告知对方 所以思存良久后 兰恩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 我是施旧学派的 法印刻述一点很正常 格德联想到兰恩之前全自动炮台一样的超大范围 亚登法印目录思索 兰恩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面再掰扯什么 白白手扯开话题 如果不想要惹麻烦的话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等过一会 说不定又会有一头刚复活的神志不清的狼人朝我们扑过来了 虽然他不怎么强 但是怎么都杀不死这样的特性还是挺麻烦的 格德认可的点头 还是快点走比较好 连我们处理起来都这么麻烦 要是正常人遇到就更危险了 两名猎魔人转过头 他们手中的长剑一直都没有收起来 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 躲在暗处的不知名线上 洞穴之中安静了两个呼吸的时间 在那副被狼人默克瓦格指起来的破碎海骨边上 一直躺在地上的几具尸体中 有一副突然抖动了一下 这里藏着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 他躺在自己同伴的尸骸之下 由于默克瓦格神志不清 又被饥饿蒙蔽了感官 居然一直没有发现他 他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因为地上粘稠的鲜血和身上的伤势还滑倒了好几次 赞美弗雷雅 感谢两位猎魔人大师的出手相助 那男人浑身都在发抖 请不要拿剑对着我 如您二位所见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可不会出现在这里 格德面无表情 两位大师 我叫做艾娜 男人看了一眼身边和她穿着相似铠甲的尸体 露出悲痛的神情 我是圣母的信徒 为了给圣母消灭误会而来 没想到 独神者的力量太过强大 我的同伴都倒在了她的历潮之下 现在只剩下我了 一定是至上圣母在天上看着我 保佑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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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